第530章 老师 你到底输入什么内容 花花呜呜两声 然后来找林峰父子二人 委屈地把脑袋放在林峰的腿上 眼里充满了委屈 阿虎是你决定要养的 你给他解释吧 我去看看弟弟们 回来的路上 西西和多多就困得睡着了 这回也不知道醒了没 也不知道小宝跟花花怎么说的 反正他闷闷不乐地跟在林峰身后 事实上跟在西西和多多身后 西西和多多见到威猛的大狗狗 嗷呜一声 也不怕 就直接一左一右抱住阿虎 阿虎的无神的双眼 再被抱住的瞬间 刷一下就亮了 叮咚 恭喜宿主完成第一次 给宝宝养宠物获得配方碎片X1 完成度60% 宿主再接再利哦 再凑齐两个配方碎片 就能获完整配方呢 林峰问 这是什么配方 有多厉害 小系统嘿嘿一笑 反正很厉害了 到时候宿主你一定会感谢本系统的 为了宿主 本系统可是很努力呢 林峰觉得 小系统很大程度上就是争口气 不想被主系统给比下去 不过心里想的 肯定不能这么说 嗯 感谢你为我做的这么多 你是最棒的 小系统最喜欢被夸奖 当然 我肯定是最棒的 再见了 西西和多多对阿虎是很喜爱的 同样 阿虎也给两个孩子 展露出自己的温柔 一旁的花花备受打击 接连后退几步 冲着西西和多多叫好几声 仿佛在说 你们是要别的狗 不要我了吗 你们这两个遗情别恋的坏人 小宝赶紧过来 抱着花花安抚 哎呀 这个意味是没人可以撼动的 你最棒了 这一顿安抚 才让花花好受一点 西西和多多和阿虎玩了一会 又跑过来跟花花玩 这才让狗子心里平衡一些 凌峰叫一声阿虎 阿虎犹豫了一下 叼着最喜欢的玩具过来 凌峰摸摸他的狗头 这才发现 他骨架真的好大 头也好大 以后这就是你的新家了 我们一起相亲相爱好不好 也不管阿虎有没有听懂 凌峰起身进厨房 准备好东西招待他 算是欢迎他的加入 阿虎还是趴在沙发旁边不怎么动 听到凌峰在厨房叫自己 他犹豫了一下 叼着玩具进厨房 凌峰关上厨房的门 端出来一顿丰盛的大餐 到阿虎跟前 吃吧 阿虎不为所动 凌峰推了推狗盆 阿虎看看凌峰 又看看狗盆 最后才开动吃饭 外面有东西在刨门 还有呜呜的叫声 不用说 肯定是花花这狗鼻子 闻见好吃的呗 或者猜到凌峰给阿虎开小灶 凌峰赶紧又给他准备了一份 打开门 就看见花花一脸震惊的 看着屋里的情景 没错 凌峰在一条狗的脸上 看到了震惊 凌峰 这是给你的 给你的 花花生气的在凌峰跟前蹦打 凌峰无脸 自己好想惊一惊 凌峰做晚饭 客厅三个孩子和两条狗 也不知道做什么 凑空进去看 西西躺在花花身上 多多躺在阿虎身上 和哥哥一起看动画片 小宝 来 给弟弟们喂饭了 爸爸 弟弟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吃 怎么 觉得给弟弟喂饭麻烦 不是 他们争着要吃勺子 那就这几天慢慢学吧 正好添暖和 两个小家伙分开味道没什么问题 一起喂 有时候就可热闹了 对了吧 你是不是还没给汪老师请假呀 哎呦 确实 现在都快九点了 老师不会睡觉了吧 那你就不用打电话 发文字请假得了 也好 汪老师 睡了吗 发完这条信息后 凌峰请假这条编辑了再编辑 想把话说好听点 凌爸爸 你有什么话不方便说的吗 我看你的状态一直处于正在输入中 你有什么事可以直说 凌峰 汪老师 我想给林自月请个假 他可能下周才能回学校上课 是因为什么事吗 是因为他小姨在拍部小成本的电影 为了节约成本 让他去客串一个角色 这期间他小姨会给他补习功课 绝不会落下来 这样啊 只要不耽误学习是可以的 毕竟也是社会兴趣活动之类的 我还是很赞同的 谢谢汪老师理解 很抱歉 这么晚打扰你 你早点休息 好的 你们也早点休息 回头我去电影院支持一下自己的学生 那我送你电影票 凌峰说了口气 好 去洗漱睡觉 小宝咧嘴笑 爸爸 今天妈妈不在家 我跟你一起睡呗 凌峰有些恍惚 自己好像已经很久没跟小宝一起睡过 好啊 走 半小时后 凌峰后悔了 小宝和两个弟弟玩的可开心了 眼瞅着都快十一点半 凌峰直接让小宝回自己房间去睡 我就要在这里睡 那你给我乖乖睡 不要和弟弟们玩了 好的 保证完成任务 小夜灯下 两个孩子小动作不断 气得凌峰想打人 小宝 不要惹爸爸生气 睡觉 小宝知道惹爸爸生气了 乖乖地背过去睡觉 第531章 凌峰佩服两个小的 平时这个时候 西西和多多肯定会玩个够才睡 今晚上估计是玩累的 等小宝测躺后 两个小家伙挤中间 不一会就传来三个孩子沉沉的呼吸声 等西西和多多睡着后 凌峰将两孩子放在小床上 小宝就让他跟着自己睡吧 第二天 凌峰送小宝上学回来 就准备带着西西多多 还有花花和阿虎去溜湾 正在收拾东西时 凌峰瞟一眼 手一顿 西西吃的饼干 不小心掉在地上 一旁的多多愣了一下 迅速地把自己饼干扔地上 然后两个人又非常有默契地捡起来 准备吃食 被凌峰制止 掉在地上的东西不要吃 这里面很脏的 西西和多多就这么看着爸爸 迅速地将饼干喂到嘴里 咧嘴一笑 凌峰盯着他们看了半晌 然后笑了 你们非要这样是吧 很好 非常好 拿出他们最爱吃的手工饼干 然后找到干帘子 找到有帘子新的 剥开倒成粉末 给宝宝们来一个帘子小饼干 凌峰拿着饼干过来 先把场地打扫干净再说 把地板擦干净 随后 自己不小心将饼干掉在地上 哎呀 这个可不能捡起来吃 别捡 两个孩子迅速地做出反应 将爸爸精心准备的饼干捡起来 生怕有人抢死的喂嘴里 结果在凌峰的意料之中 两个孩子苦的五官都皱成了包子 饼干也不扔 哇哇大哭 都说不要捡地上的东西吃吧 不听 给爸爸 可两个小家伙只知道哭 凌峰怎么样也不给 不知道是不是哭着哭着 就忘记为什么哭了 多多边哭边又吃了一口 然后又被苦哭了 凌峰 兮兮见状也吃一口 也跟着哭 凌峰 就这样 哭一会 吃一口 硬是把小饼干给炫完了 凌峰算是看出来了 其实他们本来是不想吃的 可瞧对方吃 自己也会跟着吃一口 凌峰沉默了几秒感慨 我也是挺佩服你们的 来喝点水 他挺愁的 如果以后还长大了 也这样的相处模式 他怎么办 算了 今天先出去 带孩子去散散步吧 此时阳光正好 还是上次带孩子们散步的公园 差不多还是那一批的老头老太太们 凌峰听力好啊 顺着峰就听见他们 在讨论兮兮和多多的事 就是那个帅哥 家里四个孩子呢 都是双胎 耶 运气有点好 现在带的是两个小的 调皮得很 上次我来就看见他们打架 这才一岁多 打得可狠了 孩子这么小就养狗 也不怕传染病 我们家二期怀孕的时候 猫都送人领养 我是坚决不同意他们养的 哎呀 现在年轻人就喜欢养一些猫猫狗狗的 对他们比对自己父母还上心呢 还叫什么儿子女儿 嘖嘖 我倒是不反对年轻人养宠物 有个半陪伴着也挺好的 现在年轻人也很不容易 其实养宠物生孩子也没什么 只要做好检查和预防 对孩子也没什么影响 我家孙子就很健康 那是你的观念 反正我是不同意 我可不想因为一毛狗人影响孩子一辈子的健康 这时有个烫着卷发的老奶奶过来 喂 年轻人 你这两条狗这么大了 不会咬着小朋友吧 不会 他们很温顺 我带了牵引绳 还有嘴套 很安全呢 看着安全是安全 可动物到底是动物 我家孩子怕狗 要不你去别的地方吧 林峰看一眼老奶奶身后的孩子 小家伙明明很喜欢狗狗 嘻嘻抱着花花的头 乖 他乖 多多也抱着阿虎 狗狗乖 这时 有另一个老太太过来 也劝林峰带着孩子和狗屈人少的地方 他们很担心 大狗会伤害孩子 林峰摸摸两个孩子的头 走 我们去别的地方玩 花花和阿虎 别看人家是狗 对散发出的善恶能察觉出来 尾巴也不摇了 看上委委屈屈的 林峰又安慰两个毛孩子 这边人太多 不适合我们撒欢 我们去河边的草坪 接着天气好 来河边玩的人不少 有人扎杖露营的 有人带孩子出来晒太阳的 有人来遛狗的 林峰选了一个人少的地方 终于可以放开了玩 拿出飞盘 林峰扔 两条狗子捡 花花和阿虎速度都很快 你折我抢的比赛进行得很激烈 很快 西西和多多也加入捡飞盘比赛 好 一起玩吧 西西和多多怎么可能是狗的对手 几个来回啥也没捡到 都气哭了 这个时候 两条狗已经放飞自我 玩得顾不上两个小主人 你们捡这个玩具好不好 一人一个 倒也暂时兄弟二人和平相处 两个孩子捡得不意乐乎 跑得小脸红扑扑的 玩累了 林峰给两个孩子充了奶粉 抱着瓶就咕噜咕噜狂喝 都不带休息的 林峰看了看时间 是时候接小宝回家 阿虎 花花 回家咯 两条狗也是撒开了完 关系没之前那么僵 现在四玩到一起 感情好像变得不错 走 我们接哥哥回家 校门口 接孩子的家长可多了 五年级的小朋友 距离家境的 可以自己回去 远的可以自己 坐公交车回去 当然 也有不少家长不放心孩子 每天来接的 林峰的车大 每次只能停在 距离学校 另一条街那边 小宝信冲冲地跑过来 嘴巴里到耳后跟 林峰笑问 什么是让你这么开心 第532章 捡到的宝贝 嘿嘿 今天其中测试的成绩出来了 老师说我考得不错 今晚上特许 我不用写家庭作业 耶 不错 这次必须庆祝 说想吃什么 爸爸请你 哎呀 我想去吃海鲜自助 好 我们现在就去吃海鲜自助 这正是饭点 爸爸打电话 先问问有没有位置在说 整个南市 一共就两家不错的海鲜自助 东西都很不错 所以口碑很好 每隔一段时间 孩子们都要来吃 林峰也会网购一些海鲜回来 给孩子们做 不过他们大多时候 还是喜欢出去吃 走 定上位置了 今晚上吃海鲜自助 不过 我们先回家 把狗公们安置好 没问题 反正我今天晚上没有作业 回去的路上 林峰跟小宝分享 今天两个弟弟吃黄远饼的事 惹得小宝哈哈大笑 哎呀 他们这么搞笑的吗 爸爸 我和姐姐小时候也这样吗 不这样 你们喜欢的东西不一样 只会偶尔争抢 那我们以前都挣什么呢 我想想 有一次 我们给你姐姐 买了一双花边的小袜子 特别好看 你看到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反正自己 也非要穿一双 最后 你们穿着花边袜一起出门了 那个时候还是夏天 小宝听完觉得好笑 而且自己完全没有印象 总而言之 大宝小宝 因为是龙凤胎的缘故 比西西和多多好带太多了 先把两条狗送回家 在开车带着孩子们去海鲜自住餐厅 人还不少 幸亏龙凤胎有味 自己要吃什么自己拿 爸爸照顾两个弟弟 嗯 爸爸放心吧 我是不会饿肚子的 西西和多多看到西西的东西 就想去看看 龙凤一人带两个忙得应接不暇 这里有儿童餐椅 逛了几圈下来 龙凤将两个孩子放里面 拿吃的合玩具哄着 爸爸 这是我给你包的虾 吃吧 龙凤很欣慰 谢谢儿子 两个小家伙洗了手 吃着龙凤给的小饼蛋 安静的时候 两个孩子特别怪 父子三人吃了一个多小时 吃完又在外面逛半小时 准备回去 小宝坐在按摩椅上 扫满了十分钟的体验项目 笑嘿嘿的说 还是外公家的按摩 已坐着舒服 忽然 小宝发现了 在椅子的夹缝中 看到一个金闪闪的东西 伸手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一个古法金镯子 爸 发财了 我见到金镯子 什么按摩 小宝也没心思做了 拿着金镯子 欢天喜地的给爸爸看 爸爸你看 我捡到了一个这个 嘿嘿 凌峰吃了一斤 你哪儿捡到的 这金镯子外面的胶部还没丝呢 显然是个新的 拿在手上看着 还是有些分量的 约三十多克吧 按照今天的金价算 怎么也得两万左右 在这里 我瞟一眼 发现有什么东西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镯子 奇怪 为什么镯子会卡在这里面 是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东西 我们能要不 我们等一会施主吧 看看有没有来认领 如果没有呢 爸爸我能不能 自己揣口袋里 反正没有人来认领 我捡到 那就应该是我的吧 本来要走的父子二人 因为这件事 又多等了一个多小时 小宝还给妈妈大视频 分享这金镯子 如果没人认领 妈妈我就送给你 冷梦含不差这个金镯子 而且这贵重东西 人家肯定要来寻找的 新衣妈妈领了 这金镯子 咱们不要 妈妈那么多珠宝 首饰带都带不过来 以后小宝要送妈妈金镯子 就用自己挣的钱买 买整套的那种 哈哈 别看家里四个孩子都还小 金子可不少 这些冷梦含都给孩子们攒着呢 等啊等 小宝视频都结束 眼瞅着这边商城也要关门了 还没等到施主 小宝打着哈欠问 要不我们留个纸条 写寻找丢失之物 就拨打133XXXX 怎么样 西西和多多也玩累了 林峰觉得 这是个办法 正准备说话时 就三人急匆匆的朝这边走来 林峰父子四人 距离发现金手镯的地方 还有几步路 来的应该是一家三口 心急如焚 又怒气冲冲的父母 以及哭哭啼啼的小男孩 小男孩目测只有五六岁吧 指着按摩椅说 我好像就是放在这里面的 父母赶紧翻找 结果肯定是一无所获呀 那妈妈都快气哭 坐在按摩椅上 瞪着儿子落泪 又伤心又失望 一旁的男人 虽然也生着气 一边安抚妻子 一边叹口气 丢了就丢了 以后我攒钱 再给你买一个更重的 小朋友抹着泪道歉 妈妈 看你能不能发现 最后我忘记了 妈妈 用我的压岁钱 给你买好不好 我以后长大了 给你买很多很多的金手镯 你别哭了 五 林峰和小宝 将他们的对话 一字不漏地听进 施主来了 小宝过去问 你们在找什么呀 是丢了什么东西吗 女人难过 默默掉眼泪 自己好不容易攒够钱 买了个金手镯 哪知道孩子这么顽皮 没希望了 肯定是被谁发现拿走了 痛失金手镯的女人 难过地流泪 男人憋着怒火 冲小宝笑了一下 我们丢了一个金镯子 老婆一直想要个金镯子 结婚那时买的三金 后来因家里缺钱给卖了 现在有起色买一个 没想到被调皮儿子给弄丢了 儿子不是故意的 更何况打也打了 骂了骂了 镯子也回不来 只希望这件事 能给儿子长个教训 两万多块钱的教训 让人肉疼 小宝拿到金手镯的开心 以及想要独占的私心 再被父母教育一番 现在 他仅剩的那点念想没有了 阿姨看起来好伤心 弟弟看上去被打得好痛 叔叔看起来很疲惫 又很难过 小宝问 是个什么样的镯子 女人明嘴不想说话 现在一提镯子 他就恼人疼 男人觉得 或许小宝就是好奇 没回答 那小朋友抽抽答答的 形容金镯子 带着渺茫的希望问 哥哥 你看到那个镯子了吗 我记得就在这里的 卡在这里的 呜呜 小宝点点头 咧嘴一笑 第533张 这快乐给你要不要 看到了 是不是这个 他拿出镯子 一家三口 顿时眼睛都在发亮 女人一把夺过镯子 看了看口径内的牌子 是这个 是这个 买的就是这个 男人忽然肩膀一阵轻松 小朋友 你在哪里捡的 小宝指着他们刚才翻找的椅子 就在那个缝里找到的 我们在这里 一直等施主呢 失而复得的喜悦 瞬间爬满三个人的脸庞 谢谢你小朋友 真的太谢谢你 你 你太优秀了 嘿嘿 其实我想 如果没有人来认领 我就自己拿走了 不过我爸爸妈妈说不能 这不是我们家的东西 那你爸爸妈妈真的很会教育孩子 阿姨和叔叔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这时 男人从口袋里摸出三百块钱来 孩子 这个叔叔仅有的现金 你拿着 你家在哪里 联系方式是什么 现在这样的孩子不多见了 而且能有这么好的品质 他们应该鼓励的 我爸爸就在那 林峰想的是 小宝把金镯子还给人家 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谁知道一家三口过来连声感谢 又说要转账两千块钱当作酬谢 被林峰给拒绝了 最后 说什么都要给孩子拿三百块钱 这是孩子实惊不昧 做好人好事的奖励 必须给 小宝也不矫情 欢欢喜喜的把钱收着 弟弟也不是故意的 你们就不要再打他了 我相信 这一次之后 他不会再这样了 小朋友哭着说 谢谢哥哥 夫妇二人发现 小宝穿的是校服 问了学校和班级后 两家人这才发分开 回去的路上 西西和多多已经睡着了 林峰和小宝 说起以前的一件事 也是做了一回 十惊不昧的好事 而且那次还颇有戏剧性 正巧在派出所 碰见了施主 就这么相遇了 还给你姐姐 写了一份感谢信呢 回到家 冷梦寒的电话正好打来 得知金手镯物归原主 这件事完美落幕 第二天 第三节后 汪老师将小宝叫办公室来 老师 我没干啥事啊 而且今天很乖的 也没跟王浩打架 汪老师哭笑不得 怎么 我找你就不能是好事啊 小宝眼珠一转 好事 你要给我送吃的 还是今天下午 我不上课 周围人都忍不住笑了 汪老师摇头失笑 来 这是给你的 汪老师的办公桌上 放了几本崭新的练习册 还有一封信 还有一些水果什么的 小宝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看到的 那个 汪老师 你要给我 为什么啊 顿了顿拿起巧克力撕开 那 那多不好意思啊 嘿嘿 不管什么原因 先吃了再说 汪老师笑 你只顾着吃啊 这练习册也是你的 小宝顿时觉得 嘴里的巧克力不香了 这 这是每个同学都有 还是单单我有 汪老师名嘴笑 单单只有你 还有这水果 这里的东西 小宝弄不清楚汪老师啥意思 那个 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把巧克力吐给你吗 周围人笑的不行 有人说 汪老师 你别逗他了 看把孩子给吓的 汪老师笑眯眯的说 你昨天是不是识经不昧 捡到了一个金镯子 物归原主了 小宝点点头 震惊的说 是啊 所以老师 你就奖励我练习册 汪老师哈哈大笑 今天有人一个阿姨过来 带着零食 练习册还有一份感谢信过来 让你务必收下 祝你学习进步 小宝半想才说 我 我可以不要这个练习册吗 汪老师摇头 不可以哦 这是那位阿姨对你的感谢 也是期望 你务必收下 小宝摇头 不要 阿姨的厚爱 还是给老师你吧 我不要 最后 小宝的抗议无效 拿着东西回教室了 下节课时 汪老师当着全班学生的面 读了那一封表扬信 我们给子星同学鼓掌 我们要向他学习 小宝心情挺复杂的 挤出一抹牵强的笑 凌峰知道后 笑得不行 没事 阿姨也是一片好心 希望你学习进步 讨个好成绩 后座位传来小宝宛如大人的叹息 爸 这一片好心给你要不要 凌峰憋着笑 爸爸就不用了 你自己收着吧 周日中午 冷梦寒母女二人回来了 肉眼可见的疲惫 演戏有点都不好玩 好嘞 你是外行肯定嘞 晚上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大宝这一周的作业 都是无一双辅导的 前一两天经常给闺蜜抱怨 马德 现在小学五年级的题目 我都做不出来 我是不是个智障 我看你的确有点像智障 这提出的是不是有毛病 一边注水 一边加水 干啥呢 这是要干啥呢 你不是一边熬夜加班 一边敷面膜吗 我得去网上搜一搜 觉得这个答案不对 妈的 还是上班轻松的感觉 后来 无一双放弃辅导 直接在剧组里找了一个研究生 每天给大宝辅导两个小时 周一 大宝上学第一天 最欢迎他的 竟然是王浩 没事就往大宝跟前凑 然后被打了一顿 我今天看见你没戴项链 然后又被大宝揍了一顿 王浩放下狠话之后 上课又给他道歉 人啊 揍一顿就老实了 汪老师和大宝 看到王浩的课堂表现 不约而同的响 转眼 还有小半月 就是六一会演 早上王老师在班上说准备节目 下课大宝 就过去说自己不参加 汪老师也没挽留 可以 大宝开开心心的走了 前脚刚走 小宝后脚就来了 老师 我有一个节目 什么节目 表演凹凸曼 哦 我们要歌舞节目 对啊 就是唱歌的凹凸曼 你让老师再想一想吧 那老师下午放学的时候 给我一个答案吧 别的班老师笑着说 汪老师 你们班这对龙凤太蛮有意思啊 一天给我们贡献不少的生活乐趣 五年级因为有他们 老师们一天的乐子都变多了 下午放学时 汪老师以为小宝忘记了这件事 没想到人家还记得呢 第534章 小宝第一次挑大梁 老师 考虑的怎么样 行吧 要不今年六一会演就交给你来办 回头给我拿出个方案出来 老师放心 我保证完成任务 很好 皮球踢回去了 汪老师这边并没真的把表演节目的事交给小宝 自己回去吃完饭 各种翻看资料 和数学老师合计表演什么 而小宝这边已经有了方案 他要做一个凹凸曼和爱莎公主的舞台节目 大宝 嗯 怎么还有我爱莎公主的事呢 小宝嘿嘿一笑 姐姐 我们编一个有凹凸曼和爱莎公主的故事吧 然后我们就在六一那天表演 大宝心中一动 老师说可以 小宝拍拍胸口 说了呀 交给我办 这个故事很快就有雏形 变身人类的爱莎公主在地球上生活 突然怪兽入侵地球 大肆破坏地球 爱莎公主化身正义的使者 想用魔法击败怪兽 暂时击败怪兽后的爱莎公主受伤了 他没想到又有一波怪兽来袭 这时候凹凸曼来了 在凹凸曼不敌时 爱莎公主过来帮助他 二人合力击败了怪兽 大宝和小宝看过舞台剧的奥托曼和爱莎公主 倒也是有点惊艳 我们再加一些汽车人的元素进去吧 怪兽就是汽车人 坏的想要占领地球 好的反对就被坏的给干掉了 最终 姐弟二人最终拍板 决定了整个故事 林峰送孩子们上学时 觉得整个故事非常不错 既然老师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 那我们就全力以赴吧 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忙的就说一声 爸爸提供金钱上的帮助和支持 还没上课 小宝就把汪老师堵在教室门口 小宝将故事梗盖交给汪老师 眼睛在发光 这个人都是激动的 老师 这就是我们要表演的故事 你看看怎么样 汪老师看完后表示不错 本来自己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这个孩子当真了 有些话那就说不出口了 很不错 如果道具和不仅做得好 效果应该很好看的 是吧是吧 我也觉得 那我们就敲定了 嗯 办公室其他老师得知这件事 都得觉得不太好 汪老师笑着说 没事 我会监督着的 再说六一 为的就是让孩子们开心吗 既然汪老师都这么说了 大家也不再说什么 还有半个月 林峰夫妇出动 帮助儿子女儿改剧本 还会聊到舞蹈布局等等 希望能给这次表演 交上一个自己满意的答案 班上的同学 也是踊跃报名参加 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就算没有抢到的 可以掩路假人等等 或多或少 都有活干的那种 剧本 场景这些都确定了 得找人做呀 冷梦寒忽然想到一个人来 小双 小宝有个大任务 无一双一听 啥任务 快给我说说 一通电话后 场景道具什么的完美解决 无一双那边有人做这些 根本不是个事 开玩笑 这么重要的是 自己身为小姨 肯定要全力支持啊 小宝 你们有几个怪兽 怪兽都叫什么名字 凹吐曼是谁 这些你都告诉小姨 小姨给你整道具去 把身高报告上来 对 周六周日 大宝小宝邀请表演的小朋友 一起来家里 林峰夫妇将客厅空出来 拱他们排练 西西和多多都乖巧地看着 竟没有去捣乱 正义邪一个凹吐曼和爱莎公主 现在演变成四个怪兽 三个凹吐曼 爱莎公主和妹妹 没事 反正人多热闹 孩子们很积极 不管呈现出来的效果如何 不管最后会不会被大众喜欢 反正此时此刻 他们是开心的 无一双很给力 在开拍前 自己带着工作人员 还有道具服装过来 小姨 你怎么来了 今天对你们来说 是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当然要来啊 不仅要来 我还要录像吗 道具服装 根据每个人的身高量身定做的 可以说 扮演奥托曼的三个人 激动坏了 这可不是什么廉价的道具服 是一比一还原的 LED灯 海能亮呢 扮演怪兽的那几个同学 别提有多羡慕了 不过当他们看到怪兽服装后 觉得也超级帅啊 这个跟电视上看的一模一样 而且里面还有开关可以操控 还会喷烟雾呢 哇 我这个好帅 我这个也超级帅 如果我是奥托曼就好了 不过怪兽也不错 爱莎公主和妹妹的服装 也是非常好的 做工非常漂亮 转眼到了六一会也那天 安排在中间时间段 无疑双借用给孩子们 做不紧的名义 带着相机准备记录下这一刻 下一个就轮到他们上场 孩子们开始准备 大家看到道具这么逼真的 奥托曼怪兽造型 都不由得惊呼 为了保密 他们到现在才穿上道具服 哇 五年级三班 要表演奥托曼和怪兽呢 肯定很好看 他们是哪个班的啊 衣服怎么这么好看 哇 有汽车人 还有怪兽 天啊 我也想要一套 看 是爱莎公主和她的妹妹 这裙子也太漂亮了吧 不仅裙子好看 爱莎公主也好美 台上表演了什么节目 台下的观众们 已经没心思看了 他们迫不及待 想看接下来的节目 汪老师也是第一次 见表演服 以为就是在网上买的那些 谁知道这么逼真 无疑双带来的那几个工作人员 忙前忙后 终于把小演员们的服装穿好了 接下来 就是等台上节目表演完后 他们上去不解 刚开始是他们摆好 接下来的几个场景 就是孩子们自己去摆弄了 如果是晚上 再来点灯光效果就完美了 第535章 表演得非常不错 隔壁班的老师凑过来 惊叹地说 道具做得这么逼真 网上买的 还是找人做的 汪老师轻声说 这个是他们找熟人定制做的 没用班费 而且那点班费也不够用 这段时间 他看的全班 为了这个节目 都在出人出力 出谋划策 上台表演这些小演员 哪怕是群员在小宝的带动下 都全力以赴 这一切他看在眼里 不管最后呈现的效果是否成功 在汪老师看来 在另一种意义上 已经成功了 台上的节目表演完成 退场后 工作人员带小朋友们去布景 动作非常迅速 很快 场景依旧搭建好 怪兽和汽车人正在密谋 不小心被两个好的汽车人和怪兽听见 于是开始阻止 然后被杀死 几个小家伙 打得也是非常精彩 汽车人发出汽车鸣叫声 以及怪兽的烟雾 嘶吼的叫声 不仅让台下的小朋友们看得激动 就连老师们也不由得瞪大眼睛 场景二开始移动变化 变成了小城市 中间还有树木花草 开始以汽车人出来打头阵 化身成人类公主的艾莎 决定保护地球 开始魔法攻击 艾莎公主的扮演者并不是大宝 是班上另一位女同学 大宝坐在第一排 美滋滋的当起了观众 看得是津津有味 艾莎公主的魔法攻击失败 最后受伤 被妹妹带走 接着就是场景三 怪兽出来破坏地球 凹凸慢变身 身后还放着变声的音乐 汽车人出来时 台下男孩子激动了 艾莎公主出来时 台下女孩子激动了 怪兽出来时 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激动了 因为这怪兽的技能 比开头那一幕还要多 等凹凸慢出来时 简直比艾莎公主和汽车人 还要受欢迎 台下传来一声声的惊呼声 有同学已经在大喊凹凸慢的名字 这位凹凸慢的扮演者正是小宝 一阵像模像样的打斗后 怪兽负伤逃离 场景再次变动 汽车人和凹凸慢两个反派 开始内斗 受伤的怪兽 说凹凸慢很厉害 需要联手 而自负的汽车人 则是要单挑 于是他现身向凹凸慢宣战 这时候路人们开始纷纷发话了 啊 凹凸慢快来救救我们 地球需要你 我们也需要你 如果凹凸慢不在的话 我们就完了 大家七嘴八舌 议论完之后 便到了场景四 凹凸慢和汽车人大战 最后失败受伤了 场景再换 是艾莎公主姐妹 找到凹凸慢的人间体 商量对策 原来 怪兽和汽车人来地球的最终目的 就是艾莎的魔法 它有一颗非常强大的魔法石 可以摧毁整个地球 必要时 艾莎可以帮助奥凸慢 一起打败怪兽和汽车人 场景五 艾莎的妹妹 被汽车人和怪兽抓走 需要她用魔法石交换 最后 艾莎将魔法石一分二 救出妹妹 最后一 得到魔法石的怪兽和汽车人 准备摧毁地球 却发现 只有一半的魔法石 根本无法做到 非常生气 这时 奥托曼变身 以一敌二 艾莎也会在旁边协助 可是两个人太强大 最后 奥托曼嗶嗶无奈开始摇人 另一位奥托曼现身 再看到还有一位奥托曼后 台下的小朋友们 又激动了 最后 两位奥托曼 在艾莎公主魔法加持下 打败了汽车人和怪兽 嘴里还喊着我还会回来的 最后的最后 艾莎公主姐妹 决定拿着魔法石 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落幕 表演时长不短 同学们以老师们看的 那叫个意犹未尽 结束后 有同学起哄表示还要看 一个个拍巴巴掌 开心得很 脱掉道具 孩子们个个热得满头大汗 小脸上都挂着鸡的笑容 汪老师给他们竖起大拇指 这次表演得非常不错 你们真棒 几个孩子咧嘴一笑 快去换衣服吧 天这么热 别捂出废子来了 吴依双全程拍摄下来 转发到了家族群 小姨 小姨 我表演得好不好 吴依双给他擦擦汗 那简直 觉得不能再绝了 小宝又问 那你都拍摄下来了吗 吴依双拿给他看 必须的 我还发到了家庭群里 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也都是能看见 小宝对今天的表演 那是非常满意 小姨 晚上我请你吃饭 吴依双挑眉 哟 懂人情试过啊 小宝嘿嘿一笑 小姨 你这么忙还大老远的过来 又给我们做装备道具 肯定得感谢你啊 吴依双心里烫热 一点慈爱的说 好 晚上你请什么小姨就吃什么 我不挑食 小宝欢欢喜喜 回座位上去了 表演结束 回到教室 老师率先鼓掌 我们班这次表演得非常棒 这里面离不开所有同学的努力 老师非常欣慰 非常的自豪 在这里 老师着重表扬这次参演的所有演员 你们这段时间的努力 我们看在眼里 辛苦了 我们给他们鼓掌 班上同学纷纷鼓掌 汪老师又说 这次他们表演得好不好看 大家激动的大喊 好看 汪老师笑眯眯的说 今天是六夜儿童节 属于你们自己的节日 老师在这里祝你们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 下午玩得开心 接着放学了 道具这些拿走 个人的表演服装 当初说好了 就送给小演员们 当作十六夜儿童节的礼物 这件事是大宝小宝 和无依双伤量后的决定 准备给小演员们一个惊喜 送给我 老大 真的吗 这次小宝扛大旗 首先力挺他的 都是在班上结拜的好兄弟 以及玩到一起的好朋友 爱莎公主姐妹 是和大宝一起玩的好姐妹 真的 就当是六夜儿童节 送给你们的礼物 不喜欢的话就还给我吧 几个小演员可没有人愿意 一个个溜得比兔子还要快 冷梦寒开车接他们 凌峰在家做饭 士兵妈妈看了 恭喜你们这次表演取得成功 你们真棒 小宝咧嘴一笑 妈妈 晚上我要请小姨吃饭 还有那几个帮忙的叔叔 冷梦寒有些意外的 好啊 没问题 请什么妈妈给你们定位置 小宝看无依双 第536章 你是不是干坏事了 无依双笑 吃什么都可以 我反正不挑食 冷梦寒笑 还是你说吃什么吧 这样快一点 最后 安排在凌峰那三星级酒楼吃好了 正好几名工作人员 就在那休息 今天是六夜儿童节 说 想要玩什么 小姨陪你们 小姨 你下午还是休息吧 你看上去很憔悴的样子 说话的是大宝 他扭头对小宝说 就让小姨休息吧 小宝哪里看得出什么憔悴 不过既然姐姐都这么说了 那就听姐姐的 对 小姨你先休息 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 看 这两个小家伙 可真的很贴心呢 好 小姨都听你们的 凌峰已经做好饭 正在监督两个小家伙吃午饭 尝试自己吃饭 已经有个把月了 吃一半撒一半 弄得浑身到处都是 每次吃完饭凌峰 都要收拾好久的摊子不说 还要给两个小家伙洗澡 比大宝小宝那时候 还要折腾人 经过半个月的努力 成就还是有的 现在吃饭 能吃三分之二进度 等这个夏天过去 估摸着也就学会了 为了不影响两个小家伙吃饭 凌峰还单独 寒他们回来了 两个孩子动作整齐的停下来 凌峰赶紧哄 没有人 快吃 花花起身叫了两声 吸引两个小家伙的注意力 要不怎么说狗是狗 边目是边目呢 阿虎虽然武力之不错 不过在智商这一块 还是欠缺一二 二十分钟后 两个孩子都饱了 凌峰看了看 剩下的觉得是真的饱了 收拾碗筷 去打热水 给两个小家伙洗脸洗手 再换一身衣服 才放他们出门 哎哟 小宝贝们吃完饭了 还记得我是谁不 吴一双基本都是隔一天 就往这儿打视频电话 一聊就半个多小时 存在感可强了 西西和多多能忘了他 吃得小嘟嘟鼓鼓的 真棒 以后长得跟爸爸一样高高 两个小家伙虽然吃饭完 但就要凑热闹上桌 怎么 你们还想看看我们在吃什么呀 来 要不要尝一尝 冷梦寒赶紧制止 别给他们吃这些 他们吃习惯了 会挑食 吴一双说起筷子 那你们就看着我们吃哈 凌峰打开宝宝巴士 让两个小的去看会 来 小姨给你们放的东西 让你们欣赏欣赏 吴一双将小宝六姨表演的节目 投屏给两个孩子看 果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每次小宝看奥图曼的时候 西西和多多也喜欢凑过来一起看 看到那些争鸣可怖的怪兽 他们也不觉得害怕 晚上也没被惊醒 小宝得意洋洋的说 这个奥图曼就是哥哥 他快速的吃完饭 将自己奥图曼的道具服装穿上 西西和多多顿时瞪大眼睛 一脸惊奇 哥哥帅不帅 西西和多多气刷刷的点头 小乃鹰特别坚定 帅 小宝那个开心 抱着他们一顿猛亲 哥哥表演的好不好 两个弟弟哥哥笑不停 好 吃完饭 大宝小宝带着两个弟弟们去午睡 闺蜜二人闹 林峰收拾碗筷 阿虎现在很喜欢吃剩菜剩饭 花花在他的带领下 每天不吃一顿剩饭 就浑身难受 本来两条狗吃狗粮好好的 一切起因是从西西和多多吃腐食开始 问 吃腐食撒出来的饭去哪 A 他们的身上 B 地板上 C 被打扫干净了 D 被狗吃了 他们被狗吃了 阿虎以前的生活 林峰不知道 他不排斥吃狗粮 也不排斥零食 人类的食物偶尔接也会吃 可自从西西和多多吃腐食开始后 两条狗每天都蹲在旁边 等着吃洒落的剩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不仅要是小孩子的 连大人的剩菜剩饭也想吃 每次林峰收拾碗筷的时候 他们一脸等着头位 尾巴摇得可欢快了 去把狗盆拿来 两条狗听懂了 叼着狗盆就过来 一个个乖乖蹲好 等着放凉 来来来 林峰将剩下的饭菜 分他们的狗盆里 还叮嘱他们 不许打架 不许抢 两条狗埋头一阵炫 林峰收拾好厨房 两条狗已经叼着狗盆过来让他洗 真怪 出去玩吧 不要打架 林峰现在的口头禅 就是 不要打架 跟大宝小宝说 跟西西和多多说 跟阿虎和花花说 跟阿虎和小花朵说 夫妻两个商量好了 下午带上四个孩子 出去逛一逛 今天他们是主角 听他们的安排 哎呀 忘记跟你说了 你儿子 晚上要请客 有小双和他一起来的工作人员 好像还要请他同学 位置 就在自家开的酒店 你安排一下吧 成 我去看看小宝睡着了没 问问他是怎么安排的 小宝还没睡 还穿着凹凸曼服装 在家里 嘿嘿哈哈 妈妈跟我说 你晚上要请吃饭啊 除了小姨他们 还有你的同学 都有多少人 啊 我算算 这样我去打电话 现在孩子们的房间 基本都是他们自己整理的 看着堪比鸡窝的房间 凌风不由的动手 慢慢整理 喂 是我啦 晚上我请吃饭来不来啊 我们好兄弟 必须一起过节 今天节目能圆满完成 你们功不可没啊 把叔叔阿姨也一起叫上 人多热闹 好嘞 那就说定了 到时候不见不散哦 叔叔 是我啦 林自兴 就一套服装而已 我们是好兄弟 结拜了的 这样的 晚上我请客 地址在 忽略年纪提起年纪 其实小宝他们还不到十岁啊 就 就这么会人情世故的吗 挂完电话 小宝在本子上罗了一番后 确定了人数 要不要请你们老师 成 我打电话问问 有没有空 小宝拨通汪老师的电话 学生们放假 老师们还在学校忙碌着 这次五年级三班 可以说在学校出境风头 老师们吃完饭 正在办公室休息聊着天 第537章 我交送给女儿 汪老师收到小宝的电话 愣了一下 喂 紫星同学有什么事吗 小宝笑了两声 老师晚上有空吗 汪老师不明所以问 有啊 怎么了 小宝嘿嘿一笑 我晚上请客 地址就在 汪老师诧异了一下 就我一个人 还有别人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家长请示范 让孩子打的电话 小宝解释 还有这次表演的同学 他们的家长 六点半 我们不见不散哦 挂完电话 汪老师有点猛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 汪老师回想小宝那小大人的语气 没忍住校出声 紫星同学请客呢 办公室的其他老师 都不由得愣了一下 是家长 汪老师摇头 不是 是他自己的意思 这次参加表演的同学 和家长也要去 还有帮忙的工作人员 这是数学老师进来 刚才紫星同学给我打电话 说是吃饭 也通知你了 汪老师点头 嗯 有老师羡慕地说 这林紫星同学 小小年龄蛮会处事啊 人情世故这一块懂得挺多 有事还能想着老师 每个当老师的 谁不想自己教育出来的孩子 能成为动良之才 他们一个个 就像自己的孩子似的 操碎了心 又深爱着他们 自己付出一切 能被孩子们看见 记着 想着 林峰父子二人 算好人数后 就开始打电话订位置 开玩笑 老板请吃饭 必须要有位置 还要最好的包厢 睡吧 下午你们想去哪里玩 爸爸妈妈陪着你们 虽然弟弟们还小 我们也要给他们孤儿童节啊 不能少了他们 从孩子房间出来 冷梦寒和两个孩子 吹着空调 已经睡着了 阿虎在床边趴着 没见花花的身影 奇怪 狗呢 平时午睡可没少他 这时 门被推开 花花进屋 林峰眼睛一眯 盯着他 花花目光闪躲 然后找个离林峰远的地方趴下 不如如此 还将屁屁对着林峰 林峰走过去 毛茸茸的耳朵动了动 头埋得更深了 林峰蹲下来 捧着他的狗头笑了 与其非常肯定地说 是不是干坏事了 花花漂亮的眼睛 左看看右看看 就是不看林峰 让我猜一猜 你干啥了 顿了顿 是不是去冰箱偷吃了 花花的耳朵 突然变成了飞机耳 表情更是做贼心虚 脑袋也垂下来了 床另一边的阿虎站起来 凑着脑袋 正在看热闹呢 给 这就是证据 林峰从花花脸颊上 取下来一块肉片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 哎 花花立即将那证据吞入腹中 然后开始主人撒娇 变成了阴阴怪 林峰装模作样地 在他胖嘟嘟的皮皮上打几下 让你偷吃 让你偷吃 下次再偷吃 我就拿棍子揍狗 花花撒娇 脑袋在林峰怀里拱来拱去 这件事 我就暂时原谅你 没有下次 花花应该是听懂了 欢快地围着林峰打转 午睡起来 按照大宝小宝的要求 带他们去商场玩游戏机 上次买的币 还没怎么用呢 你们玩着 爸爸妈妈带弟弟们 买个六一儿童节玩具 给西西和多多最后一人 买了一个红色的气球 别的玩具都不要 就要这个 倒是会给我们省钱啊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你们节日快乐哟 林峰揉了揉两个孩子的发顶 又亲了亲他们 叮咚 恭喜宿主完成第一次 陪宝宝们过六一儿童节 奖励配方碎片X1 完成度80% 接着传来小系统的声音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祝宿主的两个宝宝 节日快乐 哎呀 应该是四个 祝所有宝宝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林峰忍不住笑了 谢谢 不客气大 能遇到就是我们的缘分 说完 就没有声音 除此之外 同样的气球还有两个 是送给大宝小宝 谢谢爸爸 气球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不算什么玩具 可弟弟们有的 他们也有 普普通通的气球 就变得不太一样 除了打游戏 你们还想要什么 大宝摇摇头 没什么想要的 想要的 你们也无法满足 确实 不用说就知道他想要什么 想在家里躺平 远离上学 那小宝你想要什么 小宝想了想 好像没什么想要的 现在我什么都有 不缺 夫妻二人健壮也没说什么 陪着孩子们 在游戏厅玩了一会 妈妈 加不上来就算了 这机器本来认为调试过 加不起来很正常 不行 我今天非要加起来送给你 之前 冷梦含见女儿在娃娃机里 加了好几次 都没加中心意的小玩偶 那小玩偶确实很漂亮 最后瞧女儿 一脸失望的放弃 冷梦含露起袖子 接替女儿继续加 他就不信了 还加不起来 嘿 加了十多次 愣是一次都没加起来 加上大宝的 一共三十多次 每次都加一个目标 结果一无所获 他好生气 这已经不是让女儿开心的事 是憋着一口气 大宝无奈的看着妈妈 心里还是期待能加起来的 去扫马领币 我在家十次没上来 我就要去找老板算账 冷梦含的爆脾气 被这个娃娃机给点燃了 这是最后一次 母女二人都非常慎重 脸上带着紧张 这一次 加起来开了 但是 他们不敢开心的太走 因为有前车之鉴 没准中途就掉下来了 稳住 稳住 也不知道 冷梦还是在说自己 还是说女儿 他们紧盯着 最后成功掉落下来 母女二人瞪大眼睛 张大嘴 接着发出一阵欢呼声 依依 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来 妈妈送给你 谢谢妈妈 六依依儿 同节快乐 这份礼物来之不易 不管他是否值钱 都显得意义不同 林峰陪小宝打篮球 看着爸爸一个个近框 一脸崇拜 爸爸 你好厉害 你还有肌肉依依 是不是经常锻炼啊 小宝发现 爸爸真的很厉害 这也会 那也会 第五百三十八章 你们在小宝面前 有点多余 西西和多多坐在推车里 看人家玩开车车 睁大眼睛 好奇地盯着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到了六点 一家人出发去酒店 开的是最好的包厢 一共四桌 横幅上还写着 六依儿同节快乐不说 包厢里还用气球 这些做了装饰 可见工作人员的用心 林峰一家前脚刚到 后脚就有同学 打电话问人在哪 我来见你们 等我 当看到好兄弟 还穿着凹凸曼衣服时 小宝特别后悔 哎呀 自己怎么把装备给忘了 可看到好兄弟 热得满头大汗时 小宝不由地安慰自己 没事 没穿就没穿吧 乖热的 他嘴甜 叔叔阿姨叫得热络 带着他们来到包厢 大人们坐下 两个小的 则是在酒店大厅 等其他同学 客人们陆陆续续到了 汪老师和数学老师结伴来 他们下班就过来 时间刚刚好 真的 家长们没想到 老师也在 就 就有些突然的 小宝的这些同学性格顽皮 请家长不说是家常便饭 但老师和家长都蛮熟悉的 汪老师 我们家孩子这段时间 在学校表现得如何 还不错 进步挺大的 吴一双 以及他的工作人员 还有林峰一家一桌 剩下的 就是同学和家长 以及两位老师 这次除了主演 群演也有份 以及负责不紧的同学也没忘 饭菜上齐全了 大家开动 汪老师和数学老师 今天都格外的平易近人 见同桌的家长和同学 有些放不开 便去了林峰那一桌 反正有空位置 不用打击 气氛还是很好的 大家有说 有笑热热闹闹的 吴一双大声说 小宝 你团的菊 你不说几句啊 小宝站起身 举起杯子里的饮料 今天是六一儿同节 首先祝我们小朋友 节日快乐 大家跟着举杯 这次有的是爸爸带来的 能喝酒的喝酒 小宝向他小领导似的继续说 第二呢 我们这次节目能圆满完成 离不开同学们的努力 我们一起喝个 同学们笑嘻嘻的 喝一口自己的饮料 小宝还是第一次攒局 左右看了看 第三哈 也离不开我们老师的辛苦 谢谢两位老师 汪老师 他其实也没做什么 都是孩子们自己在排练 这数学老师就更受之有愧了 自己不是班主任 几乎什么都没做 小宝很认真的说 还是因为老师相信我 给我这次机会 冷梦寒凑到老公耳边说 你儿子真会说话 林峰夫妇都不是善于应酬的主 大宝也不喜这种 偏偏小宝对这方面就很擅长 你说他耳濡目染什么的 也不可能 人家才多大 冷腹距离他们多远啊 最后 小宝看向笑音音的吴一双 最后感谢我小姨 给我们支持和帮助 还有几位叔叔 今天辛苦你们了 吴一双很骄傲的说 这是我干儿子 怎么样 袁宫笑着说 很厉害 我家侄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还在哭鼻子呢 他就已经开始主持大局了 这次 王浩同学也参加了不仅工作 也受邀在其中 他妈妈也来了 身为大宝的专属同桌 王浩同学进步肉眼可见 就连家长也感受到了 王老师还夸他脑子好使 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王浩妈妈 那也是没办法 自己其实也不想的 天知道刚开始那段时间 有多担心 生怕有一天 儿子回来告诉他 自己要赔十几万进去 如果有别的办法 自己怎么会铤而走险 现在看来 这办法是对的 只有大宝能治得住 从武力上打负自家儿子 王浩妈妈深知 自己儿子小时候就调皮 加上壮士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都把对方打得嗷嗷哭 说真话 自己也打不过儿子 嘿 偏偏一个长得漂亮 看起来瘦弱的小姑娘 把他儿子打得嗷嗷叫 身为母亲 他当然心疼 可是心疼劲过了 开心啊 哈哈哈哈 终于有人能收拾 自家的臭小子了 吼吼吼 吃完饭 没吃完的打包带走 小宝招呼老师 同学和家长 忙前忙后的 无一双错过来感慨 不是我说 我觉得你们此时此刻 有点多余了 冷梦 寒白眼过去 还用你说 都走了 就剩他们了 今晚上无一双几人 还要坐飞机回岩室呢 小姨 谢谢你 小宝抱着无一双撒娇 花了多少钱啊 我报账 无一双笑眯眯说 你有钱吗 小宝说 有啊 我在自己挣钱呢 就算不够 还有压碎钱 说嘛 到底多少钱 大宝过来 小姨 多少钱啊 我也有钱 无一双怎么可能找孩子们 要这钱呢 没多少钱 不用你们给 只要你们对小姨好 等老了孝顺小姨就成了 小宝态度很坚定的说 不要 小姨自己挣钱也很辛苦的 我们要给 冷孟寒也说 多少钱你说吧 无一双翻个白眼 我可是他们的小姨 半个妈 这是我做不出来 她又笑眯眯说 小姨挣钱虽然辛苦 可你们挣钱也辛苦啊 爸爸妈妈挣钱也是一样的 真要念着小姨的好 以后给小姨养老送中就成了 不说了 你们回去吧 已经快十点半 明天还要上课呢 今天她睡酒店 明天和员工一起飞回岩室 两个孩子舍不得无一双 又说了一会话才走 西西和多多 这会已经打瞌睡 人都迷迷糊糊的呢 回到家 林峰第一时间收拾两个孩子睡觉 小宝大宝也上楼洗漱睡觉 冷梦含糊完肤 给闺蜜发消息 谢谢你了 宝贝 不用谢 要不你把账结了 多少 我给你结 瓜皮 睡觉 好端端的 你怎么骂人呢 第539章 大门呢 大门在哪里 六一儿童节这次完美收官 小宝的节目在学校引起不小的轰动 让他这位小名人 在学校再一次人尽皆知 不过这些对小宝来说 他根本不在意 这次六一玩的开心 才是最重要的 今儿中午 孩子们在午睡 林峰找来工作人员洗泳池 回头住满水就能游泳了 叮咚 检测宿主宝宝 达成名誉成就 奖励抽奖一次 请问宿主 是否现在开始抽奖 许久不见的系统再一次上线 林峰看着忙碌的工作人员说 是 抽奖开始 蒋评有 再来一次 儿童智力提升页 系统的一次称赞 触发技能 写字楼一层 蒋评有 系统的一次称赞 谢谢参与 好运连连抽奖 运气提升200% 谢谢参与 蒋评有 谢谢参与 再来一次 谢谢参与 蒋评有 私人飞机一架 系统的一次称赞 谢谢参与 蒋评有 翻两倍 翻三倍 谢谢参与 语言天赋 男人的福音 蒋评有 半山腰独立私人别墅移动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林峰上次抽中的某传媒公司股份后 系统并没有给替补奖品 恭喜宿主抽中半山腰 独立私人别墅移动 恭喜腰 眼瞅着工作人员 已经将泳池清理干净了 林峰 半山腰独立别墅 男士有这个地方吗 返回去拿出系统的文件 林峰知道是哪了 大宝小宝出生那年 男士就报道 要着手修建独立别墅 还特意找了一个风水先生选址 说什么要打造属于男士独一无二的别墅 这些跟林峰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 他也没继续关注 后续就是因为造价太高 只修建了五栋出来 据说卖得非常艰难 不是别墅不好 全是因为太贵 男士啊 就男士这种城市 从开始的一个亿 到后来的八千万 林峰觉得开发商可真敢想 卖不出去是有原因的 但是也不是没有人买吧 毕竟男士有钱人也是很多的 林峰这边想着 打扫泳池的工作人员过来说完成了 让他检查 打扫得非常干净 林峰结完账后 看时间差不多该叫孩子们起床了 林峰坚持让孩子们 每天中午尽可能的睡午觉 这样下午上课才有精神 来水壶戴上 电话手表 最后大宝小宝人手一个苹果 西西和多多则是每人一小块 送完孩子 林峰开着车按地址 去了半山腰别墅 然后他发现自己 只能看到别墅的影子 这里没什么路 找了半天 大门也没见着怎么进 大门呢 这大门在哪 林峰继续开 本来对着那栋别墅 结果发现此路不通 又绕回去 让他开得有点火冒三丈 西西和多多 估计是察觉出爸爸情绪 沾满口水的苹果递过来 爸爸吃 林峰笑了一下 等一下哦 爸爸很快就能找到路了 正说着 一辆巡逻车从后面开过来 穿着制服礼貌文 请问你们做什么 找人还是办事 我找自己的房子 找不到了 对方也不觉得奇怪 毕竟有的人回小区都能迷路 更别说这种独立修建 在半山腰的别墅 别看人家只有五栋 呵呵 路况复杂着呢 一听事业主 对方大叫一个客气 先生 你的证件让我看一下可以吗 我需要核实一下 林峰拿出证件和相关文件 对方核实后笑着说 我现在带你们过去 林峰跟在巡逻车身后 绕了好大一圈 然后准确无误的来到他们的新家 林先生 就是这儿了 别墅外观修建的非常漂亮气派 一路走来 跟林峰看到的其他别墅外观是一样的 非常大 两扇大门得要人合力打开 林峰他们只能从小门进去 先把孩子安顿在这里 进别墅后发现小院子有池塘 池塘有亭台假山水泄楼阁 如果养鱼收拾起来 应该很漂亮的 院子很大 工作人员跟林峰介绍 后院是泳池 凉亭 赋一楼有茶室 台球室 饮院厅 多功能健身房 藏酒室酒吧 洗衣房 公共卫生间 保姆房和车库 这里有电梯 也有楼梯 工作人员带着林峰和两个孩子 乘坐电梯上一楼 带卫生间的主客房有一间 其余两个客房都用公共卫生间 挑高的客厅 餐厅和厨房相连 旁边是侧院子 可以烧烤举行派对 二楼 一共五个房间都自带独立卫生间 设计布局都很漂亮合理 还有一个客厅 三楼整层都是留给主人的 巨大的独立卫生间 巨大的衣帽间 巨大的卧室和阳台 书房和卧室相连 有个小茶室 有个小饮院 让林峰想不到的是 还有一婴儿房 电梯可以直打顶楼 看着全阳光玻璃房 以后种种花草 晒晒太阳 晾晒衣服都可以 整个装修以心中式风格呈现 一看家具这些都不是繁品 唯一有一点不好的是 林峰现在已经习惯全屋智能 现在有点不方便 独栋别墅外面还有一片区域 是业主可以使用的 种花种菜随意 装修风格和别墅的布局 林峰是喜欢的 系统奖励的东西 没有一次不符合他口味的 怎么出去 跟着我 我带您出去 林峰跟着他 开了一段路出去了 林先生 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以后您来还是找不到路的话 找我 我来接您 好的 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您太客气了 林峰回到家 给海哥打电话 半小时 海哥顶着太阳过来 小峰找个啥事 林峰正在客厅陪孩子们玩 有些诧异 海哥怎么来的这么快 我刚好在离这里 不远办点事 所以来的快 你找我啥事 是这样的海哥 我买了一套线房 就是全屋没智能 你看能给我搞一个布 可以啊 现在全屋智能安装 也不是什么男士 你大概什么时候入住 这边看看安排 各把月吧 我想等孩子们暑假就搬过去 我看看时间 海哥拿出手机看日期 成 我一定敢在孩子们暑假前 给你弄好 那我先谢谢海哥了 我们什么关系 你一个电话的事 说些就太惊外了 第540章 爸爸你的回答好敷衍 海哥这几年 在男士和严士两头跑 生意越是越做越大 人也变得越来越谦虚低调 别以为自己挣的钱就可以狂 他做这一行 见到有钱人太多 更多的是低调到完全看不出来 就比如眼前这位 你以为人家是一位平平无奇的男人 人家低调的很 半个小时候 海哥又迷路了 绕来绕去 差点没绕出去 最后还是给工作人员打电话 对方来接的他才找对门 我是来给业主安装全屋智能的 大海给对方打烟 这别墅卖出去几栋啊 我刚才绕了一圈 发现没什么人住啊 对方抽着烟 一共就五栋 卖出去了两栋 包括你那位业主 别墅挺好的 还有一栋 好像是什么当官送的 剩两栋现在还空着呢 肯定是卖的太贵 没人买 大海问对这个别墅有些了解 现在现房多少钱 工作人员吐出一口烟 几千万吧 我听说这房子是一栋一栋修的 到了第五栋的时候 开发商带着钱跑了 两个人聊着八卦时 不知不觉到林峰的房间跟前 远远的看着不觉得别墅大 走进一瞧 这是真的大 比林峰现在住的别墅大太多 而且外观非常气派 兄弟 你忙 我就在这里坐一会 忙完了我带你出去 好 我先去看看 将整个别墅逛遍的大海感慨 哇 这家具 这设计简直不要太好看 还有这布局 以后完全可以照着抄作业啊 他对林峰的事还是很伤心的 当初如果没有林峰 也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而且 以后还要托林峰的福 于是赶紧给自己的工人打电话 得知对方有空 让人赶紧过来 把设计师也一并带上 大海那边的情况林峰不得而知 回来后 给两个小家伙 熬点海鲜粥吃 伦母打来电话 二人聊了一会 大致意思 就是想接大宝小宝 去他们那边过暑假 林峰没意见 只要孩子们想去 自己不会阻拦 小峰 你在家吗 在呀 怎么了 车离子熟了 我摘了一些 过来给你们尝一尝 味道可好了 可以 产量怎么样 产量还不错 这次李子也快熟了 哈哈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啊 林姆劳两口来得很快 带了很多的车离子过来 品质都非常好 林峰尝一口 不错 味道很好吃 这车离子磕磕很大 水分很足 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西西和多多啃着果肉 吃得美滋滋的 看样子 对他也是非常满意呢 老两口看着 生怕两个小妖孙噎着 我一会给你小姨 还有如姐他们带去 再给你二舅一些 嗯 都行 过两天 我再摘一些回来 你这里不是 整个一个冷库吗 长时间放着 应该坏不了吧 下午老两口 去接孙孙们放学 哇 奶奶 车离子可以吃了 是啊 这两盒你 拿去给老师吃 家里还有 回去就能吃 成 不过我先偷吃一个 哈哈 小宝哒哒哒又跑回教室 汪老师和数学老师 都还没走 老师 你们一人一合 这是我奶奶自己种的 说完 哒哒哒又跑了 更一阵风似的跑了 汪老师哭笑不得 这孩子 这车离子品相不错呀 两个包装盒里面装了不少 办公室的其他老师 一人吃两颗 还剩很多 味道很好 馋得我都想自己 种点尝一尝了 水分足 比外面 卖丝毫不差 好吃 汪老师知道这水果不便宜 吃了一点 剩下的带回去 给家人尝一尝 大宝小宝一回到家 就开始熏了一大盆 冷梦寒回来 放下包就跑去洗手 一副小馋猫的样子 终于能吃了 好吃 自从接出车离子后 冷梦寒就天天盼着 什么时候能吃 现在终于如愿以尝了 爸妈 你们可真厉害 车离子种的可好了 说起这个 林夫就有好多想说 我们以前种庄稼 都没种这个上星 你妈更是日日盼夜盼 生怕种出来 又是什么离子啥的 好在最后是车离子没错 他这才松口气 说到这里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今年离子节的 比去年还要多 我和你爸商量 肯定是吃不完的 回头拿室里卖 大宝小宝 你们今天暑假在哪里过呀 要不要在奶奶乡下来啊 要 我要和你们一起卖离子 好 到时候卖的钱 爷爷奶奶也分给你一份怎么样 好呀好呀 晚上睡前 林峰想着白天冷母的电话 给两个孩子说 今天外婆打电话 想让你们去他们那边过暑假 你们晚上考虑一下 得空回个电话过去 下次再去吧 我要陪爷爷奶奶卖离子 我还没卖过水果呢 大宝呢 我也下次再去吧 既然决定了 那你们就给外婆打个电话过去吧 接下来的这几天 家里车离子就没断过 转眼 暑假即将来临 两个孩子的成绩 大宝都是A家 小宝是A 对于这样的成绩 大人和孩子们都很满意 姐姐 你打算跳级吗 放假当天晚上 小宝有点胆战心惊的问姐姐 自己暑假快不快乐 就全看姐姐的计划安排 大宝看他一眼 不打算跳级 我要考本市最好的中学 所以六年级 我要全力以赴 从出生到现在 就是跳级那半学期 姐弟二人分开过 平时都是在一起 小宝可不想和姐姐分开 我要跟你一起考最好中学 暑假作业都是按评分布置 考得好作业就少 考得不好作业就多 大宝喜欢这样的安排 因为这次暑假作业最少 花三天时间就完成了 作业还剩下98%的小宝 孩子一放暑假 神兽回家第一天开始 西西和多多 开始黏着哥哥姐姐 爸爸妈妈 呵 一点都不香了 冷梦寒酸溜溜的说 那正好 暑假不用带你们 我乐得轻松 老公你说是不是 林峰给他喂水果 对 老婆说的对 一旁的小宝笑着说 爸爸 你回答的好敷衍哦 林峰 你可闭嘴吧 第541章 去看望老朋友 今年暑假 林峰一家带着孩子们 和一猫两狗回乡下 浩浩荡荡 可谓是热闹得很 德叔这几年 看着老了很多 年后病了一场 还是林峰去医院照顾的 出院后 精气神就没以往好了 一脸的憔悴 哎呀 一大家子都回来了 这一下可热闹了 刚到家没议会 一条黄狗来找花花玩 花花冲着林峰叫了几声后 带着阿虎 迈着欢快的脚步走了 林峰见少了 另一条白狗的身影 不由地问 还有一条狗呢 林母说 死了 林峰微微一惊 死了 怎么死的 每次花花回家 这两条狗 都会第一时间来找他玩 从来都是如此 林峰每次都会带一些狗粮 罐头 临时招待他们 不是年死 也不是吃农药 也不是打死的 就是老死了 林母感慨地说 狗主人还特意过来 跟我说了这件事 他们把狗埋扇上了 谁也没说 怕人家惦记吃了 林峰回想那条白狗的身影 就连冷梦寒都感慨着 一旁的大宝小宝 神色难过 花花知道了 肯定会很伤心吧 吃饭时 花花带着阿虎回来了 能看出来没什么精神 无精打采的样子 吃完午饭时 太阳正晒 大宝和小宝非要出去玩 谁劝也不听 林峰知道他们 这么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把他们拉到一旁 温声细语询问一番 爸爸 说了你就让我们去吗 只要不是去做危险的事 爸爸是支持的 大宝小宝互看一眼 最后还是大宝开口 奶奶说 那条大白狗葬在山上 我和弟弟想去看看 林峰心中一动 那爸爸跟你们一起去可以吗 两个孩子小脸 瞬间展开了花 林峰沉吟后又问 那我们怎么去呢 又不知道路 小宝说花花知道 可以让花花带路 林峰 他想问花花知道吗 心里虽然疑惑 可既然答应了孩子 那就说到做到 林峰说有事 带着孩子们和两条狗走了 这 林母看傻眼了 让他劝两个孩子 怎么自己也跟着走了呢 冷梦寒沉默一下安抚 林峰知道分寸 这么做肯定有他们的目的 再说有林峰在放心 林母想了想 也是 如果没小峰我才应该担心 太阳正晒 两个孩子戴上墨镜 父子三人跟在花花的身后 尾巴后面是阿虎 林峰的背包里 拿着狗粮 狗罐头 经过路边时 看到有野花时 大宝小宝都会摘一些 以为会很热 其实还好 就是蚊虫比较多 好在他们早有准备 穿着长裤 带着水袖 身上喷着蛆虫药 一路上还算好的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 林峰看了看陌生的环境 心里打鼓 花花虽然聪明 但是她真的能听懂意思吗 回头她理解错意思 还以为跟着我们瞎逛怎么办 想着想着 又走了一段路 放眼看去周围 一个人也没有 估计是在睡午觉吧 来 喝点水 两个孩子喝完水 又走几分钟 发现花花停在山上的 小树林不走了 爸爸 我们到了 几人走过去一看 发现这里有个小土包 周围用石头围起来 好像是做记号的 花花在旁边刨了几下 然后看着他们 林峰没想到 花花真的把他们 带到这个地方来了 也不枉费他们 走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就是这里了 父子三人拿出狗粮 罐头 零食 还有鲜花摆着 大白 我们来看你了 你是花花的朋友 也算是我们的朋友 给你带了这些 应该很喜欢吃吧 喜欢的话 就多吃点吧 林峰站在山后 他们家的两个孩子 心地可真善良啊 半小时过后 他们准备回去 还是花花在前面带路 阿虎走在最后 回去的路上 不用花花带路 林峰都知道怎么走 到家时 父子三人 已经是满头大汗 去睡一会吧 两个孩子上楼躺着 睡没睡 林峰不知道 进屋发现 冷梦寒正在玩手机小游戏 怎么没睡 本来想睡的 西西和多多 闹得他们睡着了 我反而睡不着 玩一会小游戏 他坐起身 你们父子三人 干啥去了 林峰去洗把脸 你猜一猜 冷梦寒说出自己的猜测 是不是找大白去了 林峰反问 你怎么会这么想 冷梦寒叹口气 说起大白的时候 两个孩子的神色不对劲 那你们去了这么久 找到了吗 林峰又说 你猜 冷梦寒呵呵搭 你猜我猜不猜 林峰没吱声 最后还是 冷梦寒这边没忍住 给老公撒娇 老公 找到的 是不是让主人带你们去的 不是 是花花带我们去的 骗 骗人吧 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吗 起初我也是不相信 的事实就是这样 嗯 花花应该是小黄带她去 夫妻二人一阵感慨后 夫妻二人相拥睡去 下午 一家人去地里 看到好多好多的李子 至于车离子林姆自己留了一些 剩下的都改袭了 放在冷藏库里以后慢慢吃 就冷梦寒母子三人的速度 吃不了多久 哇 好多李子 小宝迫不及待地摘一个吃起来 田中带点酸脆脆的很好吃 每棵树的产量很多 多的把枝叶压弯了多 真是硕果累累 先摘一些回家吃 明天一早摘了去市里卖 好 我要跟奶奶一起卖 好 到时候钱我们平分 摘一些回去 自己留一些又给关系好的乡亲们 送了一些去果 村里有人家也有一两棵李子树 味道差强人意 卖出去也没人吃的那种 在林峰的印象里 自己小时候不说挨家挨户 至少有很多户人家都会种一棵 你吃我的 我吃你的 成为孩子们夏天的水果之一 现在 老年人不好这个 年轻人又不在家 没人吃这个 索性都没有种了 现在的李子虽然好吃 在林峰深处 那酸酸的李子也很好吃 第542章 小宝做生意 男士的菜市场奶人多 奶卖的便宜 林峰都知道 天未亮 老两口就带上装备 去地里摘李子 用的火三轮 林峰起来时 没见到二老 知道他们出去忙了 烧火做饭 柴火烧出来的饭菜 的确很好吃 即便是夏天再热 林峰也会用灶火做饭 熬了粥 凉拌几个可口的小菜 此时太阳 已经从另一个山探出了头 看样子 今天又是一个 列阳高照的一天 花花和阿虎 一大早也不知道去哪了 看看时间点 西西和多多 估计醒了 上楼一看 林峰震惊了 床边旁边放着婴儿床 婴儿床旁边是窗户 全都是纱窗 纱窗配有童锁 外面还安装了防护栏 孩子卡头都卡不到的那种 然而 西西和多多 就跟蜘蛛侠似的 上墙了 林峰完全不知道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等孩子们发现他后 巴搭摔自己小床上 小床结实 铺了一张小凉席 枕头是用绝名字做的 林峰走过来 看看孩子们 又看看窗户 摊牌吧 你们是不是蜘蛛侠 有特异功能 两个孩子一脸茫然的看着他 完全听不懂 爸爸在说什么 忽然 西西浑身一个哆嗦 林峰脑袋没反应过来时 身体已经开始有所行动了 抱着西西冲去厕所 回来时候就看见多多站在婴儿床 穿着开裆裤 他隔着围栏空隙开闸放水 林峰 怀里的西西健壮 愣是努力地挤出了那么几滴 林峰 多多这开闸放水挺有水平啊 裤子和小床愣是没打湿 林峰收拾完 就带着两个小的下楼吃饭 刚吃完 两老人开招火三轮回来了 满头大汗 身后还跟着花花和阿虎 大家吃过早饭后 小宝跟着爷爷奶奶去卖里子去了 大宝躺在摇椅上 手里拿着一本故事会读着 他虽然不爱上学 可是却很爱读书 什么书都能看上一二 遇到不懂的 自己去查资料 查资料也不懂得 就问冷孟寒 林峰夫妇在家带两个孩子 此时两个小朋友 顶着太阳过来找小宝 他没在家 你们也可以玩啊 几个孩子瞅了瞅看书的大宝 摇摇头蹦蹦跳跳结伴走了 冷孟寒寻思着 也不知道小宝他们的李子 卖得怎么样了 另一边 现在卖李子的 也只有爷孙两人 林峰已经带着李子去找赵局了 赵局说 中午给爷孙二人送饭过来 这天实在热了就不卖 菜市场早上卖菜的人超多 爷孙二人一大早就选了一个三叉路口的好位置 还吃巨子买了一个录音喇叭 快来看快来瞧了 特别好吃的品种李子哦 不买绝对后悔呢 小宝长得可可爱爱的 嘴又甜 但凡路过的人都会问上两句 大家都会尝一颗 味道确实不错 而且一看就是新鲜摘下来的 李子卖得很快 中途还遇到同学家长 也来照顾生意 林峰一听是同学的家长 又送了一斤 李子一上午卖得很快 比街对面的同行卖得快多了 爷孙二人乐呵呵的 可不可啊 想吃雪糕不 旁边有超市 拿钱去买吧 爷爷你要不要吃 爷爷不吃那东西 爷爷带了水的 爷爷喝水就成 好嘞 到了中午菜市场 也没什么人 林姆骑着赵局的电动车过来送饭 一看卖出去了这么多 有些惊讶 这多亏小宝才卖得这么快 回头爷爷分给你三分之二啊 小宝咧嘴一笑 不用爷爷 快吃饭吧 林姆见爷孙二人吃完饭 笑着说 小宝跟奶奶回一婆家五睡一会 小宝打着哈欠 不要 我要跟爷爷在一起卖李子 奶奶你自己去睡吧 林姆皱眉 外面太阳这么多 你中暑了怎么办 听话 跟奶奶回去 小宝摇头 指着某处说 我体质好不会中暑的 人家小朋友也跟家人一起卖 我也可以的 对面是个卖西瓜的父子 不过人家不是火三轮 是小卡车 说什么也不走 谁劝都不好使 林姆瞪一眼林妇 林妇一脸无辜 你看我干嘛 我又做错什么了吗 小宝年龄小小 但是人家 降脾气 可不小 一旦认定的是 谁来都不好使 林姆急啊 这毒太阳感冒了 可怎么办 既然孙子不走 那她也不走 陪着孩子防止中暑 中午基本没生意 棚步一盖 小宝就去找卖西瓜的小朋友玩去了 林走手上还提了两三斤的李子过去 对方父子有点意外 小宝这么会做事的吗 来 这半个西瓜给你们拿去吃 谢谢叔叔 小宝拿着西瓜哒哒哒哒 跑去给了爷爷奶奶 又折返回来跟小朋友玩 西瓜老板是非常欢迎 有小朋友找自家孩子玩的 小宝有个小背包 里面放着他的水杯 玩具 零食之类的 哇 你好多玩具啊 哈哈 都可以借你玩一会儿 小孩子三言两语就能玩到一起 旁边就是个超市 老板买了两个小布丁过来 谢谢叔叔 作为礼尚往来 小宝送给小伙伴一个小玩具 吃了叔叔买的雪糕 那这个就送给你吧 真的送给我 真的 拿去玩吧 大人们虽然不了解玩具 可人家看得出材质好坏啊 好的材质做工肉眼看就是不一样 男人能看出 小宝带的这些玩具 应该不便宜 让自家孩子不要收 小宝笑呵呵的说 是我自愿送给弟弟的 为什么不能收 我又不找他回来 小朋友看向爸爸 满眼都写着想要 西瓜老板笑了一下 那就收着 记得谢谢哥哥 小朋友顿时还点洗地的说 谢谢哥哥 小宝摆手 不用谢了 我们继续玩吧 不一会 另一个小朋友过来 你们在玩什么 原本两个人的队伍 人越来越多 围在一起 林母也不知道 他们在玩什么 下午 菜市常人渐渐多了起来 不玩了 我要去卖李子了 你们玩吧 小宝走得干脆利索 蹦蹦哒哒回到摊位 正好这是有客人来 小宝蹦跋到他身边 漂亮姐姐 这是我爷爷奶奶自己种的李子 可好吃了 你尝一下 不好吃不要浅 第五百四十三章 他们想和爸爸了 小姐姐微微一愣 看着眼前小脸淡红扑扑 脸上和脖梗上 都是汗水的小朋友 怎么瞧着这么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却又一时间想不起来 不由得想逗逗他 那我买回去不要钱 可以来退吗 可以啊 但是你要吃了 才知道甜不甜 不吃怎么知道 我们这里不接受 吃过再退钱的哈 那如果我吃了超过一半 发现都不甜 可以来退吗 哎呀小姐姐 万一剩下的一半 变得好吃起来呢 试一试吗 小姑娘觉得这个可爱得很 本来没打算买的 她也不爱吃这个 既然这个孩子极力推销 那就买一两斤尝尝先吧 来再送你几颗 好吃下次再来哦 好 林母笑眯眯的说 还是小宝会做生意 这嘴会说 林父也笑呵呵的说 以后做生意成世界首富 六点过 一车子的李子就卖完了 还剩下了一些品香不好的 回去自己吃 走的时候 小宝给小朋友打招呼 你明天还会来卖李子吗 妈呀你呢 明天也在这里卖吗 两个小伙伴约定好 明天各自带玩具过来 一起玩 回到家 林峰已经做好晚饭 小花朵时不时听到喵喵叫几声 也不知道在哪窝着 今天成果不错呀 林峰夫妇看见车里 就只剩下一小口袋的货 有些意外 今天多亏小宝这张巧嘴 没有他就你爸这个笨嘴捉舌的 能卖出去多少 林父复合着说 对对对 我笨嘴捉舌卖不出去 小宝最厉害 林母笑 我说错了 林父反问 既然你也在那 怎么不出分力 林母笑呵呵的说 我比你还笨嘴捉舌卖不出去 林父愣了一下 你 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吃过晚饭 林父开始算账 招手让小宝过来 小宝 这是你的那份 好嘞 明天我还要跟爷爷一起去卖李子 必须啊 没有你 我这里子卖给谁 还得靠我们小宝才行 小宝哒哒哒跑到姐姐跟前 那 姐姐 大宝正在看书 给我做什么 今天我什么都没干 小宝想了想 养你啊 以后我挣了钱 都分你一点 别嫌少啊 大宝愣住了 说真的 今天分的这些钱 买个玩具就没了 但他意义不同 这是小宝守了一天的生意挣来的 这是小宝说要养姐姐的第一笔钱 觉得少啊 那我再分你五十 不用 你帮我揣着吧 以后我没钱了 你再养我 现在我还有钱 也成 林丰夫妇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 就给他们办过宝宝卡 存钱用的 晚月 百日宴 周岁 生日这些收到的礼金 林丰夫妇都存在那张卡上的 现在小宝过来说 自己要弄一张单独的银行卡 以后自己挣的钱要存起来 自己挣的钱不一样 要单独存 可以 等开学 妈妈就去给你看 这钱 你就自己先存着可以吗 好 第二天 还是那个时候 小宝跟着林妇一起去卖礼子 林母婆媳二人 以及大宝照顾两个小的 林丰回市里办事 办的这件事 就是搬家 大海叫来的专业搬家团队 东西不用林丰自己整理 他们会原封不动的打包进箱子 再原封不动的拿出来 家里最贵重的东西 除了冷梦寒那些珠宝首饰外 也就剩下系统奖励的财产相关证件 这些林丰早就和珠宝首饰 金条 统统放进保险柜了 林丰和大海坐在客厅聊着天 看着他们井然有序的打包搬东西 半山腰那边拎包入住 家具什么完全不用搬 一上午的时间 二十多个搬家工作人员 打包好搬过去 林丰和大海跟着他们一道过去 小枫 那别墅空出来 你打算怎么处理 空着浪费 打算租出去吧 一品江山的那套房子 现在也是出租出去的 等这位租客不租了 林丰考虑 要不要再重装一下额 系统奖励的品位没得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品江山的老房子装修风格 依旧能打 这件事把我身上 谢海哥了 都是兄弟说谢就太监外 东西几个小时后 就原封不动的归类整理好了 林丰检查一番后 确定没问题 大海说 后续有什么问题你找我 我来给你处理 回去的时候 已经八点过了 到马路口时 就看见两条狗的身影 定眼一看 是花花和阿虎 看样子 已经等了有段时间了 上车 开了车门 两条狗窜上来 自觉地坐在最后排 你们是在等我吗 我今天出门半点事 到了院子停好车 大宝小宝抱着 两塞挂裂的西西 和多多出来 怎么了这是 又打架了 大宝说 不是 弟弟们看见你没回来 哭着找你呢 林丰今天在外面忙了一天 一天没见西西 和多多也怪想的 瞅着一个个见了自己 小表情别提有多委屈了 顿时心疼坏了 左右个抱一个 林丰轻轻这个 又轻轻那个 轻声哄着 两个小脑袋趴在胸口 抽抽搭搭的 异常乖巧 也不哭不闹 林丰进屋 林母给儿子盛饭 我以为他们不想我呢 正常 在身边的时候不想 走了就想 小孩子就是这样 林母过来 伸手想要抱小孙子 西西和多多都偏头不动 大宝小宝来把弟弟抱下去 让爸爸吃晚饭了 结果还是不同意 就要窝在爸爸怀里 哪也不去 黏人得很 那大宝小宝 你们谁为爸爸 我来吧 吃完饭 林丰准备 给两个小家伙洗澡 还是不下来 你们不拉臭臭 不吁吁的吗 两个小宝贝 眼眶里还挂着泪 饭困的在爸爸身上蹭了蹭脸 打着哈欠 就是不下来 行吧 那你们就这样睡吧 冷梦寒过来问 老公 你抱得动吗 林丰表示没问题 他们不调皮捣蛋 我是抱得动的 老婆你去给他们洗个把脸 擦个手 趁着宝宝们没睡之前 简单洗漱一下 第544章 其实他们家有钱 林丰抱着他们在房间走来走去 20分钟后 两个小脑袋搭拉在胸口睡着了 各自还紧紧的 捏着林丰胸前的衣服 生怕爸爸跑了似的 冷梦寒过来抱孩子时 一个个拽得紧紧的 看 家里两个小的还怪想你的 当然 我是他们的爸爸啊 夫妻二人躺下 冷梦寒随口问了句 老公 你今天忙什么去了 哦 之前不是投资吗 和街头人碰个面聊了一会 林丰本来是要跟冷梦寒说的 后来想了想 干脆给老婆孩子一个惊喜好了 冷梦寒不宜有他 对林丰的话深信不疑 他对生意和投资方面的是不懂 所以也没追问 打着哈欠 搂着老公沉沉睡去 虽然家搬完了 接下来就别墅这边 还要找人清洁打扫 人是大海安排的 但林丰还是要去盯着才放心 几百平米的清洁 从早上做到晚上十点过才收工 林丰给老婆打电话 今天西西和多多因为 找不到爸爸 还在嗷哭呢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 西西和多多强称的睡意就是不睡 等看到林丰回来 两个孩子跑过来 要爸爸抱抱 林丰轻轻这个又轻轻那个 听家人说 两个孩子一天都在找爸爸 哭了好几次 孩子们困得不行了 林丰抱在怀里不到十五分钟 就困得睡着了 安顿好两个孩子 林丰才吃晚饭 林母感慨着说 你是没瞧见这两个孩子发脾气的样子 天啊 哭掉断气了似的 大宝小宝的话也不好 就是要找你 说完还拿出手机拍的视频 你看看 看时间是下午八点左右 两个孩子到处找爸爸 找不到就哭 平时最听大宝小宝话的两个孩子 哭到哥哥姐姐怎么哄都无济于事的 最后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嗷嗷哭 嘴里喊着爸爸 那表情 那背影戳得林丰好心痛 你们可以给我打视频的电话的 打了之后 两个孩子肯定哭得更凶 你的是要紧 第二天 林丰发现多多和西西格外沾自己 也很乖 比平时听话多了 别以为人家小不懂 其实人家心里明白着呢 今天林母有事 大宝跟着他们一起去卖李子 中午赵局送饭过来 换地方了 是在另一个菜市场 大宝坐在小板凳旁边看名著 小宝叫麦吆喝 姐弟二人一进一动 姐 你可不可 要不要吃雪糕 我有水 不吃雪糕 你自己买了吃吧 今天他们位置选得好 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来 人来人往 见一老人带着孙子孙女来卖水果 有善良的人 不免动了恻隐之心来买 当然 也有的人见着李子确实不错 多买了一些 一上午下来 卖出去了不少 哎呀 大爷你们今儿在这里卖啊 我买的李子吃完了 想再买一些 没找到你们人 现在金又碰上了 来个五金 我们换地了 你觉得好吃再买点吧 这地方 我们过几天又要搬了 好吧 再来两金 这是你孙女吗 长得真好看 现在还看书呢 好爱学习 哈哈 这是我孙子 这是我孙女 他们是龙凤胎 那大爷 你好服气哦 中午 爷孙二人最担心的 就是大宝中暑 这白白净净 文文净净 瘦瘦弱弱的看着 就娇滴滴得宠着 此时 小宝自动忽略 姐姐是大金刚女的事实 大不了一会喝点药就成了 灵妇给孙女打扇 小宝去超市买了一个电动风扇 姐姐 给 谢谢 来坐我旁边一起吹 不用 我不热 你自己吹吧 下午 有个同班同学过来 他外婆一想是同学家长 照顾生意买了三斤 小宝和对方聊着 大人们这边聊着 大宝则是继续看书 乍看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 这是你们自己种的 可以啊 味道不错 嗯 产量高 我们吃不完就摘下来卖 嗯 挺好的 聊了一会 这位外婆带着孩子离开 走了一段路后 忍不住训斥外孙 以后花钱节约点 你看挣钱多不容易 你同学陪着爷爷卖水果 大热天的多热 多辛苦啊 他们家可有钱了 我妈说 他们爸爸身价几十个亿呢 外婆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哦 就是你们班上那对跳级的龙凤胎士吧 接着又训斥外孙 你看同学家里这么有钱 都在很努力的挣钱 你也要节约知道吗 孩子点点头 走了几步后 外婆 我想买那把98k 打水蛋那个 外婆问 120块钱那个 孩子犹豫后点点头 嗯 外婆瞪他一眼 今天买了凹凸曼花了35 买了那个啥15 又买了两个金木人5块 外婆没钱 外孙跟着自己 每天不是买买买 就是在买的路上 一天下来 少说一百来快 他遭不住啊 孩子撒娇想买 外婆没好气说 我看你才像98k 回家读书写作业 暑假过去这么多天 你写了几个字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李子终于卖完了 还剩的一些 留着给林峰加持 小宝赚了不一笔 不小的费用 等开学之前 就给他存好 李子卖完了 小宝也终于能 轻松轻松 和乡里的小伙伴玩耍 今年暑假 有父父母带着他 出去旅游了 明后天就能回来 和小宝一起玩了 小宝跟家人 打声招呼后 蹦蹦哒哒的 跟小伙伴出去玩了 林母在后面 不放心叮嘱 不要去水库边 也不要下河游泳 听见没 万一会就回来 几个孩子回应 知道了 很显然 他们不想跟大宝一起玩 第545章 自己的架自己打 看大宝神色 他显然也是不想 和大家一起出去玩 大宝性格懒散偏宅 林峰夫妇 也没要求女儿 非要出去社交 他想怎么就怎样吧 孩子快了就成 回头冲林峰 几人挥手 放心吧 我会看着弟弟的 不会让他去危险的地方 大宝这孩子靠谱 有他在林峰夫妇 都能安心很多 就连林母 也不由得松口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宝在大人心中 变得比小宝稳重多了 下午 林母接到电话 有个乡亲 请林夫过去帮忙 那边人手不够 希望能去帮几天的忙 现在老两口 在乡下除了那些果树外 就种了两块地 一天比其他人清闲得很 乡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喊一声二人都会去 人员好得没话说 但 只要是找他们借钱 或者是找林峰办事 两口子也不客气 直接拒绝 借几百 一两千什么有借有还 实在困难 不还也没事 借多了肯定没有 就算有也不借 除了人命关天的大事 那另当别论 至于人家怎么想 夫妻二人看得也开 志同道合能走到一起的 人家自然不会为难你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体谅 你还被地里埋怨你的那种 花钱找罪受 他们家的钱 又不是大风挂来的 最烦什么道德绑架了 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十年 乡里乡亲 什么秉性他们还不知道 现在还能走到一起 能让老两口出钱又出力的 那是关系真的好 比如这家 林峰小时候 经常去他们家吃饭 当初林傅凑不出来学费时 他们家二话不说就掏钱 林峰现在也都记得 村里哪些对自己好的 逢年过节他 都会包个吉利书给他们 我去吧 让爸在屋里休息 还是你爸去 西西和多多一天 看不到你哭得跟什么似的 早上我出门的时候 他们还没醒 毛我中午回来吃饭 下午走的时候 他们还在午睡呢 这天气都是早上五六点起来干活 临近中午才回家吃饭 下午四五点在下地 那时两个小的正在睡觉呢 林姆犹豫一下 成吧 等西西和多多睡着后 林峰开着火三轮去帮忙 对方见来人是林峰 赶紧迎上去 小峰来了 林峰看向我外面地里的稻田 撸起袖子着手忙活 没一点有钱人的架子 小峰还是以前的那个小峰 就算挣到钱了 也没把我们给忘了 大家不由的感慨 回忆往昔 林峰跟着他们 烙起自己的成年旧事 这些老人家 好像一直活在过去 每次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林峰不觉得烦 还是很喜欢跟他们聊起 如果他们忘记了 谁还记得这些事呢 林峰利器大 动作快 没一会就看见跑大家前面去了 还是年轻人动作快 不像我们这把老骨头 还能活动几年哦 可不是 明年我不中这么多的庄稼了 够自己吃就成 早就应该这样了 这把岁数种这么多 累出并来受罪的还是自己 别指望儿女 指望不上的 话也不能这么说 你看人家小峰 这才是养儿防老 我们那几个 算了吧 我们也不能什么事都拿出来 和小峰比 龙生龙凤生凤 生个老鼠会打动 自家生的种嫌弃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报应 这把岁数看开一点就好了 中午 主人家请吃饭 林峰婉拒 我家两个小的年人 不见着人的哭给我看 还有两个大的得 监督写作业 纳成 你忙 今天谢谢你了 写啥 都是一个村的 下午 我再过来给沈子哥 不用不用 下午你忙你的 我们够用 年轻人立即大动作快 我来帮忙要快一点 下午间啊 林峰回到家时 林副已经做好饭菜 就等他 西西和多多 穿着软底小凉鞋就跑过来 一件抱他们 而是去洗了一把 这可不得了 两个孩子嗷嗷哭 跟在林峰身后 一声一声叫着爸爸 林峰不仅洗了脸 又换了一件衣服 免得上面碎渣 弄伤宝宝们 蹲下来 两个孩子争先恐后 扑进爸爸的怀里 林伍有些哭笑不得 没见你回来之前好好的 一听你的声音 马上就变成小哭包了 这时 小宝顽皮 爸爸 我也要抱抱 林峰招手 来 爸爸抱 大宝也来 大宝表示拒绝 我不凑人多哈 小宝抱着两个弟弟 林峰抱着小宝 一幅温馨的父子四人画面 吃饭吧 细细和多多饭已经吃了 现在坐在凉席上看动画片 林峰两个小宝 你们今天上哪玩去了 小宝歪着脑袋想了想 没去哪 就是去水田里找鸭蛋去了 有的水田里 鸭子会在里面下蛋 而且还有黄鳝出没 说起黄鳝 林副扎把嘴 小峰 要不我们晚上去搞一点黄鳝回来吃 林峰没意见 成 这种热闹 怎么能少了小宝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林骨说 半夜一两点出门 你起得来吗 小宝非常肯定的说 肯定起来的 只要我想做一件事 我就一定可以做到的 林峰听完 不由的笑了笑 成 那今晚上叫你 大宝一起吗 大宝摇头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这时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西西和多多打起来了 嗷嗷哭 不管 不哄 不参与 要哭就哭吧 两个小家伙发现 不管他们怎么哭闹 都没有引起大人们的注意 别别嘴哒哒哒哒跑过来 一个找哥哥 一个个找姐姐 想让他们给自己报仇 小宝偷偷在多多耳边说 我打不过姐姐啊 多多眨巴着满含泪水的大眼睛 一时间张着嘴没说话 西西去找姐姐 泪水哗啦哗啦掉 指着多多说告状 姐姐 打我 他打我 大宝给他擦泪 鼓励他 那就打回来 去吧 西西牵着姐姐的手 打他 打他 大宝摇头 你自己打吧 姐姐不帮忙 自己的架 自己打 第五百四十六章 二老有点怕怕 大宝小宝哪里肯帮忙 西西和多多算是看出来了 赶紧去找爸爸妈妈 告彼此的状 林峰笑眉眉说 你姐姐说得对 自己的架自己打 去吧 兄弟二人打架 多多是力量型选手 西西是脑力选手 每次西西都吃亏 但是西西每次都秋后算账 逮着机会就揍多多 让多多无计可施 最终 谁也不帮 两个孩子最后气鼓鼓地看着对方 全是对彼此的嫌弃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最后又变成相亲相爱的俩兄弟 睡前小宝再三叮嘱 你们去抓黄山的叫我 一定要叫我 夜里凌晨一点左右 林副瞅着这个点 还是不要叫孩子 让他好好睡觉长身体 肯定是要叫的 回头醒了说 我们说话不算话 又得闹脾气 成吧成吧 叫醒了问问他去不去 不去就算了 有时候孩子只是嘴上说一说 瞌睡来了 哪还记得这么多 林峰去小宝屋里 轻声叫醒孩子 小宝起床了 我们要去加黄山了 你来不来 小宝此时睡得正香 多当了一句什么 转过身继续睡 小宝 确定不去 爸爸可是叫了你的哦 这就是以视频为证 林峰又叫了两遍 小宝困得不行 不去 我不去 我要睡觉 既然都这么说了 林峰也没必要再叫 亲手亲脚下楼 起了吗 太困了 起不来 我们走 拿起手电筒 穿上雨鞋 带上水桶 各拿火钱走着 我记得以前他会满天烦心 现在星星都怎么瞧不见了 是啊 那时候借着月亮 就能走路回家 现在不行了 我们去哪里抓黄膳 跟我走吧 也不知道今晚收获如何 现在的田地庄稼 林峰都不知道谁是谁的 记忆中这一块田 好像不是自家的 爸 这是谁家的田 父子二人分开行动 林峰势力好 动作快 一家一个准 伴随着崇鸣挖叫 父子二人见对自己收获不小 碰头准备回家 我看看你 哇 这么多 爸 你也不错呀 个头还大 说我们选的地方不错 走 我们回家 看时间已经三点过了 可不能再耽误 他这老身子骨熬不了夜 林峰开的门 打着哈欠 看父子二人大丰收 顿时人清醒了一些 快睡吧 明天红烧 第二天 林峰一大早去帮人收稻子 小宝得知自己 昨晚上爸爸和爷爷去加黄膳了 那个生气啊 你爸爸叫了的 太亏你说不去了 他还录视平当证据 小宝看着那么多的黄膳 嘟着嘴问 爷爷 你们今晚上还要去吗 林峰摇头 加了这么多狗吃了 不去 小宝的嘴巴长得 可以挂包包了 林峰拿来火钱 给 你家吧 这样过过营业城 感觉都不一样 小宝叹口气 改天你们在家的时候叫我吧 随后拿起平板开始玩游戏 为了不被西西和多多看见 他躲到爷爷奶奶的房间玩 开着空调玩游戏 别提有多舒服了 砰 砰 砰 小宝赶紧把平板往床头架一放 起身的时候 平板落进缝隙里 完全没发现 一开门 外面站着两个小可爱 扯着他的裤子 要出去玩 两个小家伙 也特别喜欢扭扭车 要哥哥姐姐带他们玩 平板 就这样落在缝隙中 被小宝给忘了 中午 林峰回来 拿出拍摄的视频 看吧 爸爸叫了你的 是你自己没起来啊 在证据面前 小宝还能说什么呢 中午 有一道菜等着林峰做 红烧黄扇 黄扇是老两口拿到后院 背着孩子们偷偷杀的 乡下的柴火 可比燃气造大多了 炒菜特别好吃 没几下红烧扇鱼就做好了 林五趴下着西西和多多 都在厨房藏着的 哟 你们真的是到点 就回家吃饭啊 正准备开饭 花花和阿虎回来了 蹲在饭桌前盼吃的 以前花花挑食 被林峰养娇惯了 后冷梦 寒生二胎在农村住了一年 剩菜剩饭 骨头什么吃的杂 也不挑食 阿虎现在也喜欢吃剩菜剩饭 每天就等着大人吃完 他们吃大杂烩 下午 林峰等孩子们睡着后 带上镰刀器着火三轮出发 忙到天快黑回来时 饭已经做好 不见家里二老的身影 爸妈呢 不知道 今天下午 二老脸色就不对劲 我问也不说 做好饭就走了 我打电话问问 正准备打电话 二老回来了 脸色怪怪的 问就说没事 可是那脸色 分明就是有事的样子 就是不说 越是这样 林峰就越好奇 吃完饭 二老神色凝重地坐在外面 等林峰一靠近 就不吱声了 怎么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有事就说 我们一起面对 没事 还说没事 看你们的脸色 难看成什么样子了 有事就说 但凡能用钱解决的事 都不是事 林峰实在想不出来 父母有什么事瞒着他 自己又不是小孩子了 林峰鸣嘴 艰难地说 那个 这件事你谁也不说 连儿媳也别说 林峰点点头 嗯 你说 不由得神色凝重起来 哪知道林峰下一秒说 我觉得 我们家可能有不干净的东西 林峰一脸问号 什么意思 林峰解释 我和你爸午睡的时候 耳边传来孩子的声音 那声音好奇怪 被幽灵似的 林峰学 呜呜 还是呜呜 音森恐怖的很啊 林峰 林峰犹豫了一下说 后面好像还在喊叔叔啥 反正飘忽不定 好吓人的 林峰斟酌后 是不是你们听错了呀 万一耳背听错了呢 这话 老两口可不爱听了 我和你爸都听见了 还能斗耳背 你看吧 给你说了你不信 你们年轻人不信这个 林峰 林峰皱着眉 你说这是屋子里 有不干净的东西 还是什么东西进来了 林峰想了想 还是找个先生算一算 是不是冲撞了什么 第547章 然后就被打了 林峰的意思 林峰听他们已经定好时间 今晚上屋也不睡了 就睡客厅 明天一早找先生 说起他们口中的这位先生 还是颇有传奇色彩的 30多岁之前 就是个普通人 后面生了一场大病快嘎了 好起来之后 就自然会这些东西 不是同村人 林峰也只是听别人说起过 从未见过 据说这先生本事很大 有钱人好多人请他 飞机来飞机去的 现在已经有五六十岁了吧 林峰一次也没见过 林峰看父母说的 有鼻子有眼的 准备进屋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被父母赶紧拉住 劝他不要进 你别进去了 回头把你伤了怎么办 你可是我们家的支撑 不能出事 就是就是 我们还是问问先生 是怎么回事再说 这个屋不能进 小峰不能进 孩子们更不能进 对对对 小孩子最容易沾染 林峰趁他们说话的时候 推开门就进去了 父母反应过来 顿时就急了 你这孩子怎么就不听劝呢 现在怎么办 你问我 我问谁啊 我又不懂这个 林峰安慰他们 我血气方刚不怕这个 别说话 我听见了 二老下的齐刷刷白了脸 想要夺门而出 可见儿子在屋里忍住了 林峰听力过人 刚才那一声之后 就再也没听见了 不过 他大致知道方位 开始寻找起来 你找什么 找声音啊 应该是某种东西发出来的 找来找去 林峰找到掉落在床头缝的平板 应该就是这个发出来的 你看几分钟前有消息弹出来 二老凑过来 是他发出来的 话说这个东西 怎么在这里 林峰推测 肯定是大宝小宝 是小宝来玩的时候 放在这里 不小心掉缝隙卡着了 这个游戏 自己只见小宝玩过 大宝没玩过 二老沉默 其实他们有些不相信 毕竟没听见声音嘛 正在这时 游戏弹出信息 声音的确像二老说的那样怪异 尾音有那么点像叔叔 这下子真像了 林母拍着胸口 吓死我了 我以为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呢 林副也跟着说 是啊 这游戏别的音乐不能用 用着稀奇古怪的音乐 怪吓人的 林峰退出游戏 关掉弹窗信息提醒 现在你们可以安心睡觉了吧 二老松了口气 安心了 安心了 要不得说 年轻人耳朵好使 我们听了一中午 愣是没反应过来 你一听声就知道了 这下 他们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回到房间 冷梦寒关切问 爸妈是怎么回事问了吗 林峰神色凝重 问了 说我们屋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冷梦寒吓一跳 真的假的 你别胡我 林峰没出声 冷梦寒眨掰了几下眼睛后 果断上手 让你骗我 让你骗我 我怎么骗你了 真是这原因 你肯定不会告诉我的 真是这个原因 他们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冷梦寒活这么大 老公 你发誓 骗我是小狗 林峰举起手 我发誓 我刚才说的都是 假的 冷梦寒一顿粉拳过去 我就知道你忽悠 吓死我了 快跟我 说到底怎么回事 快说快说 林峰把事情跟冷梦寒一说 顿时哭笑不得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 小宝还纳闷 平板原来是爸爸你拿去了 我到处找都没找到 还以为被姐姐藏起来了 当时 小宝无以为是姐姐藏起来的 非要他拿出来 然后就被揍了一顿 小宝哭唧唧的想 等你玩的时候 我也藏起来 大宝面无表情的坐在一边 哼了一声 大丈夫能屈能伸 小宝笑呵呵的过去 赔礼道歉 姐姐别生气 你打也打了这件事 就这么过了 大宝反问 以后还相信我说的话吗 小宝点头 必须相信 说什么都相信 你是我低姐 我唯一的清姐 大宝神色 这才缓和一些 凌峰招手让小宝过来 你想一想 你最后见着平板在哪 小宝很肯定的说 在奶奶的床上 凌峰点头 他不小心掉床缝去了 要不是有信息生意 还找不到他呢 小宝这才恍然大悟 有福回来时 两个孩子骑着自行车 就去找他玩 凌峰在后面喊 中午让有福来家里吃饭哦 西西和多多 看着哥哥姐姐走了 嘴一扁就嗷嗷哭 非要去找哥哥姐姐 没人带他们去 自己就迈着小短腿去追 没办法 只能带着他们去有福家 有福的爷爷 这几年身体不好 自从老伴走了 一年不如一年 薛宝安两口子也是个好人 收养有福后 对二老的好大家 尽收眼底 有福这孩子 除了不会说话外 懂事又孝顺 长得有福相又可爱 有福长高了不少 给凌峰母子搬凳子 又给西西和多多拿零食吃 不一会 三个孩子 各自骑着自行车不见了 西西和多多一个转身 发现哥哥姐姐又不见了 急得嗷嗷的 现在大宝小宝出去玩 已经不怎么带弟弟们一起 实在是 西西和多多这阶段 累了 还需要人抱的阶段 他们抱不动了 哥哥姐姐骑车车回家了 走 我们回家看看 大热天的 两个宝宝一脸委屈 别嘴伤心得很 说什么回家 完全就是忽悠孩子的 一到家不见哥哥姐姐 西西和多多嗷嗷的哭 凌母叹口气 这眼泪开闸泻红似的 凌峰跟着说 说哭就哭 说收就收 凌母看儿子一眼 那你让他们收一收打 凌峰闻 收一收啊 那简单 你确定 凌母不解 确定啊 凌峰指着某处 看 哥哥姐姐在哪 哭声戛然而止 等他们睁着朦胧的大眼睛一看 发现人影都没有 哭得更大声 更伤心 凌母 第五百四十八章 来 准备挨打吧 暑假回老家的 孩子玩的孩子还是很多的 孩子呢 还是上一批小宝捉迷藏 惹出户来的孩子们 事后小宝 用临时把小朋友们都哄好后 这件事就算是接过去了 眼瞅着暑假即将结束 大宝小宝的作业早就写完了 所以和赶作业的孩子们不一同 他们照样还是晚 他们作业还没写完呢 没呢 这几天正在疯狂的补 说要创造奇迹 这几天没人和小宝玩 自己拿平板玩游戏呢 正说话之间 就看见几个小朋友 骑着自行车走过来 小宝脸上一写 你们写完了 小朋友们互看一眼 年龄最大的那个笑着说 我们玩一回再写作业 要劳意结合 无所谓 反正小宝自己的作业写完了 起身跟着他们一起 骑车走了 姐姐 你不来 说完这句话 几个孩子给小宝识眼色 意思很明白 不想让大宝跟来 小宝还没说什么 大宝懒洋洋的说 我不想去 你们自己去玩吧 孩子们一听 赶紧拉着小宝走了 林峰安慰女儿 男孩们玩的 有时候不方便女孩子一起 很正常的 大宝继续看书 显然没有把这个当回事 他们做坏事去 我可不想掺和 林峰不解 干坏事 什么坏事 大宝愣了一下 随后一脸迷茫的说 啊 我胡说八道的 谁知道他们做什么呢 小孩子的话 林峰没当真 在院子干活 西西和多多 跟着爷爷奶奶溜弯去了 冷梦含在刷鼠七档的新剧 如果不是有自己喜欢的男演员在 他才不会看呢 15分钟后 小宝骑着自行车回来 几个小朋友 站在外面东张西望 爸爸 阿虎和花花在吗 没呢 我瞧他们 刚才出去了 找他们有事 林峰说完之后 就感觉说这话 听上去怪怪的 小宝呕了一声 骑着自行车和小伙伴们又走了 匆匆来 匆匆去 林峰一头雾水 接着就听见外面小宝喊两条狗的声音 阿虎 花花 林峰不知道这些小朋友搞什么 大宝神色若有所思起来 天见黑 小宝骑着车 身后跟着两条狗回家 大宝第一个冲上去 将人拉到一边 不笑说 这里面肯定说什么小秘密呢 林峰不由的感慨 孩子长大了 都有自己的小秘密了 从房间出来的时候 显然是大宝知道什么 却什么也没说 姐弟二人互看一眼 林峰不是那种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人 都这样了 就没必要再问 只终究包不住火 总会有发现的那一天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第二天一大早 就有婆婆带着孙子的书包 和暑假作业上门 说他们家的狗 把作业给糟蹋了 林峰正在大门外打讪 文言一看书包 里面乱七八糟的 只有一两本是好的 我们家狗咬的 不能吧 他们很乖很听话呀 林峰家的两条狗 都是宠物 会看家 通人性 性格也好 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乡里乡亲见了 也不会避开驱赶 反而会跟他打招呼 有时路过人家屋门前 有吃的还会给他一些 这样的狗 怎么会撕咬作业呢 是不是什么误会啊 看这作业 肯定不是人撕的 这孩子说 就说你们家狗撕的 啊 那 那现在咋办 这作业撕了能沾 算了 要不到时候 跟老师解释一下 哎 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来就是跟你们说一声 这狗虽然温顺 但归根结底到底还是畜生 得防着点 说的是 谢谢大姐 你不说 我还不知道呢 孩子 对不住了 回头婆婆 去跟你们老师解释一下 孩子的嘴角 AK都难压下去 点点头跟家人走了 林傅凑够来看热闹 不相信这是自家狗干的事 真的假的 其实林母心里 已经有个猜测 主要是那孩子笑得太开心了 不管真的假的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万一真的咬人 得有所防范啊 林母没搭理她 进屋就被问什么事 林母简单说了几声 林峰的目光 迅速看向小宝 直觉告诉自己 这是跟她脱不了关系 小宝目光闪躲 小小年龄 还是稳得住的 继续陪弟弟们玩 在林母说完后 大宝的目光 也同样落在小宝身上 笑了一下 本来 这是没证据 想到下午的时 等来的不仅有小朋友们 还有他们的爷爷奶奶 拿着被咬的书和本子 来找狗问罪 虽然是问罪 其实更多的是想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母此时并没意识到 这件事 除了跟自家的狗有牵连 还跟小宝有关系 这些爷爷奶奶 虽然读书十字不多 但是人家也不傻 经历的事情多着呢 一个人暑假作业 被咬是意外 这一个个都被咬肯定是有事 他们不说 我就过来找小宝问问 昨天小宝跟他们在一起 肯定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他们 让小宝命令狗咬的 林峰家里的两条狗 只听主人家的 没人使唤的动 林母愣了一下 赶紧说 外面热 大家先进屋说 楼上的林峰夫妇 听见动静下来 听了一耳朵 马上就意识到 这件事自家孩子肯定有份 小宝命嘴 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这么多人等着他回答 面对铁证下 虽然没有认证 大家都心知肚明 不用掩饰了 这件事吧 就是他们觉得 暑假作业太多补不完 就想着 要不用被狗咬的借口 我们只是一时看看 狗狗会不会照着做 然后我们家阿虎都很听话 说咬就咬了 其实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尝试 在找到阿虎之前 他们也找过别的狗尝试 要么就是听不懂 要么就是没搭理他们 反正都以失败告终 而这次 他们也只是试一试 没想到最后真的成了 哪知道 有人暴露就传开了 他们几个人也瞒不住 事情的最后 就是各自孩子 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后 被家长拎着耳朵 或一路一踹 或者一路吃竹笋炒肉 回家去了 打孩子这件事上 向来都是冷梦寒作 第五百四十九章 我们家禁贼了 卢奇不存在的袖子 他面色发冷 老公 你们带西西和多多出去 林峰给老婆试眼色 差不多就行了 冷梦寒表示收到 我明白 而其生气起来 家里谁也拦不住 林姆欲言又止 走的时候 给孙子一个好自为之的眼神 大家都走了 冷梦寒看一眼阿虎 怎么 你也想被收拾 小宝别别嘴 阿虎 你走吧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阿虎看看冷梦寒 再看看小宝 含着小主人的衣服 牵着他走 小宝心里感动 走到门口把门关了 冷梦寒本来一肚子气 见状消了一半 声音一沉 过来 小宝乖过去 对不起 先别说对不起 先让我坐一顿再说 无碍 大家都没说话 率先开口的是林姆 这孩子真是的 帮着人家做坏事 你说 人家作业管他什么事呢 想一想就不应该做吗 小孩子调皮很正常 回头好好教就行了 再说他才多大点 以后慢慢来 他逗 林姆正想说的他 都上五年级了 旋即愣了一下 才明白过 人家还小着呢 孩子调皮打一打 是再正常不过了 其实 他最担心的 还是大人失了分寸 意料中的哭声没有传来 只是哼哼唧唧了几声 也不知道 里面是个什么情况 还不清楚呢 过了半小时 小宝出来了 看样子没爱什么打 这件事风波就这么过去了 转眼一家人回市里 准备孩子们开学的事 车开到原来的别墅 打开门 发现不对劲了 啊 老公 不好了 我们家遭贼了 林峰正在后备箱拿儿童推车 文言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这时 大宝小宝也纷纷过来 爸爸 家里少了好多东西 东西都不见了 肯定是小偷过来拿走的 冷梦寒小脸发白 气呼呼的说 这小区不是治安挺好的吗 怎么会有小偷呢 林峰进屋一看 家里被人打扫过的一样 确实少了一些东西 阿虎哗哗 还有小花朵 看着自己的窝盒 狗盆都不见了 都很茫然 现在怎么回事啊 而且房间还这么干净 不像是爱小偷了 大宝这一提醒 冷梦寒这才反应过来 对哦 林峰一拍脑门 我想起来了 大家齐刷刷的看向他 林峰鸣嘴说 那个 我们搬家了 所有人 在去新家的路上 大家都一脸茫然 太突然了 小宝十分不解问 爸爸 我们为什么搬家 那个家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林峰犹豫了一下说 因为爸爸投资失败了 把房子卖出去 以后就只能住在郊外了 气氛一下 变得非常安静 小宝宽爸爸 没事的 投资是很正常的 以后会好起来的 林峰笑了一下 现在我们住在郊外的家很小 很破 你们不会介意吧 大宝小宝齐刷刷的丫头 不会啊 你们在哪 我们就在哪 就算没有大房子 没有很多的钱 但是有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们就够了 小宝说完 花花就叫了一声 提醒他 还有自己这条狗吗 对了 还有花花 小花朵和阿胡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家 冷梦寒握住老公的手 给予鼓励 没事 不管有没有钱 我都陪着你 我卡上还有一些钱 晚上拿给你 林峰笑了笑 在冷梦寒看来 这就是非常牵强的笑容 是在故作轻松 车开了有一段路 外面静悄悄的 的确是来到山上了 小宝问 爸爸 我们去上学会很远吧 冷梦寒说 没事 以后妈妈上班 接送你们就可以了 反正我们家有车 走着走着 冷梦寒就发现不对劲了 周围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是有别墅 看起来还非常奢华 就在他还在愣神的时候 林峰开到一栋别墅跟前 开灯的瞬间 整个别墅顿时金碧辉煌 格外的漂亮 哇 好漂亮哦 爸爸你骗人 你骗人 孩子们也反应过来 看到比之前 还要漂亮的别墅 特别激动 冲进屋里参观起来 林峰夫妇正在收拾东西 被粉泉砸中 你不是说投资失败了吗 我以为你破产呢 哈哈 破产还不至于啊 这是我新买的别墅 去看看喜不喜欢 那栋别墅住的好好的 怎么又买啊 这不是西西和多多大了 想给他们换一个大的环境 那栋房子先租出去吧 冷梦寒从来不管林峰的事 这次多说了那么几句 还不是因为他的忽悠自己 自己都当真了 这一路心里还寻思 回头怎么给冷夫打电话呢 这别墅比之前的漂亮太多 还特别大 大宝小宝喜欢的不得了 冷梦寒看了也非常满意 比自己娘家的别墅都要大呢 西西和多多撒鸭子的 在客厅跑着玩 花花 阿虎和小花朵 已经找到属于他们的东西 熟悉的气味 让他们觉得周围不再那么陌生 班星家 我们要不要请吃饭啊 没必要 回头把新位置 在家族群发一下就好了 林峰是低调的人 这桥前一半 请的人不少呢 倒不是因为钱的事 就是觉得没那必要 人家还有你在炫呢 自己的日子 自己过开心就成了 这个夜晚 除了西西和多多以外 大家都很晚才睡 这个别墅好是好 就是距离学校有些远 以后中午 回来吃饭就很麻烦 要么去食堂吃 要么自己带饭 来回肯定要迟到的 而且 孩子们午睡的时间都没有 最后还是两个孩子 主动提出来 带饭去学校吃 反正他们也不太想午睡 作业太多 中午还要学习呢 如果不是林峰强烈要求他们 中午必须午睡 他们肯定是不想睡的 既然这样 那这件事就敲定了 开学报名一上午 下午包书皮 买教学材料和文具用品 马上就要小生出了 家长和老师都很重视 报名第一天 就已经布置了家庭作业 上学第一天 林峰起了大早 给大宝小宝做好了午饭 全家出动 陪孩子上学第一天 保温筒放在老师办公室的 中午放学后 孩子们来办公室拿保温筒 就在这吃吧 汪老师给孩子们腾出地儿来 保温筒打开 还冒着热气呢 第550章 面子和微总要保一个 这什么牌子保温筒 保温效果这么好 这个牌子我刚才搜了一下 是你买不起的 一个好几千呢 看不出来啊 平平无奇没什么特色 竟然卖这么贵 不过看着效果不错 其实还是蛮值得的 打开保温筒 饭菜的香味 在办公室弥漫开来 老师们还没吃饭呢 闻着这香味 纷纷围过来 想看看 林峰到底做了什么好吃的 哇哦 红烧排骨 还有猪蹄 林峰的厨艺没的话说 看到老师们肚子 咕噜咕噜叫 有的吃货老师开口 那个能让老师尝一口吗 什么面子 什么长辈 什么身份 在吃货面前都不算什么 林峰怕孩子们不够 足足准备了五个保温筒了 而且都是多功能的保温筒 可想而知 四个人吃都完全没问题 两个孩子 给这位吃货老师分了一些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我觉得自己以前吃的都是猪食 其他老师听了都哭笑不得 大可不用这么说 自己啊 真的 特别好吃 难怪人家开火锅店能挣到钱 是有技术在身上的 对啊 我爸爸做饭超级好吃呢 老师好羡慕你们 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 其他人觉得他也太夸张了吧 都想尝一尝 觉得还是算了 没必要跟小孩子抢吃的 吃完饭 大宝和小宝出学校玩去了 刚开学 学业还没那么重 中午的时间可以出去玩一会 买什么玩具之类的 第二天 老师们发现 两个孩子带的饭菜更多了 老师 你今天还吃吗 这 这不太好吧 老师 你的眼神已经出卖你了 你要想吃就吃吧 你的这一份 我让爸爸也做了 这 这多不好意思 要不这样 我给钱 让你爸爸中午这一顿 多做一个人的 可以 那每一顿给多少钱啊 三十够不够 老师弱弱的回答 觉得这价格应该不够 现在在外面随随便便吃点东西 就好几时呢 可以 回去我跟爸爸商量一下 那太感谢了 没事没事 汪老师你们吃不 这里就数吃货年龄最小 才代班没几年 其他的都好些年了 实在是没那个脸 而且也不好意思跟人家争了 所以纷纷摇头 面子和肚子 总要牺牲一样 有时候脸皮厚 也是有好处的 汪老师纳闷 你们家距离学校不远啊 怎么开始中午带饭吃呢 小宝口齿不清的说 我们家搬家了 汪老师知道他们住的别墅 很好的别墅 自己做梦都想拥有 却一辈子也买不起的别墅 搬家 为什么搬家 爸爸说 家里的两个弟弟大了 需要大的环境 汪老师也没再多问 这不是他身为老师该操心的事 林峰接孩子 听小宝说起这件事 表示没问题 就是麻烦一些 爸爸 如果觉得麻烦的话就拒绝吧 大宝说 林五感慨女儿的敏锐 笑了一下 其实也没什么的 就是多准备一个人的饭菜 一顿三十块钱 价格还好 第二天 老师就吃到自己的第一顿饭菜 三个人在办公室吃的美滋滋的 太好了 自己再也不用每天点外卖 再也不用为吃什么而发愁了 老师 我爸爸说你想吃什么跟他说 他做 那不用不用 我不挑食 什么都能吃的 开玩笑 自己疯了 竟然还想着点菜 就这伙食 三十块钱都少了 营养搭配 还有水果 上哪找啊 真的 就这样已经很好了 他不敢奢求别的 老师 我爸爸做饭好吃吧 好吃 超级好吃 羡慕你们 那老师以后结婚 要找一个像我爸爸这样会做饭的人哦 老师努力 争取 老师加油 老师你最棒 这天周五放学的早 因为汪老师要开会 孩子们提前就放学了 林峰还在家 给孩子们打电话 让他们等一会 再周围玩一会 好的 爸爸 你忙吧 我们就在这附近玩一会 姐弟二人买了零食 一边吃一边逛 不知不觉 逛到距离学校有段距离了 我们回去吧 干脆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 反正爸爸开车 也是朝这个方向过来的 大宝一想也对 姐弟二人结伴继续往前走 走着走着 越走越偏 走到马路边一片菜园子 也不知道谁种的菜 也没有人管 里面还有很多 小宝提议进去看看 大宝是不想折腾的 不过听弟弟这么说 还是点点头 不要往里面走就撑 外面看看 好 姐弟二人一边走走看看 没想到走得越深 以为有什么菜地 没想到挺荒凉的 在乡下带习惯了 总是想探索一二 大宝从开始的反对到加入 姐弟二人走小路弯弯下 看 是动车也 不知道走了多久 姐弟二人发现动车的身影 搜一下就飞过去了 好快啊 就在小宝还在感慨的时候 大宝发现了树林里有什么 怎么说呢 总感觉有点奇怪 姐姐 你在看什么 你看那边是什么 有人围着干啥 我们去看看 好嘞 看完我们就回去 爸爸给我们打电话了 凌峰到学校没有发现两个孩子的身影 打电话 一问才知道 他们已走到回家的路上 你们现在在哪呢 小宝四处张望 在一片废墟的地方 就是这边有菜 凌峰皱眉 在什么地方 发个定位过来 我来找你们 小宝想 这个地方不方便走 不过等爸爸来时 他们应该已经返回去了 第551章 发现不得了的东西 姐姐 你在看什么 小宝发现 姐姐对着里面张望 自己也跟着 过去瞅一瞅 这个地方很隐秘不说 而且周遭都用垃圾这些围起来 防止人踏足 脏兮兮的让人看了 就不由的退避三社 哪会有人往跟前走 嘿 这花好熟悉啊 感觉在哪里见过 这不是的 姐弟二人面面相去 大宝名嘴 这是不好的东西 遇到要打110给警察叔叔 小宝赶紧打电话给警察叔叔 喂 警察叔叔嘛 我们在郊外发现了很多特别的花 就是不让种的那红色的花 对方一听 语气顿时比之前还要严肃起来 小朋友 你确定 小宝很自豪的说 我姐姐认识 她喜欢看书 知道的可多了 而且我们识别出来 就是那个花 还挺多的 警察叔叔赶紧问 很多 有多少 你们现在人在哪 大宝说 有22株 警察叔叔赶紧问 位置在哪 我们现在马上过来 小宝非常迷茫的说 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次来 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忽然 那小宝灵机一动 这样吧 我把我爸爸的电话告诉你 他一会来接我们 他知道在什么地方 林峰这边 带着西西和多多 一路沿着小宝给的定位走 眼色越难看 他一脸迷茫地 看着前面车子 根本就过不去的小道 导航还在那说 直行150米 向右拐 即将到达目的地 林峰下车 环顾四周 发现周围很荒凉 作为一个父亲 他内心有些慌 正准备给小宝发视频过去 林峰接到一通陌生电话 那边语气非常严肃地问他 你是林子兴的爸爸林峰吗 林峰这心一抖 是啊 你是谁 对方又说 我是警察 林峰的心猛然 跳到了嗓子眼 大热天的他 顿时觉得的浑身一冷 怎 怎么了 对方接着说明情况后 林峰这才松口气 警察叔叔 下次请你一次性 把话说清楚吗 啊 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让你误会了 现在你在哪里 导航显示的位置 我在某某这里 但是我还没见到我的孩子 正说话间 林峰看到不远处 有两个小人引朝这边走来 定睛一看 不正是自家的两个孩子吗 林峰松了一口气 我现在看到他们了 你们过来吧 大宝小宝 看到不远处蹭着脸的林峰 互相嘀咕着 我们一声不吭 跑这么偏僻的地方来 爸爸生气也很正常的 那一会儿 我们赔个罪 撒个娇 我不会 你来吧 你嘴巴最会说的 林峰一见两个孩子摇耳朵 猜到他们说什么 不用说 肯定是想办法蒙混过关呗 除了撒娇耍赖 他们还有别的办法 果然 小宝冲过来主动承认错误 撒娇的和爸爸贴贴 爸爸 对不起吗 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就走这儿来了 不是故意打 爸爸 你生气就不帅了 会长皱纹的 不要生气了好不好啊 爸爸 你都不知道 我们今天发现了什么 林峰听小宝 绘声晦色的描述他们的发现 气得拧起他的耳朵 没用多少力道 小宝都感觉不到疼 你知不知道 这样做很危险 如果遇到坏人怎么办 对对对 下次不敢了 绝对不敢了 道歉还挺快的 林峰没好气说 今天这事 我要告诉你妈妈 小宝瞪大眼睛 就连一旁的大宝也看过来 爸爸 你完不起是不是 这么大的人了 你竟然告状 羞不羞 林峰笑了一下 他是老婆 道状怎么了 我不觉得羞 我还是个宝宝呢 小宝没忍住笑出声来 爸爸 我们好好说话 你不要卖萌好不好 大宝也笑着点点头 林峰被孩子逗得笑了 转身去看看 睡着的两个孩子 跟小猪猪似的 这时 一辆轿车过来 对方身穿制服 看到父子三人 其中一个人愣了一下 刚才是谁报的警啊 小宝站出来 是我 警察叔叔笑呵呵的说 走 带叔叔们过去看看 林峰要照看孩子 只能在原地等待 一路和小宝打视频电话 林峰想看看 这偏僻的地方 孩子们到底在哪发现的 走了大概有十分钟的样子 最后来到一片废弃的林子 林子隐眉在废墟的深处 如果不到这里来 根本发现不了 有这么个地方 就算发现了 人家也不会往里面探索 因为从外面瞧着 像是谁的坟 等走近了才会发现 根本就不是某人的坟 只是人为做出很像吧 就在这里 透过视频 林峰听见小宝的声音 他也看到了那些红色的画 好家伙 这么多 胆子得有多大 确认的确是不能种植的东西 拍照 然后打电话 走的时候 留下联系方式 警察叔叔还夸奖 两个孩子做的棒 是小英雄 这可把两个孩子给高兴的 一路得意的回到家 见到冷梦寒回来 就赶紧邀功 冷梦寒听完大吃一惊 天啊 你们也太棒了 在哪发现的呀 听完两个孩子的描述 冷梦寒先批评再表扬 这次就算了 如果下次 再去那么偏僻的地方 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两个孩子觉得自己可牛了 就算真的要挨打 他们也开心 这个消息 小宝分享在 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 受到来自各方的表扬称赞 一下子把两个孩子 给捧到天上去了 乐得没行 第二天一大早 林峰起来做饭 早饭加准备的午饭 可要忙一两个小时 花花和阿虎从乡下回来后 就再也没有吃上 香喷喷的剩饭了 天天在厨房等啊等 林峰也很无奈 自己都没剩饭吃 他们会有 现在送孩子们上学 基本是冷梦寒 如果碰到是下午才有课的话 才是林峰送 他叮嘱 下午如果再提前放学 你们哪都不要去 等我啊 两孩子点点头 表示没问题 开车回家的路上 林峰接到林姆的电话 小峰 你们搬家了 搬到哪去了 妈 我在群里发的消息 你没看吗 啊 你发什么消息了 没什么 你人在哪 我来接你 不用你接 我和你爸在一起呢 发个位置 我们开车过来 也成 第552章 在学校又出名了 回到家 冷梦寒已经起来 母子三人正在吃饭 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 西西和多多自己吃饭 还是有模有样 小勺子能拿得稳稳地的 花花和阿虎蹲坐在旁边 摇着尾巴盼望着 盼望着 他们想吃剩饭 回来了 我继续去睡会 打着哈欠 冷梦寒上楼 睡回龙觉去了 林峰收拾两个小的 不一会林姆打来电话 说林傅迷路 不知道江车开哪去 绕了半天也没绕回来 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没错 即便这里只住了几户人家 但还是有物业的 林峰现在走不开 给上次的物业小哥打电话 二十分钟后 将二老送来 哎哟 这路把你爸走的 都差点怀疑人生了 他们一进来别墅 被里面的奢华给震惊了 不由的惊呼 我的天啊 这也太漂亮了吧 地方真大 他们本来还想说 以前的别墅住得好好的 怎么就要换呢 现在一看 好家伙 有条件放着这么好看的别墅不住 想啥呢 别墅好看到他们无可挑剔 逛一圈下来 坐在沙发上一阵感慨 这别墅买成多少钱 几千万 朋友介绍的 说手投机用钱卖出去 我瞧了觉得不错 决定买下来 以前的就租出去 别墅也有人租吗 有啊 我那别墅这才过去几个月 就被租了 租出去挺好的 免得空着浪费 林峰见二老对这别墅非常满意 便说 爸妈 你们搬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吧 二老一听 赶紧拒绝 老年人是不能和年轻人一起住的 生活习惯 处事观点不同 会闹矛盾的 就是 你们小两口子 带着孩子自己住 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自由自在的 也没有人约束 免得我们看不习惯的又要说 你们年轻人又觉得我们啰嗦 实在没必要 如果让我们帮忙带几天孩子 住几天还是可以的 都说远相近臭 这住一起再好的感情 也都消耗淡了 他们还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林峰听他们这么说 也没再说什么 他们这次过来 就是看看四个孙孙 然后带了一些今年的心理过来 爸妈 那你们就在这里住几天吧 二老师欣然同意了 这么漂亮奢华的别墅 他们的住几天 好好享受下 冷梦寒睡到快中午起床 一下楼就看见公公婆婆在家 老头 爸妈是什么时候来的 林峰看老婆一眼 你是什么样 他们早知道 就算你睡到下午 他们也不会说什么 冷梦寒干笑两声 睡到下午 太夸张了 学校那边 大宝小宝今天的伙食 依旧很丰富 吃货老师吃得美滋滋 觉得三十一顿太值了 其他老师羡慕的不行 不过也只能羡慕 吃完饭 在学校的学生们 回教室写作业 警察叔叔出现在学校时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两名警察叔叔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询问同学后来到五楼 五楼办公室里 老师们有的忙着改卷子 有的忙着写教案 有的忙着跟体育老师沟通 有的老师趴在桌上打瞌睡 各忙各的 直到警察叔叔进来 后面跟着一长串的学生 方才按下了暂停键 五年级三班的老师是哪位 大家都没回答 但他们所有的目光看 都看向了正在改卷子的汪老师 汪老师一抖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怕警察叔叔啊 他赶紧起身 我是五年级三班的班主任 两位警察找我什么事吗 这一刻 他的脑子里想到很多 甚至提前退休 名誉扫地 什么都有出来了 他忐忑不安 很紧张 其中一位警察叔叔说 是这样的 林子月和林子星同学 是你们班的吗 汪老师脸色变得煞白煞白的 他镇定地询问 是我班上的 怎么了 另一位警察叔叔 将手中的东西 交给汪老师 老师你交出来两位 优秀的好学生啊 汪老不明所以 打开一看是一面锦旗 还有送给两个孩子的教育资料 练习册和习题等等 这是 情况是这样的 听了警察叔叔的一番话后 汪老师彻底松了口气 内心油然而生一股自豪感 他们现在在教室写作业 我带你们去 乱哄哄的教室 在看到班主任身后的警察叔叔后 瞬间变得安静 大家面面相去 妈呀 谁犯事了 这下要去坐牢了 汪老师笑眯眯地 让大宝小宝出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警察叔叔表示了感谢 大宝问 人抓到了吗 警察叔叔笑着说 抓到了 谢谢二位小朋友 非常感谢 小宝的脸色有些难看 又记得 上次自己识经不昧时 也收到了一打教材作业 他明嘴 到嘴边的话 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汪老师也通知了学校领导 来人了解情况之后 要全校表扬两个孩子 小宝哭嘰嘰地说 不会还要给我们发作业吧 我不想要了 大宝也说 我也不想要 大人们听见都不由得笑了 最后走的时候 合影拍照 这才过去了多久 学校不知道谁开始谣传 说五年级的某个同学犯事 警察都来抓他了 有说做贼的 有说抢劫的 什么都有 反正很离谱 于是乎 在上完下午第一节课试后 所有师生在操场上集合 大宝小宝 作为这次的主角 站在台上领奖 没人奖励五千元 台下的同学们都羡慕了 一听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大家觉得又惊又奇 钱 暂时有老师保管着 等放学家长来接你们的时候 再给家长 两个孩子没意见 对学校的这一份奖励 他们很开心 因为不是作业 林峰下午接孩子们放学 这次生后还跟着汪老师 给 这是学校给的奖励 今天警察来学校 把事情都说了 两个孩子别特优秀 特别棒 自己手下能出这样的孩子 他真的非常骄傲和自豪 林峰微微诧异 随后也为孩子们感到开心 走 今天爸爸妈妈带你们去吃大餐 正好爷爷奶奶也来了 两个孩子开心 第553章 提前被挑走了 本来说出去吃的 哪知道林母在家 已经将饭菜做好了 不吃多浪费 林峰想的是 既然答应孩子出去吃 那就出去吃吧 饭菜放冰箱就好了 林母也没说什么 捧着两个孙孙的脸蛋 爱得不行 出去吃时正式饭点 在家半天定不到位置 最早也是要等到第二轮八点过了 大宝说 那就在家吃好了 我和弟弟都饿了 既然饿了 那就在家里吃吧 当天晚上八点本地新闻频道 报道了这件事 给大宝小宝的脸上 打了马赛克 林峰一家都还不知道这件事 还是赵局发现 赶紧给林母打电话 林母赶紧转台 发现已经播完了 又兴冲冲的告诉林峰 林峰上网找到本地新闻频道 找到了回放 还真是 我们上电视了 是啊 你们上电视了 大宝小宝开心了一会 也就觉得就这样吧 回房间写作业去了 本地新闻官方公众号 在各大平台 结选了当日新闻 大宝小宝一下子就备受关注 虽然打马不知道是谁 但是评论区 已经有人说是哪个学校的 干得漂亮 这就是花朵的意义 教育的意义 天哪 藏在这个地方谁知道 真的是该死 他们到底怎么发现的 这也太厉害了吧 好家伙 这个地方好熟悉呀的 评论区全是称赞大宝小宝 说小小少年真的是强啊 这才是未来 这个新闻是发在群里的 无一双关注到后 立即在平台上转发 什么也没说 就一个字 棒 这件事第二天学校也知道了 学校也很骄傲 以为这就完了 两天后 南市重点中学前来挖人 大宝小宝不用考 直接上市重点中学 小宝倒还好 大宝听见开心啊 这说明自己的奋斗方向是对的 林峰还不知道这件事 是汪老师在群里 at了他 林子月 林子星爸爸 今天本是重点中学来我们班 将两个小宝贝给挑走了 恭喜恭喜哦 各位家长纷纷回复恭喜 送上自己的祝福 人家家里有钱不说 外公是尽是一把手 外婆又是舞蹈家 你以为人家是走后门 人家是真正跳级上来的 而且这件事 他们也知道 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你说孩子同龄 他们倒是可以羡慕妒忌一下 可人家跳级上来 脑袋瓜跟自家的孩子不一样 二人没得比 当没有可比性的时候 人的心态自然就不一样了 林峰一头雾水 网上翻记录 才看到这个消息 肯定是开心的 谢谢各位家长的祝福 也谢谢老师的栽培 我们家孩子有今天离不开你们的教导 汪老师很诚实的说 我没做什么 是孩子们本身就很优秀 冷梦寒打来电话 他也看到消息了 老公 你现在就定位置 我们家今天外面吃 外面吃有一种仪式感 没有的 林峰赶紧定位置 这个点是能定到的 我在餐厅等你们 二老正在家带两个小孙孙 怎么说呢 可可爱爱是真的 调皮捣蛋也是真的 他们不由的感慨 亏得他们就只生了一个孩子 如果是两个得闹成什么样子 妈 爸 今天我们一起去接孩子们 然后在外面吃 好 二老也没问什么 去的路上听儿子一说 高兴的合不拢嘴 这两个孩子不用说 智商肯定随而习 而习就是学霸 这还用问 我们家小峰虽然聪明 可还没到学霸的地步 肯定随妈妈 二老笑呵呵的说 林峰听完 有点哭笑不得 小宝第一次出名 是播音释放游戏 大宝第一次是打王号 他们都是学校的名人 做出什么事来 他们也不意外 不吃惊 所以 全校都知道他们 被试重点的中学挑重后 也都不意外 有人 天生就不同凡响 和他们这些平凡人不一样的 六年级的孩子们 看大宝小宝的眼神里 全是羡慕 他们不用努力 就能上市重点 真好 叮咚 检测宿主宝宝 达成名誉成就 奖励抽奖一次 请问宿主 是否现在开始抽奖 许久不见的系统再一次上线 林峰看着忙碌的工作人员说 是 抽奖开始 蒋评有 再来一次 儿童智力提升页 系统的一次称赞 触发技能 写字楼一层 蒋评有 系统的一次称赞 谢谢参与 好运连连抽奖 运气提升百分之二百 谢谢参与 蒋评有 谢谢参与 再来一次 谢谢参与 蒋评有 私人飞机一架 系统的一次称赞 谢谢参与 蒋评有 翻两倍 翻三倍 谢谢参与 语言天赋 男人的福音 蒋评有 谢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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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峰上次抽中的半山腰独立私人别墅一栋 系统并没有给替补奖品 此时 一家人正在吃饭 身边的服务员上菜 林峰回 是 恭喜宿主获得儿童智力提升页的奖励 很不错的奖励哦 希望宿主再接再列 儿童智力提升页 以给宿主的宝宝们使用 状态良好 林峰抽到的这个挺好的 正好是用大宝小宝 林峰看了一下 这几次奖品池 虽然没有替补 在概率很高的谢谢参与中 他中奖率还是很高的 第554章 这么离谱的要求他做不到 无一双说 电影不出意外 会在长假上映 之前他一直忙这件事 最后如愿以偿定档 在小长假上映 接下来就是宣传 拍视频和拍电影不一样 有些事无一双不懂 只能交给专业的团队 9月份快过了 家里两个小家伙吵吵闹闹的 日子还算平淡 倒是大宝小宝在开学第一天 就干了一件大事 9月对他们来说 过得还是比较精彩 转眼到了长假 家里正在上学的两个孩子 天天数着日子放假 到最后一天 一早就乐呵着 下午 老师在家长群里 at了所有家长 发送了相关放假通知 以及家长们 在节假日的注意事项等等 放学后 能看见所有孩子的脸上 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终于放假了 好耶 大宝小小年纪 就有妈妈似的高冷女神范 长得漂亮 奈何不爱笑 也不怎么交友 一战风神后 不管男生和女生 看见他都分开走 不敢往跟前凑 现在王浩成绩也突飞猛进 不仅说 人可听话了 上课时候都不找大宝说话 因为会被揍 就这么人狠毒话不多的小宝 在家虽然少了高冷 不过比起活泼开朗的小宝 他真的是很文静了 很少有见他这么开心 可见他有多么的不爱上学 袋子里放的是什么 凌峰看见小宝提着一个大袋子 装了不少东西的样子 这是我出租的玩具 听小宝这个口气 应该是挣了不少钱吧 你什么时候 往你的银行卡里存钱 等我多正点吧 上次学校奖励的五千 父子三人商量 最后由大人暂时保管 而小宝自己挣钱的零花钱 如何花费 他们不会过问 凌峰夫妇会给孩子们 一定的零花钱 购买文具用品 和平时买玩具什么的 除此之外 二老每周来时 大宝小宝兜里 哪次不是揣着好几百 更别说他们的支付宝 关联的还是冷付的银行卡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老人家从来都不过问 而无一双作为他们的小姨 隔三差五就快递过来玩具 零食和衣服 宠得没边不说 来一趟给零用钱 都是小一千打底的 再加上小宝现在 自己在想办法挣钱 所以孩子们现在手上 到底有多少零花钱 夫妻二人也不知道 只知道存钱贯满满的不说 他们从来没有 说过钱不够的话 小宝还有一张银行卡 只存自己做生意 挣下来的 目前还没往里面存呢 回到家 就听见西西和多多 嗷嗷的哭 听着声音不像是吵架 也不像是受伤 一进客厅 冷梦寒看父子三人的眼神 宛如看到了救星似的 啊 你们终于回来了 快来救救我吧 此时的电视上 正在唐僧土星 一个接着一个 两个孩子嗷嗷的哭 林峰问 是不是看这个 把孩子们吓着了 冷梦寒一脸麻木的问 你相信吗 林峰 好吧 这两个孩子看凹凸慢 都不带怕的 看这个问题不大 林峰 那这是怎么回事 此时大宝小宝 早就一人哄一个 西西被姐姐抱着 指着电视剧 急嗷嗷的说 吃 吃 多多也跟着说 吃 要吃 吃 大家齐刷刷的 看向冷梦寒 询问吃什么 冷梦寒福娥 一脸无语的解释 之前好好的 看到猪八戒或悉尼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西西非要说吃 这多都没看明白呢 看到哥哥想吃 也嚷嚷的要吃 我用巧克力 林峰几人一听 都忍不住笑了 冷梦寒无力的 往沙发上一坐 现在问题来了 我是没办法满足 他们这么离谱的要求 就看你们的了 大宝站起来 那就按照原视频 再做一次吧 林峰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往沙发上一坐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小宝过去帮忙 西西和多多小脸蛋上 还挂着泪 林峰哄着他们 大宝指挥小宝回放 根据步骤 一步步来 材料是巧克力 碾成的粉末 水用的是温开水 按照视频里的步骤 用手搅和 来 谁要吃 西西在茶几这边 点着脚尖 小手撑着身子 努力的伸头 要去尝一口味道 大宝送到嘴边 好吃吗 西西扎巴着嘴 点了点头 哆哆嗷嗷地跑过来 吃了一嘴 表示还要 冷梦寒都忍不住气笑了 扭头跟林峰说 搞笑呢 我弄得不吃 大宝他们弄得就吃 怎么这么区别对待 林峰安慰老婆 可能是你做的时候 孩子们没看见 别生气了 老公亲亲 孩子们都在这里呢 看到多不好 林峰就是逗逗他 不要 就要么么大 冷梦寒被他逗得咯咯笑 走来了 大宝小宝对爸妈发的糖 已经习以为常了 西西和多多不哭后 便抱着他们去外面玩 别墅大 场外活动范围也大 林峰在外面 弄了一个小型的儿童游乐场 现在对西西和多多来说 有点大 但是过一两年玩正好 当然也不能忘了大宝小宝 也有适合他们玩的 为了防止两个小的去玩 林峰买来 直接放在多功能活动健身房的 室外 一猫两狗 和四个孩子玩闹西西 室内 林峰拦腰抱起老婆 享受着难得的二人世界 第二天就放假 也是他们电影 第三人格上映 林峰早就买了预售的票 看完电影就回来 至于西西和多多 那就拜托大宝和小宝 暂时照看了 小宝有点闷闷不乐 我也想去电影院看 他也有我的一份 不过 很快冷梦寒就答应他 回来的时候 给他带好吃 于是爽快同意照顾孩子 至于大宝 看看书 玩玩游戏什么的 他是非常爽快 在家带弟弟们的 开车来到最近的电影院 买了可乐 爆米花 等着进场 冷梦寒感慨 上次我们看电影 是什么时候来着 林峰回忆了一下 还是在西西和多多之前 第555章 大宝之演技吊打 过去这么久了呀 冷梦寒靠在老公怀里 喝着饮料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以前夫妇二人 在外面做一些亲密的举动 冷梦寒还挺不好意思的 现在走在外面牵手 趁着没人的时候 偷偷来一个摸摸的 听林峰叫自己宝贝 他都欣然接受 还很开心 在外人看来 如此恩爱的他们 怎么看都不像是 四个孩子的父母 该我们了 走吧 这次假期当的电影很多 有很多值得期待 第三人格 除了导演有点小名气之外 其他都是网红 林峰看了一下 影院排片很少 只有他们这一个影厅播放 一天只有四场的样子 等广告结束正式放映时候 林峰发现 也没多少人观看 本来这部剧就是头时问路 能挣到钱最好 挣不到也算是累计经验 这电影本来就是一种投资 无一双等人早就看明白 冷梦寒在里面演了一个 高颜值的冷艳美女 一出场就美得惊人心魄 卧槽 这女的谁啊 这么美 就是那个 那个延短视频的 给你看 我可喜欢她了 是个网红吗 现在这年头 是个网红都跑出来挣钱 哎 屁的网红 人家职业是大学老师 演戏也是因为闺蜜 投资拍的电影 有情客串一下好吧 看吧 最后肯定还是会去演电影 现在娱乐圈挣钱啊 女人还想说什么 身边另一个女人拦住二人 温声细语的说 好了好了 我们安静的看电影吧 让我们来猜一猜谁 才是第三人格 显然三人是一起来的 一对情侣和女方闺蜜 距离凌峰夫妇不远 所以对话都听得一清二楚 不仅是他们 就连其他人 在看到冷梦寒出场时 都特别惊艳 冷梦寒本人倒是不觉得 就是看着大荧幕的 自己感觉怪怪的 有一种割裂感 回忆拍摄那段时间 冷梦寒觉得都是演出来的 自己在片场 其实就跟个傻子似的 老婆 你好漂亮 好高了 都是演给外人看的 没拍戏的时候 也这样吗 是啊 我在外面也装 哈哈 不一会 出现小宝的身影 演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戏份就几句话 还有哭戏呢 好家伙 这么大的一张小脸 冷梦寒看着想笑 当小宝撕心裂肺哭的时候 身为母亲的 冷梦寒也忍不住落泪 现实中 小宝好像没这么歇斯底里的哭过 他性格开朗 情绪外放 而且自我消化情绪很快 这一点 就连冷梦寒自认都做不到 别哭了 这都是演戏 在片场时 导演送给小宝 一个特别喜欢的玩具 到了开拍那天 导演找人 把一个一模一样的坏玩具 交给小宝 小宝伤心哭了 冷梦寒还是听老公 第一次说起这事 然后呢 导演还告诉小宝 是自己故意弄坏的 小宝让他赔 他不肯 冷梦寒心疼儿子 这样做小宝的多少伤心啊 小宝从小到大过得顺风顺水 长这么大 没受过什么委屈 难怪会哭得这么伤心 导演看小宝情绪到了 赶紧拉他过去拍 还说快点快点 他眼泪快没了 然后又在旁边 往小宝的伤口撒盐 等拍摄结束后 导演拿出玩具 又承诺给小宝买很多好吃的 这才把人哄好 冷梦寒感慨 导演也不容易啊 在场的 也有的 被小宝的演技打动 还偷偷擦起了眼泪 这时 距离他们不远处的三人 女朋友起身去上厕所 要不要一起 闺蜜摇头 你去吧 等女朋友离开后 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闺蜜和男朋友 偷偷牵手不说 还亲了 冷梦寒瞪大眼 扭头看向老公 老公你看到了吗 林峰点点头 嗯 我看到了 而且还拍下来了 原来是有人发消息 他想着 会不会是大宝他们 拿出手机的时候 不小心摸了相机 可巧了不是 对方牵手的照片没有拍到 但是轻轻的照片 拍得一清二楚 保存着 我一会 拿给小姐姐看 遇到这种事 他肯定不能坐视不理 而且 他对刚才那男的发言 很不喜欢 下头 林峰没意见 不一会 小姐姐回来了 男朋友和闺蜜 像没事人似的 好像很熟悉的样子呢 这时 林峰现身 穿着风衣 西装革履 乍一看 与这个电影的基调有些不对 好帅 这也太霸总吧 我的霸总人物形象有了 这男的好帅 他跟之前那玉姐是夫妻哦 紧接着 大宝出现 一个镜头过了 接下来 小宝时不时的冒出来 时而可爱 时而开朗 给大家展现一个 符合他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 看到他就忍不住 让人嘴角上扬起 虽然是根据小说改编 原创操刀和团队 一起修改的结局 原本的结局虽然惊艳 但是差了那么点味道 真正的结局 估计现场只有林峰夫妇知道 看着屏幕上那陌生的女人 夫妇二人都不由得愣住了 好陌生 难怪导演说大宝的演技好 就这演技 确实牛啊 不像我 NG多次导演都差点骂人了 演戏大宝 还是蛮有天赋的 电影即将到了结尾 在场的人开始议论 到底谁才是boss 怎么看谁都像 我觉得肯定不是那玉姐 还有那个帅哥 太瞩目了 一半反转的电影 肯定不会是他们 我看着也不像 难道是男主 林峰竖起耳朵听 没有一个人将最终boss 联系在一个小女孩的身上 说明电影是成功的 而且能看出反馈 这电影 他们还是蛮喜欢的 悬疑题材 融合了一些恰到好处的搞笑和煽情 影片最后五分钟 大宝和男主相遇 很普通的相遇 因为男主身边 还站着另一个嫌疑人 然后男主突然对嫌疑人发难 大宝路人受到惊吓 他惊慌失措 一副被吓傻了似的 这时天下起了雨 男主最终站上了嫌疑人 贪软地倒在地上 任由雨水冲刷 这时头顶上方露出一张小脸 忽然冲着他笑 然后镜头一转 女孩没有了 转眼是男主脸上露出和大宝 一模一样的笑容 这一刻观众才恍然大悟 原来大宝才是最终boss 隐藏的第四人格 第556章 就当是做好事了 没错 电影名字虽然叫第三格 所有人都在猜测谁 才是第三人格 哪知万万没想到 人家还有第四人格 最让人放松警惕的小姑娘 最后给了你致命一击 卧槽 我猜对了 还真是她 我就说 这个小姑娘留在最后 肯定是有原因的 肯定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 刚才探头的那张脸 吓死我了 我就知道自己之前的 一切都猜错了 哈哈 我以为是那个帅哥 没准导演 来个意外出奇迹呢 哎 怎么就是她呢 这也太突然了吧 之前有铺垫的 散场 大家陆陆续续出去了 林峰夫妇走在最后面 冷梦寒找到小姐姐 她又准备去上厕所 厕所排队 小姐姐低头玩着手机 感觉身后 有人拍自己的肩膀 谁啊 哎 你 你不是那位 对方一眼就认出冷梦寒 又惊又喜 我刷到过你的视频 刚才还看了你的电影来着 冷梦寒冲她微微一笑 那个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 笑容这么可爱甜美的女孩 那狗男人怎么忍心伤害呢 不爱你就说啊 兔子都不吃窝边草的 这是人干的事 那个 你要有心理准备 说完 将手机的照片拿给小姐姐看 我们就坐在你们的后面 你出去之后他们就这样了 女生很震惊 然后变得沉默 最后露出一抹牵强的笑容 我就感觉他们有点不对 直觉里面有事 原来直觉没有骗我 他们是真的有事啊 没事 这种男人不值得 这种朋友 咱们也没必要交 对方笑了一下 那个 你可以把这张照片发给我吗 冷梦寒家小姐姐微信 将照片转发过去 谢谢你啊 如果不是有你 我还不知道要被他们骗多久呢 你不觉得 我多事就成 没事我先走了 啊 谢谢小姐姐 我给你发个红包吧 当做谢脸 不用 钱留着 请自己吃顿好吃的 走出厕所 冷梦寒就收到对方的红包 还请他一定收下 女生的男朋友和闺蜜在外面等 两个人保持了一段距离 看着就很不熟悉的样子 男生看到冷梦寒时 满眼的惊艳 而冷梦寒直接给对方翻个白眼过去 垃圾 男生 没听错吧 他是在骂自己 这 这 夫妻二人走了一段路 就听见身后传来吵架的声音 正是这对小情侣 闭嘴吧 都有证据了 你们还想抵赖 我 我们 我来说吧 我其实早就不爱你了 我心里喜欢的是他 冷梦寒就发现 那女生好厉害 抡起拳头 就在男人身上招呼 连闺蜜也不放过 很多人都在旁边录视频 整个电影没有出现熙熙和多多的身影 估计真的是删除了 连酱油都没有打上 我给小宝他们打个电话 小宝那边声音很小 爸爸 弟弟们睡着了 林峰问 什么时候睡着的 小宝回 刚刚 林峰说 爸爸妈妈现在就回来了 小宝 不用这么早 爸爸妈妈 你们可以玩一会 反正弟弟们都睡着了 既然孩子都这么说了 他们可以晚一点到家 看完电影 夫妇二人逛超市 然后被人认出来 啊 你们不就是在第三人格里面演戏的吗 冷梦寒戏外高冷 淡淡笑了一下 林峰问 电影你们看了 觉得怎样 好看吗 对方笑着说 挺好看的 最后的反转很精彩 质量比较高 冷梦寒怕麻烦 夫妻二人买完东西赶紧走了 他可不会这些社交 路上 乌一双打来电话 电影看了吗 好看吗 冷梦寒大赞 看了 特别棒 全员演技在线 就连我也演得像模像样 哈哈 乌一双骂他臭不要脸 你那需要演技 本色出演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 我看完之后 也被大宝小宝的演技征服了 难怪导演说 两个孩子都有演戏的天赋 尤其是大宝 以后前途无量 冷梦寒表示 这个谁知道呢 我看大宝不热衷 如果他真要走这条路 我和他爸还没考虑好呢 乌一双笑 等我们公司做大做强 大宝真要演戏 剧本 角色随便他挑 我们公司的一爸 冷梦寒听完忍不住笑了 你是想笑死我吗 对了 多多和兮兮的镜头删了呀 乌一双 这是导演剪辑版本 你如果要看我这里 有没有删减的片段 当然还有幕后花絮 要不要看 冷梦寒对别人的幕后花絮 不感兴趣 只想看字家人的 撑 回头我整理后发给你 乌一双在各大平台上 转发了该电影的宣传 噓 不要剧透 狗头报命 电影很好看 本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的 没想到这么好 可以啊 我们吴总出现了 电影很好看 准备二刷 反转的出人意料 又好像在情理之中 绝了 要颜值有颜值 要剧情有剧情 要演技有演技 要梗有梗 不说特别出彩 但值得二刷 看之前 啊 看到电影中断 啊 电影结局 啊 楼上那位朋友形容得很贴切哈 各位 这部很好看 安利给大家 喜欢看悬疑都不要错过 绝对一直哦 网友们还是很可爱的 没有剧透 也都是一致好评 回到家 林峰夫妇对两个孩子的演技 大夸特夸 两个孩子根本就不知道 电影讲的是什么 导演让他们怎么演就怎么演 他们表示想看 第557章 姐姐快帮我想办法 第三人格 不适合小朋友们观看 所以 林峰夫妇给他们看的 都是花絮和片段 资料 是从吴一双这边拿的 两个孩子看着屏幕中的自己 既熟悉又陌生 还挺好玩的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导演太坏了 小宝的记忆 可没那么美好 别别嘴回想拍这个片段时 导演那一系列的操作就来气 大宝还没听这里面的故事 然后有兴趣问 导演怎么坏了 我觉得他挺好的 小宝哼哼唧唧 那是你觉得 不是我觉得 反正他就是很坏了 既然他不愿意说的样子 知道实情的林峰夫妇 也没说什么 全当不知道 可下一秒 电视上播放的花絮 正是导演拿着坏掉的玩具过来 小宝肉眼可见的变了脸色 于是 本片最煽情的片段之一 就这么诞生的了 委屈是真的 难过是真的 愤怒是真的 难怪演技这么好 完全是真情演义啊 小宝现在还觉得委屈呢 林峰夫妇看了很不好受 儿子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顺风顺水的 没受过什么委屈 冷梦寒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儿子 只能掀自己的糗事 没事 当初妈妈不会演戏的时候 导演还批批妈妈来着呢 说什么长得还行 脑袋空空横 这句话是冷梦寒私底下听见的 当时可生气了 想要去跟导演辩驳一二 自己又不是专业的 网剧是网剧 电影是电影 让他怎么演吗 而且自己只会演木头美人 是这个角色太过丰富 他演不了啊 哼 现在想想还生着气呢 大宝也分享自己在片场时 导演并不会因为 自己是个小孩子 就会降低要求 他可是剧中灵魂人物 最后boss呢 他如果演技不行 这部电影立即掉个当 所以导演对他是非常严苛的 能达成这样的效果 导演功不可没 小宝听完心里好受多了 又变得没心没肺 嘎嘎乐 我去给外公外婆打电话 让他们去电影院 看看我们的电影 冷母得知 这部电影女婿全家出动 早早就订了票 奈何他们近视 对这电影的排片不多 附近的电影院还没有 跑老远买的票呢 外婆正想给你打过去呢 你们的演技真好 尤其是你哭那段 外婆也跟着哭了 哈哈 都是假的 演戏给观众看的 外婆知道 就是看你哭得这么伤心 外婆心里难受啊 姐姐演技好吧 老板都说她有天赋呢 我看到最后的时候 都吓了一跳 这电影不适合小朋友观看 冷母一听 你也去电影院看了 没有啊 我们看的是片段 好像姐姐演的是坏人 冷母这几年 基本不进电影院看 偶尔去还是陪大宝小宝看动画片 觉得现在的电影 和往年比相差太远了 这次不得不承认 这电影是真的很好看 结局反转实在是出人意料 值得二刷 细细品 细细巴的作品 抛开对这部电影的偏爱不说 冷母很喜欢 下午 阳光正好 夫妇二人直接搬出帐篷 就在自家院子里露营 出去玩就别想了 人太多 录太堵 在家就挺好的 一个超大的帐篷 够一家人挤一起 夜里睡着也不觉得冷 就是怕蚊虫 小宝忽然想到一件事 凑过来 爸爸 爸爸 这田地的声音 一听就有事 嗯 别卖萌 说重点 小宝装模作样的感慨着 爸爸 你看我们这院子 乃至于这地方都很空旷 看着有些浪费啊 凌峰反问 你有何高见 小宝笑 高见谈不上 就是想到一个项目 我们一起投资投资 凌峰都忍不住乐了 好啊 项目是什么 我先听听 小宝拖着塞笑咪咪说 我们做个吃鸡战场吧 凌峰微微挑眉 哦 然后呢 他们以前带孩子们出去玩时 有吃鸡战场 孩子们玩的都是水弹 几百发玩玩就结束了 时间不限 凌峰带着孩子们玩过 还蛮好玩的 一次五十多块钱 场地都是人工打造哄孩子们玩的 小宝嘿嘿一笑 我们可以收费啊 我们班上的同学这么多 好多都喜欢玩吃鸡呢 凌峰瞅过来一眼 我看 是你自己想玩吧 小宝撒娇 哎呀 不要说的那么明显嘛 你看既能玩 还能赚钱 多好啊 凌峰呵呵答 你叫同学来玩 然后呢 怎么接他们 怎么送他们 小宝啊呀一声 没关系了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我们发动脑力 不就想出来了吗 凌峰笑了 那你慢慢想哦 想好了 给我一个合理的方案 听了一耳朵的冷梦 喊小声说 你同意吗 凌峰小声说 看看他怎么打算 一天天不折腾 是是消停不了的 小宝这边给同学们打电话 要玩的可以报名 人数太少 那场地就没修建的必要 群里班上的男同学 几乎全在 还有一年级的朋友 大家踊跃报名 等一下 我记录一下 半个小时候 小宝哒哒哒跑过来 乐呵呵的说 爸爸 爸爸 我问了班上的同学们 一共有五十多人参加呢 这么多 凌峰没想到 人数这么多 还以为就几个同学呢 是他格局小了 嗯 我收费三十块钱 玩一下午 爸爸觉得合理吗 合理 就是打车到这里 车费不便宜 从学校到这里 要三十多呢 啊 这下轮到小宝傻眼了 这么远 每次上学都有人接送 小宝并不知道 打车费用这么贵 小脸一垮 那怎么办 有的学生离这里这么远 车费三十还不够呢 凌峰把问题丢给小宝 你自己去想办法吧 同学们来回车费 都要六十多块钱 再玩一次加起来 要一百多 你觉得一百多不贵 可对有的人来说 可不便宜 我想想啊 姐姐 我亲爱的姐姐 弟弟遇到难题了 快来救救我 一扭头 小宝就冲着姐姐音音叫 第558章 小宝直接开大 他们聊的声音这么大 大宝想不听都难 让他们在某个地方集合 然后坐车一起过来啊 这个地方虽然远 骑电动车还是能到的 家长能送最好 不能送就结伴行吧 如果你舍得钱 就包个车呗 来回接送 就是不知道包车价格 要多少钱 小宝感慨 这钱真不好挣 我去打电话 问问同学们 集思广义 小宝又哒哒哒 跑去打电话去了 最后一致决定 大家一起出钱来玩 他们愿意出钱 至于车什么 就要小宝自己安排了 小宝 得 我打电话问问熟人 另一边 林峰见儿子 对这件事积极性很高 也打电话姚熟人 看看有没有搞过这个的 林峰第一个想到的人 就是大海 人卖广怀 人卖杂 我去给你问问 这种 我还真的不了解 而小宝的电话 打得就更野了 直接大开 打到自家学校那边 为什么有学校的联系方式呢 上次全校表扬大会结束 小宝见对方和蔼可亲 且没有任何架子 就像个普普通通的老爷爷似的 随后加了好友 当初想法就是 哎呀 今天终于见到校长了 这么慈祥可爱的老头 跟爷爷一样呢 做人吗 朋友多路好走 多个朋友多条路 对方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 这孩子真的会打电话过来 当初小宝在外公外婆 家过假期时 冷父也会在家开会 偶尔带两个外孙去聚餐 也是见过不少人物的 校长爷爷 我没打扰你吧 没有 你说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们学校每年 不是要举办秋游春游活动吗 坐的大巴车 多少钱一天啊 小宝以为 对方没听清 又说了一遍 对方愣了 好半天才说 这个呀 得看你做什么用 如果就是室内路途 不远的话 可以租公交车最实惠 如果远可以用大巴车 相对要贵一些 但还是要看座位人数而定 室内公交车是首选 小宝赶紧问 那就公交车吧 我就室内用一下 校长爷爷有人介绍吗 你老人家介绍一定很靠谱 没准看我是你学生的份上 给我一个最低价呢 毕竟我们是学生 没什么钱 又是好半天 那个 你先跟我说说 你们做什么用 林峰找大海还真是找对人了 也正赶巧有这么一个团队 在风景区做这个的 设备什么都在 不是哄孩子过家家的那种 而是给大人玩的 设备和装备都非常好 他们为什么不做了 不知道 好像旗内哄 就不想继续做下去了 东西打算按二手边卖出去 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成 在哪 我发个定位 林峰这边刚挂完电话 小宝那边也兴冲冲的过来说 有结果了 爸爸 我们租个普通的大巴车 只要五六百一天 同学们每个人掏十块钱就好了 耶 不错呀 这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 哪来的路子 说话的是冷梦寒 逗着怀里的两个小妖 笑呵呵的闻 林峰也想知道 这孩子办事效率可以啊 我给学校的校长打的电话 他给我介绍的路子 林峰 冷梦寒 大宝 目光齐刷刷的看过来 卧槽 冷梦寒佩服之情 油然而生 厉害 林峰也非常赞同 你怎么有校长的电话 小宝一解释后 得知林峰要去看装备 表示一起去 这样这是今天就能敲定 林峰淡淡的说 地方我这边还没找到呢 虽然自家院子够大 但想要做大型的吃鸡现场 肯定是不够用的 还需要更多的场地 也不知道借用外用场地 能不能行 得问问物业 你们去吧 我打电话问问物业 这个点再走 就来不及了 父子二人赶紧出发 小宝在群里发语音 兄弟们 我和爸爸现在就去看设备 有可能今天就能办下来 等我通知 等我通知 林峰不由的看小宝一眼 这电话 手表玩得很溜啊 开车半小时 林峰父子到了一个大型仓库 海哥也在那儿 跟一个男的聊着什么 来了 海哥跟对方说了一声 走过来跟父子二人打招呼 小宝嘴甜 大海叔叔 海哥笑 节日快乐啊 准备去哪里玩 不出去凑人多了 就在家里玩 海哥前面带路 说得对 这几天人可多了 出去玩折腾人 还不如在家休息 你们那别墅地方大 够你们随便折腾 林峰和对方碰面打招呼 这边请 对方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看上去酷酷的 手臂上纹 这只一件穿心 打开仓库的门 赫然发现 里面的摆满了东西 都是各种逼真的道具 小宝见状惊叹 啊 这也太酷了吧 小伙子忍不住笑了笑 将采购清单给林峰看 我们开了不到半年 因为生意不怎么好 就没再做了 林峰看一眼清单 这不便宜 小伙子点点头 是不便宜 当初我们就是想做本事 数一数二的 林峰叫来小宝 给你看看 小宝一看 猛然瞪大眼睛 这么贵 看到这一连串的价格 小宝跟小伙子商量 一个一个小哥哥 让人家便宜一点 他们这才知道 原来不是林峰玩 是小朋友要玩 开始是小宝一个人讨价还价 最后林峰和大海加入 小伙子被三人围攻后 打了八五折 坏了 忘记问你妈物业 给消息了没有 林峰赶紧给冷梦寒打电话 得到肯定回答后 不由地松了口气 给儿子比划一个OK的手势 小哥哥 这个我们还不会弄 你能不能做一下售后工作 教教我们吧 成吧 小伙子人也好 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 林峰示意让小宝家 这是他的事 给自己来 回家时 林峰说请海哥吃饭 不了 改天吧 我这边还有事要处理 给海哥添麻烦了 有空找你玩 成 第559章 嗯 火了 第二天 小伙子带着设备 看到一家人的居住环境 惊呆了 觉得自己八五折都不应打 人家有钱着呢 物业过来告诉林峰家人 哪些地方是他们可以使用的 接着 大家开始忙碌起来 一直到晚上 灯光一开 效果氛围就出来了 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啊 小哥哥 这里面有些我都还不会用 等明天我同学来了 你来教教我们可以不 成 成吧 小伙子今天忙了一天 在林峰家又是吃又是拿的 挺过意不去的 吃鸡战场很大 玩的方式多样化 可以单人模式 双人模式 还可以团战 晚上冷梦含话说 这个单给小朋友玩有些浪费 也可以让大人玩 林峰点点头 这个交给小宝吧 他跟我说 其他班的同学 也来找他报名 玩的很多 放假第三天 要来玩的小朋友 一大早就起床 开始写作业 特别自觉 让家长们很欣慰 今天要来林峰家 家长们也是同意的 还给自家孩子们 准备了零食和水果 学校门口一点半集合 这里大多数的家长 都带着孩子来的 一辆普通的公交车 缓缓开来 小宝坐在上面 已经全副武装 气势汹汹的说 兄弟们 上来吧 这些装备虽然有些大 可并不妨碍大家的热爱 一个个急匆匆的 上了公交车 有的家长不放心 自家孩子 跟过去看看 哇 这个看着真漂亮 这头盔质量真好 哇 好想玩 一会我也要玩这个 谁都不许跟我抢 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着 家长们看着公交车 缓缓离开 这才各自回去 下午七点半 来这里接孩子 四十块钱玩大半天 对家长来说 还是很划算 挺好的 我家孩子知道 今天要出去玩 一大早就起来写作业 可积极了 我们家那个也一样 还说这设备 花了好多钱呢 车费来回十块钱 收费三十 挺划算的 我们上次玩了一个儿童吃鸡 那才没意思 三百颗水蛋 我儿子十分钟就玩完了 五十八一次 玩了三次 是这样的 现在孩子们的东西可不便宜 吃鸡战场 距离凌峰家很近 这里都是独栋叠数 相隔很远 就算再吵闹的动静 也不会影响其他用户 如果不是拉着车子的学生 公交车师傅 也来不到这种地方 不由地感慨着 有钱人住的地方真好 孩子们抵达后 由小伙子介绍规则 以及东西的操作 今天是1v1 孩子们从四个入口进入 开始去寻找装备 凌峰夫妇 带着西西和多多 在外面招待司机师傅 以及前来一起的几位家长们 这里准备了矿泉水 还有小零食以及水果 反正服务是很到位的 花四十块钱 体会到了超值的游戏体验感和服务 几位家长觉得这钱花的值 围栏里 孩子们玩得开心 围栏外 凌峰和大家聊着 前来的家长们 把视频分享到家长群里 有些小姑娘们 都心动忍不住想玩 那些孩子补课的男孩子们 都不由得禅哭了 他们也想玩 这地方环境不错呀 道具什么都挺好的 这几十块钱花的值啊 孩子们玩他们的 凌峰这边忙自己的 开始做晚饭 几个小时 对还在玩耍的小朋友们来说 过得太快了 还没玩够就结束了 我以后要当兵 做一位战士 我也是 这个好玩 明天我还要玩 走的时候 大家流连忘返 凌峰录了视频 发在群里 现在司机师傅送孩子们了 家长们记得来接孩子哦 孩子们完全到家的 请家长们报备一下 谢谢 凌峰的面子 家长们必须给 收到 今天给凌爸爸添麻烦了 是啊 谢谢凌爸爸 辛苦你照顾这么多孩子 回到家 小宝好累 但是真的快乐 半小时后 到家的孩子们 家长接龙 一个都没手 群里有孩子语音 子星同学 子星同学 我们明天还玩吗 小宝语音 可以的 来的同学报名哦 晚上还有时间 大家一定要写作业 早上也要写 明天下午一点半 不见不散 大概是完累了 晚上孩子们回到家有的 吃了两碗饭 吃完饭 也不用家长催促 自己去房间写作业 到点就睡觉 妈妈 明天早点叫我起床写作业哦 好 孩子们玩也完了 作业也写了 还不用在家烦他们 家长们能不开心 晚上 家长们纷纷 转账到凌峰账户 这钱是转你微信上 还是给你现金 给现金吧 积少成多 我以后存起来 成吧 这个实战场地是凌峰 小宝和大宝三人投资的 装备太贵 三人平摊挺好的 大宝 什么都没做呢 第二天 但凡来完的孩子们 都很早的起来写作业 一点半 大巴车如鱼而至到了 放假的这几天 天天如此 西西和多多也会去参加 全当吉祥物了 假期结束后 第三人格 火了 各大平台都火了 火出圈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的因为冷梦寒那惊心动魄的美 有的因为小宝揪心的枯戏 有的因为霸总凌峰 有的因为小宝的演技 到这个份上 什么剧透不剧透的 已经不重要了 大家都知道结局如何 开始的前一两天 排片不行 但是后面上座率高了 排片也多起来 这是电影凭借自己的努力 实打实证出来的 这假期当 这部电影在不被看好的前提下 以一匹黑马的姿态 势不可挡地冲出众人视线中 火了 无一双和林峰 共同开的这个影视公司 赚得盆满钵满 林总 什么时候庆祝一下 你可是我们公司最大的股东哦 我这边忙 你去吧 也成 那你们一家的片酬没了 我们两口子的 你可以不用给 但是小宝大宝的要给啊 这是肯定的 一定要给 第五百六十章 女人想法就是多 电影小朋友们没去看 自然不知道 自家学校 有两个当下很火的大明星呢 虽然嘴上说友情客串 无一双还是给了钱的 冷梦寒不要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咋了 瞧不上这点小钱了 听听你说的什么屁话 我是这样的人吗 哈哈 再少也是肉啊 毕竟我现在养四个孩子呢 你养 家里的一切开支 不都是林峰出的吗 这么多年都不知道 你藏了多少家底 哎呀 你不要这么说 我也为了这个家花过钱 出国利好吧 只是都一些小钱罢了 无一双现在真的 替闺蜜感到开心 结婚这么多年 心态越来越少女 人也越活越年轻 真瞧不出 是已经生了四个孩子的妈妈 对了 你新剧开始筹拍了吗 已经着手在准备了 就是想看这部剧的反响如何 看来还不错 哈哈 拍短视频 哪有拍电影挣钱啊 这部电影回头分到自己手上的 比拍几年的短视频来钱快 恭喜恭喜 希望你下一部电影继续大卖 有需要的话哦 也是可以来客串的 从小到大的闺蜜 必须支持 闺蜜为了自己的事业 愿意走出舒适圈 无一双心里感动 哈哈 我希望大卖 不过人不能太贪心 电影也是投资 不能每一部都报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废话 我闺蜜这要牛逼闪闪的人物 必须每部都报 不报肯定是观众欣赏水平不够 闺蜜从来没有错 错的都是别人 无一双哈哈哈哈大笑 没错 肯定是他们欣赏水平不够 跟我有啥关系呢 二人唠了一会 挂上电话之后 无一双整个人的心情都是开心的 现在 他有什么烦心事 不开心时都会给闺蜜打电话 心情就会变好 两个月过去 汪老师和几位老师都发现 吃货老师长胖了 还是那种肉眼可见的胖 吃货老师沉默了 我一直以为自己吃什么都不胖 属于不胃胖的体质 原来是我以前吃的不够好 办公室的老师们 都不由得被他给逗笑了 这姑娘可真逗 汪老师笑咪咪说 胖胖的挺好的 有福气 而且 你脸圆润后 更显得可爱漂亮了 其他老师也过来安慰 最终在一声声可爱的赞美声中 迷失自己 继续吃 林峰现在带孩子的生活很繁忙 却也很简单 基本都是围着孩子们打转 家里两个小细精 从来不会让他失望 每天给家里增添了不少的笑量 就现在 给两个孩子倒一杯果汁 谁先倒谁后倒都在争 林峰面无表情 开开心心的养着小脸 一口同声说 谢谢爸爸 小奶因太浓了 林峰微微一笑 嗯 给你们 小心点喝哦 两个孩子拿着双耳朵 奶瓶玩去了 林峰跟在身后接林府的电话 林府告诉他一个好消息 老板赠送的那几棵树 终于结果了 跟之前网上查到的差不多 是板栗 货真价实的板栗 结的还挺多 虽然老板发错货了 但是这品质没得说 都挺好的 板栗也挺好的 回头可以卖了 嗯 就是有些麻烦 回头我找人问问 谁受了去卖 接着又说了另件事 小蜂 你妈决定要去学一门才艺 林峰一脸问候 她打算学什么才艺 林府 她打算陶冶情操 学二胡啥的 林峰 为什么要学了二胡 有很多乐器可以学的 林府叹口气 你妈说她小时候学过了二胡 老师说她拉得好 后来没啥热情 就没继续学了 可能对二胡有点熟悉吧 所以才选择这个 至于她为什么突发奇想 可能是和别人聊天时 受什么刺激了吧 老年人现在不怎么种地了 闲暇时间找点兴趣爱好 林峰还是很支持的 可以啊 妈要是喜欢 就让她报个班吧 爸你要是喜欢什么 也可以报个班 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 啊 虽然林府这辈子经历平平 长时间在家种地 在外人看来 就是个很普通 略有几分长相的男人 可在林峰的眼里 林府是一位顾驾 疼爱老婆 有责任心 品行端正的男人 细细回想 林府除了钓鱼 好像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 这样 你们两个人就可以一起作伴 一起上课 一起下课 多好 可 可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喜欢的兴趣 没事 好好想想嘛 这件事 我是非常支持你们的 林府挂完电话 就开始找老年培训班 这才发现 还不少呢 什么兴趣班都有 最简单的琴棋书画不说用 有打太极的 练剑的 唱歌 朗诵诗歌的 摄影的 应有尽有 林峰了解了一下 有的学校不收50岁以上 有的要收 但是相对要贵一些 有按学期算的 有一对一辅导的 收费标准各不一样 镇上肯定是没有 只能在市里学了 有了大概的了解后 林峰分享给林府 爸 你看看自己 对什么感兴趣 这是冷梦寒知道后 也是举双手赞同 这件事两天后有了结果 林母决定学了二胡 林府决定学圆林种植 她可不想买车梨子 最后种出来梨子和板栗 两种东西来 可以啊 镇上肯定是没老人兴趣班的 我们这边有 一周上两次课 周三和周五 来看看吧 第二天 老两口就到市里 吃饭的时候 林峰忍不住问 妈 你怎么突然想拉二胡啊 林府竖起耳朵听 小时候老师让报信去班 那时候我看拉二胡挺好的 就找村里的某书 借了一把二胡拉 老师夸我很有天赋 让我跟着他学 以后肯定有出息 我还是很心动的 后来 我跟你外公外婆说了这件事 他们一直认为 学这个没出息 哪有女孩子学那玩意儿 就这样 我放弃了 到现在我还记得 那老师惋惜的目光 以前年龄这件事 只放在心上 没当回事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我的脑海总挥之不去 久而久之 就变成了很奇怪的执念 以前被忽略的事情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记忆清晰 就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管有没有天赋 他就想去学一学 当完成儿时的心愿吧 林峰笑 妈 我支持你 林母笑了笑 第561章 林峰变成家宰 吃完午饭 林峰就带着二老去看学校 将功利和私利 都看了个遍地后 他们还是决定去功利 私利的梅林妇 种意的园林种植这一块 林峰缴费 给父母报名 然后去买二胡 现在大多乐器店 都是卖小提琴 游客里里 钢琴 架子鼓这样的 走了不少的店 才找到一家卖二胡 拿在手上 林母内心复杂 买完 也是时候去接孩子了 大宝小宝看到爷爷奶奶 可高兴了 一个劲撒娇 把两位老人给高兴坏了 啊 你们也要上课了 大宝得知爷爷奶奶 以后每周三五 要来市里上课 一脸震惊 真的假的 看把孩子给吓得 二老赶紧解释 不是 我们上的是兴趣班 想上就上 不上就不上 全凭自己个人喜好 听了这番话 大宝这才不由地松了口气 真的是吓死他了 回到家 林峰忙着做饭 大宝小宝写作业 二老帮忙带孩子 厨房里忙碌的 林峰动作忽然一顿 发现客厅没什么声音 外面也没人的样子 赶紧去过去看看情况 去客厅一看 忍不住笑了 快两岁的兮兮多多 正在给爷爷奶奶贴贴纸呢 这还是哥哥姐姐 留下来的好东西 现在已经能牢牢的粘住 二位老人的脸上 头发上全是贴纸 只剩下一双眼睛 满是溺爱的 看着两个小妖孙 西西和多多刚开始 只是想玩一玩 到最后就变成了PK似的 他怕怕往爷爷奶奶脸上招呼 一点都不含糊的 不知道一会怎么清理 冷梦寒回来时候 就看见二老的脸上 除了眼睛 没一处露在外面的皮肤 然后迅雷不及眼耳之势退出去 直接从后门坐电梯上楼回家 凌峰看了看时间 怎么还没回来 平时这个点都该到家了呀 电话打过去一问才知道 冷梦寒怕殃及自己这条鱼 所以躲开了 下来吃饭吧 顺便叫一下大宝小宝他们 大宝小宝见爷爷奶奶这样 也忍不住笑了 凌峰见状笑着说 你们小时候还不是一样 见啥贴啥 过几天我就在后面收拾 凌峰作为家仔 拥有两个兴趣班群 老师会发视频和照片 还好跟家人聊起 在学校的表现 群里有个很活跃的男人 每次发消息就让人绷不住 我没结婚 也没有孩子 但是感觉是神奇的 这就是平替吗 老师 我家老母亲就交给你了 有做的不好的 上课不认真听课 捣乱课堂纪律什么的 你该批评还得批评 不要留情 老师什么都没说 只发了一段视频回应 视频一点开 里面用鬼哭狼嚎形容 都不为过 全是此起彼伏了二胡的声音 吵得脑瓜疼 老师 心疼你此时的精神状态 你好好上课吧 不打扰你了 视频里几位二胡爱好者 会得展示一段给大家听听 不会感受一下这声音听听 林姆身边坐着一个 打扮时髦的老太太 拉得很抽象 自我陶醉得很 可以看出 此刻她的内心系 一定很丰富 点开另一个群里的视频 大家都在做笔记 有的录视频 学得很认真 与隔壁般爱表现的 那群人不一样 他们求之若渴 认真的听老师上课 对比非常明显了 一节课90分钟 都是上午的课 中午回来吃完晚饭 回乡忙自己的事 第一天上课感觉怎样 二老的反馈都挺好 认识了新同学 学到了新知识 时隔几十年再次上学 感觉很神奇 好像自己一下子 年轻了好几十岁呢 能看出来 二老是真的很开心 笑容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小方 你知道吗 同桌觉得我特励志 这把岁数 从乡下跑到城里来学二胡 一定有很深的执念 可不是吗 我看视频上阿姨挺会拉呀 她以前学过 学过啥呢 她就是瞎扯呢 说自己想搞点音乐 讨野自己老了的情操 觉得别的都太懒 就二胡简单学起来轻松 哈哈 这阿姨还挺有意思 是啊 她儿子也有意思 接人时跟老师说 要留家庭作业 哈哈 阿姨是不是叫情书 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 她儿子在群里 就是个闲眼包 林母经常上网冲浪 知道闲眼包什么意思 他们母子二人 确实挺逗的 林峰扭头问林父 爸 你们班上 有没有很有意思的同学 林父摇头 就是有一位同学很玄学 什么植物在她手上都会死 在她老婆手上就会活 她不信邪 要改命 林母好奇 真有这么神奇 林父点头 是她自己亲口说 我们班就几个同学 第一节课 大家挨个自我介绍 和来学这个的理由 剩下的两个同学 一个是老婆喜欢种植 种什么死的 她种什么活什么 所以老婆 让她来学习 给自己种花花草草 母子二人一听 不由得一待 林峰笑着说 我觉得这两位同学 可以互相学习一下 哈哈 林母觉得有意思 剩下的那位呢 林父说 剩下的那位 因为想种有些花花草草 所以来学习学习 也是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位 园林种植在这边 还是偏冷门的 来学习的人很少 还都是男的 二老吃完饭 见孩子们睡着后才走 爸妈 到了给我打电话呀 知道了 你快回去看这两个孩子吧 周五他们上完课 会在这里过一天的周末 待得到周日才回去 一到周六周日 小宝的生意就忙活起来 周六和周日下午 来这里玩的同学特别多 特别多 最开始只是班上的同学参与 后来有别的班同学参加 一到六年级都有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家伟们各派出 有时间的代表来 牺牲自己的闲暇时间帮忙 有些家长是反对 孩子们玩这个的 可自从孩子玩这个后 写作业可乖了 既然喜欢 那就去玩吧 一下午才四十块钱 如果带孩子逛街什么 别说四十了 四百都能花出去 第五百六十二章 令人崩溃的儿子 普通大巴车 从最开始的一辆 到现在整整四辆 声势浩大 而前任老板 周六周日在这里做兼职 他打死都不想不到 一个小朋友 把他做失败的生意 搞火了 而且 挣得比自己还多 好气气哦 台上 小宝拿起话筒 宣布游戏规则 这次玩的是2V2 直接向左向右转 就这么足 玩家多了 场地肯定要扩建 所以 现在场地比之前 大了三倍不止 而距离他最近的邻居 房子空着去国外了 两个月了 别墅还没租出去 本来就三户人家 现在户口一 还剩下另一位 位置最远 完全不用发愁 会吵着人家 小宝小大人似的 把话筒交给小伙子 小哥哥 我去玩了 辛苦你了哈 小哥哥哭笑不得 他真的没想到 有一天 自己的老板 会是个小学生 二老之前只听说 孙子在搞一个 真人游戏什么的 他们也不懂 以为就是小孩子 过家家那种 没想到这么声势浩大 完全震住了 这 这都是他自己搞的 是啊 装配的钱我买的 别的事就交给他 自己处理 家长们也会找代表 过来监督 所以 他现在什么都不用管 前几天还买了监控呢 这活是小伙子干 自己也管不着 小宝好厉害 这 这么多孩子都听他的 也不全听 但是不听就不给他玩 想玩就得听啊 老板管理 二百多名员工 都很难得 更别说小宝呢 就算那些实在不听找事的 还不是有大宝吗 打架不再怕的 二老对自己的孙子 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从两点开始 玩到下午六点 每轮的游戏规则都不一样 凌峰坐着听了半天 也没听出什么意思 二老就过来送送水 准备水果 从监控看里面发生的一切 看着还挺好玩 大爷 玩不玩 不玩 不会 我教你呗 不啦不啦 看着孩子们玩才有意思呢 林母接到书文的电话 就是问问有没有土鸡卖 自己想从他那儿买点土鸡 我没有养 村里有人 我回头给你问问啊 林母本来也想养来着 只是鸡鸦这些不听使欢 弄得院子到处都是鸡巴巴 家里孩子回来可不方便了 最后 林母索性给钱 让别人帮自己养着 回头要吃 拿来杀了吃就成了 你在干嘛 那边这么吵 是不是在做作业 做作业 什么作业 就是今天老师 让我们练习的那个 你忘记了 你不说 我还真没想起来 都这么大岁数了 谁想得起来有作业这回事 我那不孝子 天天盯着我的作业 监督我学习 陆世平问老师拉的怎么样 不好还让我中拉 这 还好我儿子不怎么管我 给我很多自由 羡慕 我那儿子烦死他了 不结婚 没事就搞有的没的 肯定是我前段时间催他结婚 他打击报复我 林母忍不住笑了 那你赶紧给他找个 有了女朋友 就顾不得你了 舒文叹口气 我也是这样想的 可是我这边没合适的 姊妹你那边有适龄的闺女吗 林母笑 没有 我知道的姑娘都嫁出去了 你让她去网上找啊 上班的地方 你儿子长得帅的 又会说话 肯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的 舒文发出亲妈的嘲笑 有很多人喜欢她 要情商没情商 要智商没智商 谁会看上她 算了 为了姑娘的幸福着想 还是不要让她去祸祸别人了 我于心不忍 林母笑的不行 怎么会呢 只是没遇到对的人罢了 舒文回到正题 那你在乡下帮我问问 钱不是问题 林母点点头 好的 舒文听见兮兮叫奶奶 你现在在你儿子家啊 她家住呢 我过来找你玩呗 林母回 住的偏远 距离你家应该很远的 舒文烦躁的说 远野来一趟 你都不知道 我儿子有多烦人 以前我天天盯着他 现在就知道盯着我 说话间 就听见舒文儿子的声音 妈妈 电话打完了没有 该练习了 接着手机传来舒文的骂声 恋恋恋 你让我歇口气成步 你想累死我是不是 你要是很闲没事做 就出去玩可以不 我没钱 也不知道出去玩什么 没钱是吧 我给你钱 我给你钱 你快去玩吧 别再一天盯着我了 我难受 我都这么大了 怎么能用妈妈的钱呢 我会努力去挣的 那你快去挣啊 外面工作机会这么多 你别把精力放在家里了 我已经投了简历 哇 真的 那太好了 都被拒绝了 啥 不可能 为什么没有眼下的老板看上你 妈 练习了 啊 啊 能听出来 舒文很崩溃 呼吸着 真想打死你 妈 花钱了就要学啊 不学多浪费钱 我们家的钱 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闭嘴 我一会要去你唐阿姨家 不会是你找的借口吧 放屁 我是这样的人吗 不信你问阿姨 说完 开了免提 林母笑着说 是的 我让妈来我们家做客 舒文哼哼唧唧 看到了吗 唐阿姨的人品 你信得过吧 舒文儿子笑着说 好啊 我开车送我妈过去 第563章 小宝炫富 挂完电话 林母笑得不行 觉得舒文这对母子二人 实在是太逗了 一旁的林峰 听完也忍不住笑了 看了看时间 肯定是要留客吃饭的 又去厨房准备饭菜 毫不意外 半小时后 那对母子迷路了 林父认的路 起身 我去接他们 遇见这对母子时 他们正站在车外 眺望远处的风景 聊得可欢了 看见林父的车子 母子二人不约而同的笑了 你们这地方很难找哈 林父笑着说 是挺不好找的 我之前也是找了半天 连方向都是错的呢 舒文儿子问 说 那我们方向是对的吗 舒文白眼过去 看你输来方向 我们肯定是走反了呗 舒文儿子瞪大眼睛 那我之前说 往这个方向走是对的 舒文没好气的说 对对对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下回你开车 你找路程吧 跟着林父的车 来到副一楼的车库 里面停了不少的车 从车库到电梯里 母子变得有些许安静 眼神传递着连林父都懂的意思 妈 你看电梯呢 家里装电梯呢 是啊 肯定很贵吧 那肯定是啊 母子二人随林父到了客厅 被眼前的奢华的 心中式装修风格 给惊艳到了 哇 子妹 你装修得也太好看了吧 我那老房子 能照着抄作业吗 可以啊 我儿子的一个朋友 搞装修这一块的 回头可以介绍介绍给你 用不用看个人 收费贵不 我们朋友关系 能不能少点 我那老房子不大 只有八十多平米 应该能少点吧 回头你多找几家 对比对比价格 合适就用 林母跟对方虽然聊得来 但说到底 还不是特别熟 话题点到为止 说文儿子进屋坐在沙发上 一边逗弄孩子 一边这看看他看看 觉得这设计 真的太符合他的口味了 唐一 你这房子装修得可真漂亮 能让我参观一下不 没问题 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林母叮嘱林父 照看两个孩子 自己带着母子二人去参观 一圈下来 母子二人 只能用羡慕来形容 真看不出来 平时衣着朴素 身上除了银镯子外的 普通老太太 儿子竟然这么有钱 妈妈 我们老房子 就按照这种风格装修吧 可是我们老房子太小 不适合这种风格 没事 找个靠谱的设计师不就行了 说文是单亲妈妈 一个人拉着儿子长大 没有再婚 夫妻早年有些家底 目前有两套房 现在住的是丈夫 还没去世前买的 老房子是以前公婆住的 他们计划老房子装修一下 留给自己养老住 儿子也老大不小 到了结婚年龄 现在住的房子 就当是他的婚房 叔儿子听见后面有动静 咦 外面干啥呢 那我得去看看 我最喜欢吃鸡了 哈哈 说完笑哈哈的 一溜烟跑了 叔文头疼不已 这孩子都快三十了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林母笑着安慰 而孙字有儿孙福 我们哪能面面俱到啊 还要孩子开心 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 比什么都强 林家三人 以前就属于那种 自足常乐的性格 看得很开 即便是现在 他们的初心 也没有改变过 很早的时候 林母和棱姆两人聊天 谈论起林峰 当全职爸爸这件事 有全职妈妈 为什么不能有全职爸爸呢 其实全职爸爸也很辛苦的 亲家母的一句话 让林母心里暖暖的 说句伤感情的话 以前我确实对林峰 有一点点偏见 男人就应该 把重心放在事业上才对 怎么能把目光 放在家庭上呢 而且只要有上进心 加上有这样的老丈人 林峰前途 肯定比当全职奶爸来的强 可是到后来 我也看明白了 只要他们小两口 开心幸福就成 我管这么多做什么 后来林母从车移那才得知 棱姆有个朋友 家里千万资产 儿子本来想接手自家公司的 也不知道父母怎么想到 非要让儿子 从最基础的技术员干起 然后 孩子的整个用手臂 卷入机器中 整个人都废了 婚式泡汤了 人也变得唯米不振 美好的家庭彻底乱套了 这件事上 棱姆想了很多 就再也不管两个小夫妻之间的事 叔儿子到了现场 看到两百多个的小朋友 都愣住 啊不 没大人吗 那个 我可以玩吗 可以 不过要等待下一轮 下一轮什么时候开始 还有二十分钟 你是做什么的 厨房 林峰哼着歌 舒文过来准备帮忙 不用阿姨 你和我妈出去坐着 这边有我一个人就够了 那多不好意思 我打下手也成啊 那 林峰左右看了看 阿姨就帮我把这些菜摘了吧 好嘞 这次母子二人也不是空手而来 知道他们家有小朋友 买了一些玩具水果 下午六点 孩子们集合 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去了 我儿子呢 小宝说 哦 叔叔他们在玩呢 林峰 那我们等一会开饭吧 小宝一进屋就说自己饿了 大宝从楼下就进厨房去了 冷梦寒开始吃水果 就连西西和多多都已经做小餐以上 自己动手开始吃饭了 舒文看在眼里 不用等他 我们自己先吃 他玩起来都能忘记吃饭 不用管他 在舒文再三要求下 开饭 好好吃 姊妹 你儿子的厨艺太好了 每次涉及到这个话题 小宝都忍不住炫富 我爸爸的厨艺天下第一 没有人不说好吃的 对对对 太好吃了 吃不到了 活该 我们老师吃了几个月 都吃胖了 你们老师也吃你爸爸做的饭啊 说完舒文意识到不对劲 好像不应该问这个 看其他人的脸色神色 舒文不由的松口气 吃啊 每一顿给三十块钱的伙食费呢 现在他好纠结 要不要继续订餐 说减肥好困难的 小宝一本正经的在说这件事 让人听着 怎么感觉这么想笑呢 等这边吃完 舒文的儿子才回来 呵呵 好玩不 现在才回来 完了 吃不上大厨的手艺了 妈 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不过我去厨房看看 风哥 风哥 给我留饭了吗 这可真是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留了 哥 你人真是太好了 哇 闻着好香啊 第五百六十四章 冷梦寒热心肠事件一 二人相差不多 只是凌峰大学毕业 就结婚当爸爸了 早婚早育的那种 吃完饭 母子二人又坐了一会 这才离开 凌复起身 我开车带你们出去吧 这地方弯弯绕绕的不好走 母子二人欣然同意 车里 舒文开车 听儿子聊起自己的新打算 新计划 你想和那个小豪 一起做这个生意啊 嗯 不过小豪有过这样的经验 真要一起做的话 光靠我们两个是不行的 肯定啊 装备场地 还有一些营销 都是要给钱的 哟 妈你还知道这个 我又不是老古董 怎么会不知道 说的我跟傻瓜似的 我们打算入股 不过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 我觉得不同意 我听你林阿姨说 光每周六周日 就有两百多同学一起玩 他们往里面投了不少钱 这个吧 我听小豪说 这是不是林大哥管事 是林子星 他儿子 就是那个小朋友 是啊 那些同学都是他找来的 在学校人家可有威望了 嘖嘖嘖 真没看出来 你想做就去做吧 除了违法乱纪的事 别的妈都支持你 那你也支持我点钱呗 回头挣了 我还给你 啊 这 谈钱多伤感情 伤几次就习惯了 说文母子前脚刚走没一会 二老也开车回家 家里的那点庄稼 还有那些树 都还等着他们打理呢 而且德叔身体不好 隔三差五见不到总会担心 主卧旁边的小房间 就是婴儿房 大概有十平米左右 摆了两个儿童小床 冷梦涵躺下后 不由的感慨 睡着的兮兮 和多多可爱的像个小天使 没白天炸脑壳 我妈问什么快两岁 要不要去早交班 林峰问他 你怎么想的 冷梦涵歪着脑袋说 如果孩子们去早交班 你就可以轻松一些 林峰搂着老婆 我还好不是很累 应付的过来 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 冷梦涵点点头 拿起平板 无聊的刷一会视频 林峰和小鹏在微信上聊天 忽见冷梦涵坐直了身体 皱眉非常生气的说 卧槽 怎么了 冷梦涵将手机递过来 看这个女的在说什么 林峰凑过来一看 也原来是一个帖子下面的评论 帖子 认识一个男的超帅 家里又有钱 我使出浑身解数 都没办法拿下他 姐妹们怎么办 后面说自己家境一般 有房有车 家里有点小存款 独生女 长得漂亮 追求自己的人很多 而那个男的非常帅 家里资产上益 聚会上认识的 并且对他一见钟情 怎么讨好都无济于事 现在寻求网络上的小姐妹们 有没有办法 一举拿下他的办法 评论下面 有些站在感情的角度上出发 劝小姐姐看开一点 令则良人 毕竟感情这种东西 不是一个人的事 还有一些站在门当户对 这方面考虑 家庭悬殊的情况下结婚 未必能幸福 还是要旗鼓相当最好 当然也不排除感情很好 三观和拍这种的 不过前提 要有感情啊 还有一些人用 自己和周围人的案例 让小姐姐不要放弃 没准能开花结果呢 当然 不乏骂小姐姐 说什么一见钟情 还不过是缠人家的钱 涂人家的言 其中有条评论 被冷梦涵关注到了 是一个男的 有和小姐姐一样 类似的经历 他只是普通的小员工 奈何长得帅 备受女性欢迎 有一天 公司老板的女儿来学习 跟大明星一样漂亮 自己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最终老板女儿被打动 因为老板不同意 他们只能偷偷交往 可这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 男想让女的的怀孕 哄着等肚子大了 拿捏孩子成功结婚 而他已经在实施 相信很快就会怀孕 所以 一切都有可能 还说 女的之所以现在没有拿下对方 是舔的不够 付出的不够多 这位条评论下面全是骂他的 男人表示无所谓 将这一切卑劣的行为 扭曲成自己对幸福的渴望 想要结婚如何如何 是挺下头的 不想着如何做出成绩 让老板刮目相看 就想着用这些旁门左道 你做什么去 这种事不能忍 冷梦涵点击这个男人的账号 发现是个小号 言论更是三观乍裂 冷梦涵不着急 慢慢地找 慢慢地找 从他关联的这一百多个用户中 一一筛选 最后找到了他的大号 此时 已经半夜三点多 凌峰见他忙 还贴心地给他准备了夜宵 要不要我帮忙 冷梦涵摇头 不用 我自己来 老公你睡吧 愣了一下 是不是影响到你了 我去书房 凌峰摁住他起身的肩膀 不影响我 你在这里忙吧 大号上 各种暗出出的秀恩爱 三观正 而且给人感觉 是个很有正能量的人 冷梦涵差点以为自己搞错了 但他知道 他们就是一个人 又在大号里面 冷梦涵费了不少功夫 才找到他的女朋友 正如他所言 他们是秘密恋情 还没有曝光 所以只能暗出出的秀恩爱 还挺难找的 随之加他好友 冷梦涵做了一个PPT 扭头发现对方 已经通过好友申请 你是 你男朋友在你身边吗 啊 他不在 哦 给你看看看这个 什么 关于你男朋友小号上的言论 PTT 冷梦涵伸个懒腰 大功告成 辛苦了 啊 吓死我了 冷梦涵太投入 完全没想到林峰还醒着 冷不丁声音从后面貌出来 真的是吓死他了 第565章 冷梦涵热心肠事件二 哎呀 老婆辛苦了 来抱抱 我们快睡觉 冷梦涵赶紧去洗漱 然后窝在老公怀里 老公 你其实不用等我的 林峰搂着他 那不行 我都抱着老婆才睡得着 没老婆怎么睡 冷梦涵心里甜滋滋的 嘻嘻 晚安 第二天是周日 林峰起来做早饭 嘻嘻和多多已经醒了 熟练的翻出小床 哒哒哒的跑到主卧去吁吁 之前是智能感应马桶 林峰特意找来工作人员 把感应给遮起来 在空地放了两个小马桶 一左一右 光着脚哒哒哒去上完厕所 然后在主卧的床上蹦迪 冷梦涵打着哈欠起说 过来臭宝们 亲妈妈一个 两个孩子扑过来 一个脑袋都争来争去 冷梦涵赶紧制止 狠狠给两个孩子 各自一个摸摸的 来 妈妈给我们两个小宝宝穿衣服 衣服呢 哦 在这里啊 冷梦涵睡的晚 迷迷呼呼给两个孩子 穿好衣服后 又迷迷呼呼带他们下楼 然后往沙发上这么一躺 又迷迷呼呼睡过去了 林峰给老婆盖好毛毯 带着孩子们去吃饭 父子三人吃完后去散步 回来家里的另外三人 都已经开始吃饭了 老公你看看 那小姐姐不仅跟男朋友分手 公司也已经辞退他了 还谢谢我来着呢 那挺好的 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小姐姐也不是恋爱呢 起来就看到这个好消息 冷梦涵开心到 都忍不住想去睡个回笼觉了 今天天气很不错 一家人商量 下午去哪里玩 谁知道 诸葛云宛如一阵风似的 坐了不到两个小时 又去机场飞走了 冷梦涵鸣嘴 有些突然 我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 林峰也是 这孩子也不提前说一声的 这孩子 每次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们下次得还回去才行 嗯 我想想下次回什么 这孩子每次都出手如此阔绰 林峰也很头疼 转眼 到了深秋 天气渐冷 嘿 别墅有地暖 西西和多多喜欢不穿鞋到处跑 所以 林峰还没到最冷天的时候 就把地暖打开 一家人那叫得开心 享受得很 现在好了 两个小家伙 更喜欢在地上撒鸭子跑了 日子 就这么过着 林姆的二胡学得不错 像模像样 是这里群家长里面最刻苦的 连带林峰这个家仔 在群里也受到了表扬 林傅现在学了园林种之后 对家里的那一百多棵果树 更加爱惜了 现在也不要林姆插手 自己一手包办 林姆专心学二胡 还给自己开通了一个账号 每天打卡 让网友一起见证自己的进步 这是老师给学生们布置的任务 一个是自我监督 二个是宣传学校 刚开始 林姆还有点不好意思 跟大家一边唠嗑一边拉 收获了不少网友们的鼓励 渐渐的也就放开了 还真别说 我妈在拉二胡这方面 确实挺有天赋的 老师说她进步神速 你说 如果妈当年继续学习拉二胡 没准能成为大师呢 没发生的事 谁知道呢 你说妈现在后悔吗 林母后不后悔冷梦 还不知道 但是第二天 她就后悔了 一到家就捂着脸 背影透着从未有过的 怎么说呢 老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老公 我 我 冷梦 寒神色很复杂 我今天不知道做了一件好事 还是一件坏事 就挺突然的 林峰宽慰她 先说给老公听听 冷梦寒打起精神 这学期 我们学校找了不少老师 其中一位老师 我跟她关系还不错 一次偶然的谈话中 告诉我有抑郁症 我嘴笨努力地开导她 也不知道起不起作用 反正我尽自己最大努力了 今天本来有她的课 同学找到人 就找我这儿来了 我连着给她打了好几时电话 都无人接通 联想她前段时间 总是发EMO朋友圈 我担心她出事 就各种找联系方式 好不容易找到她老公的电话 说早上就出门上课去了 最后 我们几个老师提一报警 希望她不要做傻事 冷梦寒说到这里 表情非常复杂 更甚至一言难尽 看这样子 人肯定是没事的 然后呢 然后 然后警察找到她 发现她 她一大早就去见自己的小三家 然后睡着了 真的 林峰想到很多种可能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 我记得你们这老师怀孕了吧 冷梦寒艰难的点点头 对 已经五个月了 这就是为什么 冷梦寒很在意这位老师的原因 现在 这件事我们老师都知道了 也不知道谁传出去的 学生们也 我 真的 我真的没想到 她是这样的一个人 完全看不出来 冷梦寒服 你说这叫什么事 真的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林峰叹口气 你也是一片好心 跟你又没多大关系 别放在心上 冷梦寒深吸口气 拿出手机 几个老师的群里 都在聊这件事 这回功夫 学校已经给出处理方式 辞退 群里的知情老师说 男方带着女方 去做亲子鉴定了 是亲生的还好 不是亲生的 肯定是要离婚的 死 怎么了 这小三也有家事 这房子是租的 供他们优惠 听说这小三老婆的娘家 在男时有点背景 可真乱 这件事 让冷梦寒一下午的情绪 都闷闷的 林峰给吴一双打电话 让他劝劝没准好事 就这点皮诗还矫情上了 看我不骂死他这个小蠢货 一天天的 吴一双当即给冷梦寒打电话 冷梦寒把这件事 跟闺蜜一说 然后被嘲笑了 就这 就这 老子身边还有更扎裂的 天天碰到这种事那种事 要像你这样 老子日子还过不过 我说你现在被林峰宠的矫情的狠 要我说这件事 你是大功臣 我要是他们的老公老婆 还要谢谢你呢 一通骂后 冷梦寒心里好受一些了 宝贝 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现在心里不难受了 呸 这些道理我就不信林峰没给你说 你就是欠骂 你怎么这么说人家呢 老子日理万机 知道我这十分钟 要挣多少钱吗 滚一边去 再让我看见你这样矫情 小心我飞回来揍你 第五百六十六章 大宝一个计划 时间匆匆而过吗 转眼就到了年底 新的一年里又即将过去 不远处的真人吃鸡战场 以前周五周六只有小朋友们玩 现在也有很多大人也在玩这个 算是彻彻底底办起来了 如今 舒文阿姨的儿子和前老板 最后加上小宝一起经营这个 为了不影响林峰一家人的休息 还特意将游戏的大门设置在另一个地方 这样做的确有用 而且靠林峰家的这片区域 最后搬离别的地方去了 这天放学回来 大宝心事重重 看着林峰和冷孟寒几度欲言又止 姐 你到底怎么了 有事说是 这样让我们很不适应吗 冷孟寒也说 是啊 有什么心事跟我们说说吗 看看有没有帮得上忙的地方 林峰去看向小宝 你们是一个班的 是不是你姐遇到什么事了 小宝夸张地说 她能遇到什么事 在我们班上 谁都不敢惹她 会挨揍的 夫妻二人有些哭笑不得 冷孟寒呵斥儿子 怎么说话呢 小宝别嘴 我说的是事实啊 全班的人都怕她 遇到她都躲得远远的 大宝扭头说 你会说话 就多说点吧 招人稀罕 小宝立即不说话了 乖巧地吃饭 很好 她这个姐姐生气起来 管你是不是她弟弟 照样揍你 大宝鸣嘴 先吃饭吧 吃完饭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跟你们说 哟 这么严肃啊 三人面面相去 只有西西和多多 跟狗狗们玩得很开心 吃完饭 大宝一脸严肃认真的坐在沙发上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和大家商量 其他三人不约而同地问 什么事 大宝抿了名嘴 开始说起事情的起因 班里 一位女同学的姐姐 这个女同学 林峰和冷梦涵都见过 大宝在班上 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之一 朱瑶 朱瑶跟大宝叔说起 自己姐姐的苦恼 她在学校被同学 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了 他们家条件不错 不说特别有钱 但肯定不差钱的主 朱瑶姐姐朱雪 在南市很有名的高校读高二 是火箭冲刺班 学期成绩不错 冲刺有望考一所985的大学 老师都跟家人保证过的 只要朱雪正常发挥 986是有希望的 家人为了女儿能安心高考 在学校附近租房子 照顾她的一日三餐 这才发现 女儿从考到这所学校开始 就经历同学们长时间的欺负 因为朱雪长得漂亮 性格温和爱笑 吃穿用度同学们看来 家里蛮有钱的 然后 她就被学校某些品行坏的同学盯上了 林峰夫妇听着眉头皱紧 小宝很生气 然后呢 找老师 找警察叔叔啊 大宝他很漂亮 还不到10岁的他 个子高挑 气质很冷 跟冷梦涵很非常像 但 冷梦涵饰演的 内心傻白甜 但 大宝不是演戏 他真的就很冷的一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上次系统奖励的 儿童智慧提升业起作用 感觉这孩子小小年龄 就入出大老班的姿态 加上他气质冷 冷打 的确如小宝说的那样 班上没有人敢欺负他 甚至是整个学校 一点也不夸张 小宝说 如果姐姐去练散打 或者拳击 就是无敌的存在 但因为大宝懒 生性不爱动 所以 在运动方面无疑特长 常说乱棍打死师傅 只要他发疯 就无敌 找了 朱瑶说 学校也管了 家里人上下接送 可只要在学校那同学 暗地里又欺负他 小宝非常生气的说 揍啊 揍一顿 再赔一些钱 最好打到医院去 大宝叹口气 朱瑶的姐姐 一个人打不过呀 小宝露起袖子 我们去帮忙 冷梦寒 摁住激动的儿子 还有半年 就是很重要的高考 你把人家打到医院去 回头家长不闹疯了 那可是他们孩子的前途啊 那怎么办 要不我们偷偷叫人 把他们给打一顿 当报仇 这是有法治的社会 得另外想办法 你先别生气 看看你姐是怎么说的 这种事情 是很让人头疼的 而且还是在这种街骨眼上 大家齐刷刷 看向大宝 大宝犹豫了一下 我有一个计划 不过需要你们的配合 林峰夫妇十分不解 需要我们的配合 我们能做什么 小宝手臂一挥 需要怎么配合姐你说 十分钟后 当他们得知大宝的计划后 三人又是震惊 又是呆住了 小宝大喊一声 妙啊 姐姐 你怎么这聪明 大宝并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 多读点书 不就知道了吗 他看向自己的父母 爸爸 妈妈 你们同意吗 夫妻二人互看一眼 风越大 鱼越贵 同意 这个是你安排 小宝你得保密 小宝拍拍胸口 肯定的 我嘴巴可言实了 夫妻二人躺在床上 冷梦寒鸣嘴 你说 你说小宝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呢 林峰回 女儿爱看书 什么书都看 懂得多正常啊 冷梦寒感慨 我女儿脑子可真好使 嘖嘖嘖 三天后 大宝带着一个朋友 来家里做客 随行的还有朱瑶 紫月同学 你们家真的好漂亮 此时 家里没有一个人 就连猫猫狗狗也不在 那位朋友这看看 那看看 完全被子月家的奢华给震惊了 大宝往沙发上一坐 很傻白天的炫耀 看吧 我们家比朱瑶他们有钱多了 对方眼睛亮晶晶的点头 看出来了 你爸妈呢 他们到哪去了 大宝歪着脑袋 他们很爱玩 也不怎么管我 朱瑶看向大宝 眼里透露着害怕 大宝仿佛没看见似的 神色无意的回答对方的话 那小妹妹 你们家有什么宝贝 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有啊 来 上楼 我给你看看 大宝带着这位朋友 乘坐电梯上了三楼主卧 将家里的宝贝 连同保险柜 都让女生看了 卧槽 卧槽 第567章 真的是引狼入室吗 对方哪里见过 这么好看的珠宝首饰 还有这么大的保险柜 里面肯定更有钱 这个保险柜都有什么 我看见妈妈 往里面放了好多金条 还有爸爸的手表 还有比这些还漂亮的珠宝 女生拿出手机 将这一排排斩柜 似的珠宝拍摄下来 一旁的大宝 抓着朱瑶的手 安静地看着 对方录视频还不够 直接打去视频电话 那边是一个骂骂咧咧的男生 我信号信号信号 我打的正上头呢 你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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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看看 卧槽 你在哪 一个朋友的家里 这个孩子六年级 家里具有钱 父母也不怎么管他们 镜头说吧 对准两个小女生 又跑出去看看男生 看了看这奢华的别墅 二人也没把大宝小宝当外人 谈话内容全被听见了 这么多东西 拿个一两件 应该发现不了吧 反正他们有钱 少了也不在乎 信号信号 一两件怎么够 这么多东西 我们得多拿点 回头 你懂得 朱瑶害怕的往后 大宝身上靠了靠 小脸写着 害怕 反观大宝 在对方挂完视频后说 你们要什么 我送给你们啊 我妈说这些东西 反正都是要留给我的 也就是我的 对方一呆 真的要送给我们 大宝点点头 是啊 我反正也不喜欢这些东西 你要的话 我可以送给你一些 对方又惊又喜 看向那些宝贝的东西 仿佛已经是自己的了 不过现在不行 我爸妈一会就回来了 家里还有两条狗 对外人很凶的狗狗 你们下次来带一些棍啊 刀啊什么的 他最怕这个了 对一愣 你们家养什么狗 一条德木 一条边木 德木超凶的 见到不熟悉的人就有 是我们的护卫 正说着 外面传来动静 对方仿佛捉贼似的 赶紧离开房间 警告威胁大宝和朱瑶 这件事 如果告诉你爸妈 我就找人打你 听见没 大宝害怕的点点头 知道了 你别打我好不好 一看就知道 是个容易被人欺负的孩子 对方很满意的笑了 三人坐电梯下楼 就看见凌峰牵着一条 凶悍的德木回来了 凌峰拍拍德木的头 狗就冲着那女生 一个劲儿叫 吓得女生身体一抖 凌峰轻声呵斥一声 阿虎 德木立即收声 没再叫了 这位是 大宝说 他是我的朋友 正准备回去 凌峰呕了一声 留下来吃饭吧 女生摇摇头 不 不用 我回去了 他显然是怕狗的 凌峰见状 让德木去一旁待着 我开车送你们吧 这个地方不好打车 女生没有反对 车上 凌峰跟大宝聊着 说什么计划 两口子要出去玩 到时候 家里只有狗狗陪着他 大宝没好气的 呜了一声 又说 要给大宝拿一万的现金 阿姨会过来照顾他 如何如何 朱瑶和另外的女生 都没说话 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琪 你和我女儿怎么认识的 啊 我们 我们买东西的认识的 凌峰没再说什么 因为顺路 先送朱瑶回家 最后送王琪 车里 父子二人对视一眼 聊着家常 大宝的电话 手表响了 是王琪发过来的 你说话要算话 这件事 你不能告诉家长 不然我就找人打你 车里的王琪 刚才都听清楚 没等大宝回消息 又接着说 我们周五下午来找你 在校门口等我 要不怎么说 一家人演技好呢 凌峰父女二人 回到家时候 其他人也都回来了 什么都没说 该干嘛还干嘛 周五的那天放学 小宝来到老师办公室问题 身为老师 最喜欢不懂就问的同学 懂了吗 老师 那你再给我讲讲这道题呗 可以这道题员不懂 你说说 笑咪咪的 给小宝讲了一道又一道 咋了 这是把不会的 都累得一天来问 另一边 大宝和朱瑶坐上车 车里一共有五个高中生 其中一人还会开车 而且车上的确拿了武器 大宝看向朱瑶 朱瑶点点头 一个都没少 卧槽你妈 这路怎么回事 绕来绕去 到底怎么走 王琪哪知道 上次自己也是打车过来的 还是大宝指的路 你问他 他知道怎么走 一行人在大宝正确的指引下 终于来到别墅跟前 卧槽 这也太有钱了吧 这可比朱雪他们家 有钱多了的 大家看向大宝的眼神 仿佛是在看一头 可爱的小羊羔 金灿灿的 王琪说 他们家的德木特别凶 我们要拿东西下滑他 他怕狗 所以现在还记得这件事 大宝说 我喊一喊 看他在不在家 阿虎 里面传来狗叫声 家人一震 赶紧去拿东西 进屋后 几个高中生 再一次被奢华的装修 给惊呆了 然而还没等他们欣赏 楼上的狗狗 还是冲他们汪汪叫 几个人乘坐电梯 这其中自然是有 大宝和猪摇 德木看见他们拿着棍棒 还有刀 眼神一下子就变了 冲着他们准备扑过来 说时时那时快 大宝冲出去 一把将他抱住 连拖带拽把他关到房间里 几个高中生惊呆了 卧槽 这么大的狗 他一个小屁孩 就这么拖走了 自家养的狗 可定是听话 别说这些 我们办正事 对办正事 王岐冲大宝说 你说过要给我一些珠宝首饰的 如果骗我 我们就打你 大宝啪啪的点点头 带他们到了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 比我们家客厅还大 屁股啊 你是什么身份 人家又是什么身份 各种珠宝 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 我要这个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我要 这比较超酷啊 我要这个 这个包包我喜欢 哇 这裙子好漂亮 我也要 这丝巾是爱马仕的吧 我也要 一共五人 除了王岐外 还有两个化妆淡妆的女生 如果是珠宝就挪不开眼 你争我抢的 开始拿自己喜欢的 而剩下的两个男的 除了对表感兴趣外 就剩下保险柜了 第568章 抓住他们了 你过来 把保险柜打开 我 我打不开 这个需要钥匙 你煞笔吗 他怎么可能知道也要是 王岐说 他有两万的现金 他爸给的 让他当零用钱花 几个人眼前一亮 为首又高又壮的男生 恶狠狠的命令 去把那两万拿出来给我们 回头你家长问起来就说 自己用了 听见没 说完还举了举自己的武器 朱瑶吓得快哭了 大宝也一脸恐惧 然后带着他们去拿钱 现金有十万 而且还有一些金饰 都用包装仔细包好了 这些也是你的 嗯 这都是家里长辈给的零花钱 我没用就攒着 这些也是他们买给我的 几名高中生眼传的不行 一边威胁大宝 一边教他 怎么跟家长交代 我都拿出去花了 这些金子 我不小心弄掉了 王岐问 你父母不会怀疑吧 大宝犹豫了一下 他们肯定要打我一顿的 有人说 如果你不按照我们教的做 我们比你父母打得还要狠 大宝害怕的缩缩肩膀 乖巧的点点头 像个软柿子 朱瑶已经开始哭了 卧槽 这得多少钱 回头我要买好多好多的皮肤 有了这些钱 我要去整容 然后出道当大明星 去特末的高考 有了这只小羊羔 我们还高考什么呀 就是 一看这屁孩 就是人傻钱多 吓唬吓唬 就乖乖的给我们交钱 就是就是 快我们把这些东西 赶紧去卖了 他们临走时 还威胁大宝和朱瑶 敢说出去 就找人天天打他们 你问问朱瑶 他姐姐我们是怎么欺负的 屁都不敢放 家里人也拿我们没办法 知道吗 大宝哭唧唧 我知道了 你们不要打我 我最怕疼了 几个人前脚开车刚走 大宝就打电话报了警 然后给物业打电话 说自己家被人抢劫了 对方还拿着武器 物业一听 巨大的卧槽 这还了得 赶紧过来了解 其他人赶紧开车去追 你们快去找 车牌是XXXX 身后的朱瑶 已经哇一声哭出来了 刚才我好怕 大宝安慰他 没事 都已经过去了 事实上的确如大宝所言 嘿 他们迷路了 沙比 到底知不知道路 马德 来的时候是这条路 怎么好端端的回不去了呢 那现在怎么办 往回走 叫上那小姑娘 给我们指路 沙比导航 走 我们往回走 然后就被巡逻车给发现了 刚才是他们并不知道 是冲自己来的 可当对方拦路中间 手里拿着防暴盾 和警棍时候 他们这才意识到不对劲了 我们怎么被发现了 肯定是太招摇被发现了 你傻比骂 这荒郊人影都看不见 还招摇个鬼 哎呀 别说那么多 快开车跑吧 那现在也不管路对不对了 反正跑就对了 气氛很胶着 几个人全都在骂 原 就这么妙不可言 车前方警车驶来 几个人一下子就慌张了 吓得哇哇大叫 倒车继续跑 又遇到巡逻车拦截 前后夹击 五个还没出生社会的 就这么被抓了 大宝打了报警电话 物业电话后 最后给凌峰打过去报平安 回到家 朱瑶红着眼睛 显然是哭过了 他是除凌峰家人外 唯一一个知情人 当大宝说出计划时 朱瑶都觉得他疯了 你难道不想帮你姐姐 摆脱这个麻烦吗 看万一 那些钱他们拿走了 没事 他们家长会赔偿 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中 放心吧 我怕 我们没办法 不用怕 你什么都不用做 交给我 他们这么坏 总要有人收拾的 明明他比自己还要小 可他就是很厉害的样子 现在 得知警察抓住了那五个人后 朱瑶也不哭了 抱着大宝跳来跳去 如果计划没错 接下来 他们就要坐大牢了 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能欺负他姐姐 欺负别人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我的家人们 不能告诉 现在跟你家人一个字也不能说 要等有结果 朱瑶一脸崇拜的说 嗯嗯 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林峰夫妇以及小宝 也是松了口气 当他们得知大宝这个计划时 感觉有些许的疯狂 怕什么 我们都是演员啊 有演技在身上的 不用怕 也还好是秦朝 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所有人都去做笔录 朱瑶把自己知道的全盘拖出 包括他们 在学校欺负自己的姐姐等等 至于二人的计划 朱瑶是一个子媒说 警察也是人精 两边的笔录一对照 就觉得这件事 透露着猫腻 大宝拿出衣帽间的监控 因为我喜欢偷偷拿妈妈的首饰 去带 又不承认 所以安装了监控 没想到拍到这样的画面 又拿出他们进家门的照片 我们家都有监控 因为有两个弟弟 这就是他们进来的画面 小小的人 坐在板凳上 也不见慌张和害怕 有条不紊的给他们提交证据 警察说 那个王琪说 这些打算送给他们 大宝瞪大眼睛 这种一听就是骗人的鬼话 我凭什么送他们 他们谁啊 警察又说 他们家人打算赔偿 大宝的说法 和家人一致 不需要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赔偿什么不需要 我们家不缺钱 我们只想要 坏人得到应有的制裁 两名警察又看了他小宝 其中一人说 小姑娘 我看你很面熟啊 大宝微微一笑 第三人格 我演的 对 就是你 你的演技是真的好 不会现在也在演戏吧 大宝一呆 怎么可能 等大宝一走 其中一人问 和他在一起的另一个小朋友呢 一人说 都说了 这几个人 是我们某氏高校的学生 第569章 别道德绑架我 大厅里全是人 那五个孩子 围着林峰夫妇 一个劲儿赔罪 想私下赔偿 希希和多多 面对这么多的警察叔叔阿姨 一点也不慌 就跟在家似的 这看看他逛一逛的 有两位警察小姐姐 过来帮忙 看着小家伙们 也好让林峰一家人 处理手头上的事情 冷梦寒冷着脸 面对诸位家长 态度非常强硬 我们不接受调解 也不需要赔偿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其中一男人愤怒到 你也是老师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明年就要高考了 知道高考对一个孩子的意义 有多重要吗 冷梦寒喝一声 别道德绑架我 正因为我是老师 所以看到这样 劣根性的学生 就很生气 你们教不好 老师没办法教 那就让社会教他做人 来人身边的女人抹一把泪 你是不是要我跪下来求你 你才会同意 冷梦寒冷冷说 跪下来我也受得起 但是我还是不同意 又有人哭着说 你这是让我们去死啊 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冷梦寒皱眉 你们都是成年人了 想做什么 自己拿主意 别把锅扣在人家头上 做鬼 呵呵 真到那个时候再说 这些人 有人辱骂的 冷梦寒全都不当回事 半点心声怜悯都没有 刚才朱瑶的家人来了 包括朱雪 作为被欺负的对象之一 朱雪也被警察叫去了 那么漂亮乖巧的姑娘 冷梦寒都心疼了 还是那句话 父母教育不了的孩子 让社会来教育 冷梦寒气场全开 对于家长们提出所有要求 都是不听不听 王八在念经 一旁的林峰 已经给冷夫打电话 爸 我想找本事最好的律师 你有路子吗 笑话 近视的一把手呢 挂了电话 林峰挡在老婆跟前 我们已经找律师 有什么话 跟我们律师沟通吗 冷梦寒瞪眼 听见没 找我们律师沟通 其中有人家长生气骂道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还不知道在哪个床上挣来的 夫妻二人一听 双双黑了脸 林峰扭头问一旁的警察 这算不算污蔑 可以告的吧 警察点点头 可以 冷梦寒呵呵搭 等着 一会律师来了我们再说 这边太乱 根本没有朱家插手的地方 夫妻二人找到朱瑶 将小女儿搂在怀里安慰 朱瑶妈妈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 警察打电话 也只是让他们过来一趟 什么都没说 等看到女儿安然无恙 心里这才松口气 也发现旁边坐着的大宝和小宝 听完女儿的描述 夫妻二人不由地看向大宝 和女儿担惊受怕相比 这姑娘没多少表情 冷着脸给外婆打电话 没事 小事情 外婆放心了 他们没空 那几个家长正在跟前闹吗 等着忙完了跟你说 挂了电话 大宝冲朱瑶妈妈微微一笑 阿姨来了 朱瑶妈妈总觉得心里怪怪的 谈不上哪里怪 孩子 你真勇敢 没被吓着吧 回答是小宝 吓着我姐 笑话 我姐只有把人家吓死的份 大宝给一个白眼过去 笑着回答 我很好 谢谢阿姨关心 不一会 朱雪出来 在人多的大厅寻找什么 看到他们 静止朝这边过来 关切地询问两个小妹妹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 朱瑶到底年龄小 细细鼻子抱着姐姐 没有 我们都很好 朱雪这才松口气 跟大宝说谢谢 肯定是你保护了我妹妹 我知道 自己妹妹性格虽然外向 遇到是胆子很小的 大宝笑了一下 没说什么 刚才朱雪从警察那里得知事情的经过 震惊几个人胆 竟然这么大 他们是疯了吗 在他内心深处 又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这样 他是不是可以安心参加高口 再也不会被欺负了 朱瑶听见姐姐这么说 重重地点头 嗯 是他保护了我 还保护了你 但是他不能说 至少现在还不能说 这时 财务清点出来 十万的现金 黄金折算下来 一共二十五万 珠宝首饰 以及名牌包包之类的 接近三十万 这里面 大头的是那块男士手表 是林峰最早戴的那一块 现在二手收购 只二十万 好家伙 这金额也太巨大了吧 这些家长一听 都呆住了 都快疯了 不过他们很快意识到 这些东西 孩子们虽然抢了 但是没用啊 同时 他们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对方不同意调解的话 这么大的金额 得判多少年啊 再也没有之前的气焰 这次急得嗷嗷直哭 不管如何哀求 林峰夫妇二人 就是无动于衷 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啊 场面一片混乱 几个警察过来维持秩序 这时 一位男人匆匆赶来 西装革履 戴着眼镜 一扫全场 看到了林峰 他将几人拦下来 面色发了 我是林先生的律师 有什么事找我 林峰早就不想在这里待了 搂着冷梦寒问警察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 得到允许后 夫妇二人一人抱个孩子 身旁跟着大宝小宝 一家六口急匆匆的离开 朱家见状也问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走了 此时 天已经黑了 两家人在外面碰了面 一起吃饭 吃完饭 各自回家 车里 朱家人都在安慰朱瑶 希望这件事 不要给他留下什么心理阴影 朱瑶安静靠在姐姐身边 一脸乖巧说 姐姐 他们坐牢 是不是就没有人欺负你 你也可以安心参加高考了 嗯 回到家 朱瑶心事重重的样子 让家人不放心 你们不用担心我 虽然刚开始 我的确有点害怕 但是现在不害怕了 我还很高兴 真的 他真的开心 因为这些坏人活该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偷偷告诉你们哦 其实这都是我们计划好了的 家人们面面相去 不约而同问 什么计划好了的 第570章 小宝对姐姐的关心 紫月同学跟我说 像他们这种人不痛不痒的教训 根本不管用 必须来一招狠的 比如把他们都送进去 一劳永逸 朱瑶的头一句话 就把家人给震惊到了 紫月同学还说 他们家比我们家有钱 相对也比我们家有背景 而且他们还有热度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把这件事吵起来 朱瑶细细回忆 大宝跟他说的那些话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计划 让我谁也不要告诉 家人们面面相去 除了震惊之外 更多的是惊骇 脑海中不由的 浮现那位比身材偏瘦 长相非常漂亮 笑起来很可爱 不笑很高冷的孩子 很难想象 这些话都是他说的 我本来想在车上 就告诉你们的 但是我们车上 有行车记录仪 我怕留下证据 朱富问 说我们得小心点 大家久久没有说话 朱瑶小心翼翼问 爸爸妈妈姐姐 你们是不是生气了 朱雪愣了一下说 没有 我只是在想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怎么这么大 朱瑶明白 因为他也是这么想的 紫月同学非常聪明 他这是在帮我们 而且这是他们最有应得 谁让他们总欺负人 朱富点点头 没错 这都是他们最有应得 这件事 我们谁也不能说出去 是秘密 其他人点点头 朱瑶紧绷的情绪 放松下来后 就感觉一阵疲惫 困得打着哈欠 朱雪带妹妹去睡觉 留下夫妻二人 相看无言 朱富感慨 大保小小年龄 就会这样的算计 真不得了 朱母只觉得干得漂亮 简直让人大快人心 今天我看到他们 一个个苦苦哀求时的样子 一点也不同情 小雪当年因为他们 一辈子差点就毁了 她五官猙獰 说到底 是我们顾虑太多 人太善良 小雪被他们欺负 我们也有责任 七十多万 够判十年以上吧 很好 真的很好 有机会 我要好好感谢他们 高中长达一年的欺负 他们做家长 被蒙在鼓里 现在想想笔弯 他们的肉还疼 他们带着证据 去找学校 找老师 想要一个说法 结果呢 说得很对 像他们这种人 不痛不痒的教训 根本不管用 得来一招狠的 丈夫搂着妻子 感觉自己 连个小学生都不如 另一边 林峰一家在车上 都没谈到这件事 等到家 律师打电话 询问林峰想要的结果 不调节 不赔偿 不妥协 我要他们得到 相应的惩罚 明白了 晚上 夫妻二人来到女儿房间 大宝 你今天很勇敢 爸爸妈妈为你感到骄傲 我们家大宝真的很聪明 用智慧解决问题很棒 夫妻二人由衷觉得 女儿非常棒 心中特别自豪 大宝心里美滋滋的 不过了一会 门打开了 大宝还以为是 爸爸妈妈 扭头一看 一个人站在床边 吓死他了 姐姐 我今天过来 和你一起睡吧 不要 回自己房间去睡 我睡地板上也行啊 你看我把被子 都带来了 晰晰 你这是想干什么 我这不是怕你害怕 睡不着吗 你瞧不起谁呢 我会害怕睡不着 好好 你睡得着 那我还是想过来 陪你睡成步 你都躺下来 还问 姐姐 我今天看他们 都拿了棍子 连刀都有 你当时害怕不 不怕 反正他们只要钱 听他们的话就成了 不会伤害人 可是挺怕的 怕你受伤 胆小鬼 嗯 我就是胆小鬼 以后我要不要当胆小鬼 我要鼻姐姐还要勇敢 不到五分钟 床下传来小宝的憨声 忍不住笑了 接下来的两天 一家人都没怎么出门 物业这边说 有人找他们 林峰都拒绝 反正是不见的 无一双听说这件事 都震惊了 现在高中生都这么狂的吗 马德 这件事必须给个说法才行 律师正在处理呢 应该很快就出结果吧 呵 欺负同学长达一年 这种小人渣 早就应该进去了 有结果跟我说一声 好 周一 林峰送孩子们去上学 发现门口那几位家长 正在四处张望 寻找着什么 他当即就给汪老师打电话 给两个孩子请假 孩子不舒服吗 不是 因为别的事 这几天可能都没办法上学了 啊 什么事啊 三言两语说不清 中午等汪老师 有空再说吧 好吧 回到家 林峰给律师打电话 问事情什么时候能解决 得知一周之内 林峰估摸着 这一周都暂时不能去上学了 事情没出来结果之前 你们就在家里学习吧 冷梦寒得知气愤的说 那这几天就在自学 我晚上回去给孩子们辅导 上完第一节课 朱瑶就给大宝打电话 喂 朱瑶啊 我现在睡回龙觉 等我醒了再联系你 天哪 睡回龙觉 简直不要太香 朱瑶 汪老师早上很忙 忙到中午吃饭时 才想起要给林峰打电话 询问情况 什么 太过分了 孩子们没事吧 那就好 没事没事 孩子才是最要紧的 别的都没什么 落下的 我抽空 给他们补就成了 其他老师见汪老师反应这么激烈 忍不住问 发生什么事 汪老师特别生气 我们市里的一个高中生 带着几个同学去紫月同学家 抢劫了七十多万 还拿着棍棒和刀之类的 所有老师猛抽一口凉气 现在高中生都这么猛的吗 现在那些家长在校门口堵人呢 事情没个结果 孩子是上不了学的 还好大宝小宝之前 就被是重点中学挑走了 这如果给大宝心里落下什么阴影 可怎么办 汪老师叫来李瑶 周五那天发生了什么 你跟老师说说 其他老师也围过来 李瑶将事发过程 跟汪老师挤人一说 汪老师皱眉 你们是怎么认识高年级同学的